欢迎收听铁骑时代第221集 宋太妃很擅长经营 自从李太后倒台以后 她便开始经营自己的关系王 八戒南宫黄太妃向魏公公示好 与宫外的堂妹加强联系 手下一帮太监宫女被她使欢的团团转 到处打探小道消息什么的 按理说 这位折服很久的太妃娘娘 弄这些事情也无可厚非 深宫中的垂老红颜嘛 除了这些事情能让他们提起兴趣 还能有什么呢 宋太妃很快找到一件最具挑战性的事情 那就是替当朝长公主说没 长公主是皇上帝庆的包姐 自小吃苦受罪 流落民间受了那么多委屈 皇上对这个姐姐那是爱护的不得了 侍卫 太监 宫女的配置都是超标准的 比皇后还高 而且 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前段时间 长公主下江南游玩 一去就是一个月 这摊在以往任何一个公主身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 根据东厂的内部消息 上次都查院两位高官的落马 好像也和长公主有些牵连 反正 是谁惹了长公主 准没好果子吃 谁要攀上长公主这根弦 那就飞黄腾达了 搞和亲 宝梅拉倩 是女人们的天职 如果是政治性的联姻 那这件事就更有意思了 本来就动了这个想法的宋太妃和前来进宫打探消息的前夫人 一拍即合 姐妹俩商量商量 就把长公主的夫婿人选给定了 不是旁人 正是当今江南第一才子侯芳玉 侯芳玉和钱家的关系非同一般 自己本身的资源也很丰富 顶着星科状元这样一顶 光彩夺目的大帽子 又有东陵党的支持 将来出将入相是必然的 帮他联系上这门亲事 自然有宋太妃一份大功劳 不管是皇上 皇太妃 还是外边这些人 都要感激他宋太妃的恩情 至于长公主和领侍卫内大臣的绯闻 耳目众多的宋太妃自然是知道 不过 他并不看好这份感情 刘子光是有妇之夫就不提了 即使他没结婚 也存在出身低微 没有文化这样的隐缺点 别看现在皇上赐了他净是出身 还有五英殿大学室的头衔 还是不能改变他奴隶出身的事实 而且宋太妃经历了这么多风雨 甚至木秀鱼林封闭摧之的道理 刘子光才二十来岁就这么风光 将来必定没有好下场 不说他已经引起了魏公公和东陵党的猜忌 要是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引起皇上的猜忆 也是意料之中的 虽然理解是大 但宋太妃并不是很忌惮的 因为刘子光只管皇宫外围的保卫工作 并不能管到皇宫内部的各种事宜 作为在深宫混饭吃的老人 宋太妃知道自己应该依靠的是私立兼大太监魏忠贤 这一点他处理得很好 魏忠贤也对这位善于笼络的太妃娘娘很看重 毕竟多一个盟友也不是坏处 扶持侯方玉当驸马是东陵党的一项大工程 为的是能让东陵系统的青年一代迅速积举实力 和同样年轻的刘子光相抗衡 毕竟老东陵们的年龄已经不小了 所以这个工程必须成功 不须失败 东陵党们忙里忙外张罗着驸马事宜之时 刘子光也没闲着 他这个领事卫内大臣可不是白给的 宫里的耳目也不少 前夫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见了宋太妃 两人说了些什么 都有详细的记录报到刘子光的公案上 这些人打的什么主意 刘子光一清而出 但是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自己难道跑去跟皇上说 我和你姐姐情投意合 你让长公主嫁给我当妾室吧 那不是找死吗 目前唯一的可操作的办法是打击侯芳玉 让皇上一家人知道这个新科状元不是什么豪鸟 阻拦这桩婚事不是难事 难的是如何让长公主嫁给自己 这可是件大工程 刘子光不是傻子 这么绝佳的政治资源 当然不会拱手相让 更何况 他和长公主之间 确实有真感情 去年春天 那个桃花满天的黄昏 刘子光第一次对朱成许下承诺 临出征台海的时候 又再一次对公主许下承诺 如果还像第一次那样实信的话 刘子光自己都觉得没脸见人 长公主对自己的情谊毋庸置疑 可是皇太妃和皇上的意见也很重要 朱成如果是寻常人家的姑娘 也就算了 可她偏偏是皇室贵州 天下最尊贵的未婚女子 刘子光全世再大 也只是朱家的臣子 而且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臣子 所以这件事极其难办 刘子光到现在 也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办法 彭静荣这样阻止多谋的人 也想不出好的对策 唯一可行的 是让刘子光一纸修书 把自己修了 然后以二婚男的身份 迎娶长公主 这个办法被刘子光一口否决 他还没下做到那个份上 而且不能因为不伤害朱成 而伤害彭静荣 刚结婚几个月就休掉 以后哪还有脸见人呢 刘子光的担心 和南宫黄太妃的想法一样 织女莫若母 黄太妃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女儿的心思 本来确实是打算将女儿许配给刘子光的 可是一来二去的 耽误了机会 刘子光居然结婚了 说起来 南宫黄太妃有点埋怨刘子光 愿她害得自家女儿整天魂不守舍 茶饭不思 所以 当宋太妃 拿着新科状元侯方玉的棘手师 过来献保的时候 黄太妃就伤了心思 哪个母亲 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嫁一个如意郎君呢 刘子光虽好 可是已经没戏 在其他候选人中 侯方玉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是礼部尚书之子 家道严谨 知书达理 又是新科状元 文才了得 才华横溢 年纪也不大 二十出头的模样 简直就是为公主量身打造的驸马爷 黄太妃很满意 决定传义旨 让小侯公子进宫一次 相看相看 看这人的模样 身量如何 再看气质言谈如何 如果都满意的话 不妨对皇上明说 把这门轻视确定下来 也好断了女儿的胡思乱想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围绕长公主的婚事 一场明争暗 一场明争暗斗就此展开 刘子光先让五成兵马司 逮捕了宋太妃的亲侄子 随便给他找了点罪名安上 反正 这些官宦子弟的屁股都不干净 当然 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威慑 表示自己对宋太妃的抗议 这个人很快被钱千亿想办法捞了出来 不过 刘子光的愤怒 已经成功的传达了出去 钱千亿不为所动 相反 刘子光的行动 给了他一份信心 这是胜利内人的表现 钱千亿这样对侯巡说 侯巡也深以为然 京城的水深着 不光他刘子光一家独大 十几万京军 锦衣卫 东厂 还有朝廷各部 刘子光的触手 并没有身那么长 事情牵扯到了皇家 谁怕他刘子光呢 皇太后召见的驸马候选人 难道他还有胆子不让进攻不成 刘子光还真想阻拦侯夫 侯房玉进攻 一想到这个自以为是的公子哥 在皇太妃面前表演卖弄 刘子光就觉得一股怒气从脚底升起 不得不说 在刘子光的所有敌人中 侯房玉是很难对付的一个 他极其聪明 背景也深厚 而且确实有点真才实缺 如果任由他进军官场 将来势必成为刘子光的劲敌 但是刘子光没有办法阻拦侯房玉进攻 当朝六宫之主南宫皇太妃趁春光正好 百嫁御花园赏花 顺便传一旨 让新科状元前来附师助兴 作为领示威内大臣的刘子光 根本找不出任何借口加以阻止 只能在消息传来的时候 肝瞪眼 前来传递消息的大内侍卫 看到侯爷重重地拍了桌子 吓得不敢吭声 传指太监出宫之后 他就抛了报告 可能这会儿子人已经到了侯府了 背马 本侯要进攻 刘子光冷静下来说道 刚才他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 诸如金马撞死侯房玉 案件射杀撞远郎之类的 不过 都被立刻覆绝了 不说侯方玉背后还有东陵党和景一卫 这样的招数弄死他 毕竟不够解气 对于这样的人 首先要从精神上击败 然后再从肉体上消灭 刘子光一声令下 卫队迅速集合起来 五十名精状汉子 一水的绣暗色飞鱼底纹的水绣红战袍 脖子上系着金边红领巾 闪亮的铜头皮腰带上挂着绣唇刀 坟底黑靴 乌纱扑头 再加上一水的枣红色三河马 远远看去如同一团烈火滚滚而来 刘子光也是一身红袍 外甲造红马 看起来和部下别无而至 一心人虽然都是骑士 但是由于京城道路上车马众多 行径并不是非常迅速 侯方玉他们家接到一职之后 立刻换上礼服进攻警戒 载着侯家三口人的两顶轿子和一匹马 正好和刘子光的马队在去皇宫的必经之路上遇到了 堂堂礼部尚书奉旨进攻 排场自然弱不了 更何况还有一位一品告命夫人 一位新科状元郎同行 尚书和夫人坐八台大轿 状元骑白马 礼部的差役打着回避速进的进阶牌子在前面走 后面有成群的家庭丫头跟着 排场非同一般 两拨人自走到丁字路口正好迎面撞上 道路本来就不宽 再加上摆摊设点的小贩们和满街的行人 两拨人谁也不肯让步 于是边疆吃住了 为何停步不前 侯尚书掀开轿联问道 回老爷 不知和哪来的官顶上了 对方不肯让路 一个家丁头目回答道 混账 又是那帮不识字的武将吧 看不到我礼部正堂的牌子吗 鱼儿 你去看看 是哪个衙门的家伙这么不知礼数 咱们急着赶南宫娘娘的照见 这路是断断让不得的 侯尹听到了那边的马蹄声 料定是一群当兵的 于是打发儿子去办交舍 是 爹爹 侯方玉一家马富 穿越众人来到队伍最前面 正看见一帮穿红衣服的家伙 和自家的家丁对峙 是红衫团的人 侯方玉心中一领 随即又放下心来 大庭广众之下 还怕他们动武不成 还就不幸了 自己一介状元都不过一个武人 侯方玉驱马上前 朗声问道 对面的 可是镇武侯刘大人的队伍 刘子光也驱马过来 笑咪咪的问 原来是状元啊 这么大排场是要去哪里啊 学生见过刘侯爷 这是奉了太后一旨 和家严家辞一起进宫 陪皇太妃赏花 没成想和侯爷的马队遇上了 侯爷这么匆忙 定然是为了军国大事 咱们这等风花雪月的事情 自然要靠后了 侯方玉说着一片码头 侯爷 先请 侯方玉这一手 很高明 根本不和刘子光起冲突 弄得红山团们 有火发不出 刘子光也有一拳 打了个空的感觉 这小子倒实想 既然人家主动让路了 刘子光也不方便 在大庭广众之下找茬打人 只好冷笑着点点头道 承让了 刘子光刚向波马离开 侯方玉歹毒的一笑 往前凑了两小步道 侯爷烧带 刘子光一拉江上 狐疑的看着侯方玉 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只听侯方玉轻声说道 其实 应该学生对侯爷说声 承让才是 嗯 刘子光皱了皱眉头 不明白侯方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侯爷 还记得当初在得月楼上初见吧 你陪长公主微服出行 那真是夫唱夫随 情投意合的景啊 没想到时至今日 这驸马的位子居然是学生得了 哼 不瞒你说 黄太妃招我们全家进宫 就是商讨这个事了 所以说 学生 要感谢侯爷 让妻之恩 侯方玉一脸真诚的微笑 说的话 却是极其歹毒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都是不共戴天的大仇 他这样说出来 分明是故意刺激刘子光 啪 刘子光手中的马鞭子 就抽到了侯方玉英俊的脸 侯方玉说话的时候 就开始注意刘子光的动作了 鞭子抽过来的时候 他迅速的向后躲了一下 但依然被鞭烧抽到 白玉般的面庞上 顿时起了一道姿色的伤痕 微微隆起 煞是吓人 刘子光举起鞭子 准备继续打过去 呼听的一声爆喝 重手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 第二百二十二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 第二百二十二集 抬眼望去 侯巡和钱千亿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跟前 原来是钱夫人也接到了太妃的一旨 要进宫上画 钱千亿正好有事进宫面圣 两口子就一起来了 车马同样被堵在了这个钉子路口 看见前面礼部正堂的遗仗 钱哥老就下轿子过来相看 两人见面一说 觉得不大放心 于是两个老头子 一起就过来观察情况 正好看见刘子光 殴打侯方玉的一幕 侯爷 全子纵然有千般不对 也由我这个当父亲的来管教 侯爷还请自重 侯巡气得面色铁青 不过说话还留有分寸 钱千亿也很愤怒 刘子光的跋扈 已经超乎了他想象和容忍范围 侯爷 也要有个朝廷大员的样子 当街殴打状元 成何体统 钱千亿是内阁首馗 官职在刘子光之上 资历更比刘子光老了很多 有他和侯巡在场 刘子光自然不能再肆无忌惮的打下去 于是收了鞭子 枪压怒气打道 想试验我的容忍程度和耐心 是很危险的事 最好看好你家的犬子 否则闹出家破人亡的事情 不要后悔 说吧 打马便走 丝毫不理会 两人在后面吹胡子瞪眼 红山团的骑兵 也紧跟着大帅纵马而去 有几个一脸横肉的家伙 还拿着鞭子 威胁性的指了指侯方语 大有 你小子等着瞧的意味 这场好戏被京城百姓看在眼里 晚上还不知道 有多少版本的故事开始流传 看着红山团绝尘而去的背影 侯寻狠狠的跺跺跺脚脚 转而问自己的儿子 那死为何打你 难场的人 打人还需要理由吗 侯方玉微微一笑 嘴角的抽动 导致脸上的鞭痕 火辣辣的疼 不过侯方玉心里却是怯笑的 只要能毁坏刘子光的形象 哀一变子又如何 刚才这一幕 已经被同行的船指太监看在眼里 这个证人 可是花钱也收买不来的 钱千亿和侯寻都是老人精了 自然不相信刘子光无缘无故 就会殴打侯方玉 可是没等他们继续问 文迅赶来的侯夫人和钱夫人 就把侯方玉围住了 心肝肉的一通乱叫 然后开始埋怨各自丈夫 怎么没保护好儿子 这破了像还怎么进宫啊 话虽这样说 一直还是不能违抗的 别说挨一鞭子 就是遍体鳞伤也得进宫啊 两位夫人把侯方玉从马上拉下来 让丫鬟扶进轿子坐着 然后老爷们也各自上轿 两队人马踩着红山团战马留下的马粪 继续朝皇宫进发 皇宫内院玉花圆种 春花烂漫 绿草莹莹 一池碧水中 井里畅游 岸上梅花路和鲜鹤 优雅自在地躲着步 丝毫不怕人 六宫之主 南宫皇太妃 在皇后 公主 太妃和告命夫人的簇拥下 坐在水池边 欣赏着争奇斗艳的鲜花 尊贵的女人们 都穿着花团锦簇的春装 拿着团扇 不管是半老徐娘的太妃们 还是青春靓丽的宫女们 都是一脸笑意 关切着人堆中那位 最尊贵的女人的一举一动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最尊贵的女人 是皇上的生母 南宫皇太妃 大家都知道 她升级做皇太后 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由这样一位善良平和的人 担当六宫之主 长期被压制的太妃们 自然很开心 就连太监宫女们 也觉得日子比李太后时期 好过多了 起码不会隔三差五 杖毙几个小太监 皇太妃今天邀请的客人 是一帮告命夫人 还有新科状元侯芳玉 邀请新科状元的动机 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 唯一被蒙在鼓里的 是长公主朱成 如果她知道 这次赏花会 是为了给自己选驸马 说什么都不会参加的 约定的时间到了 侯上书和前个老家的人 还没到 让皇太妃等客人 这种行为 极其的失礼 真不知道 李部尚书家是怎么搞的 正在疑惑 呼听太监奏报 一品告命夫人 前宋氏 侯李氏 新科状元 侯芳玉见嫁了 听到太监的奏报 南宫皇太妃 露出笑意 轻声道 快传 身旁的太监 马上高声 将口语传了出去 两位告命夫人 和新科状元 在小黄门的指引下 快步走了进来 到了境前 三人一起下拜 恭请皇太妃 太妃 皇后和公主的静安 南宫太妃 并未责怪他们 姗姗来迟 和善的说 来人呢 给两位告命和状元郎赐座 上茶 三人再次拜卸了皇太妃 恭恭敬敬的在袖堂上坐了 众人久闻状元 才冒双全 一起望过去 却发现侯方玉 冠玉一般白净的面庞上 趴着一根可怕的伤疤 好像丑恶的红色怪虫子一般 虽然并不是很粗很长 但极其影响美感 好端端的一个英俊少年脸上 来了这么一道子 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再看两位告命夫人 侯夫人阴阴有哭过的痕迹 而前夫人则一脸愚怒未消的表情 联想到他们的迟到 众人忍不住浮相连骗 不过皇太妃没有出言相问 别人也不好开口 宋太妃急了 本来说好的 让侯方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来给太妃们瞧瞧 可是居然整出这么一条 难看的疤痕来 这不是成心捣乱吗 不对 一定有人从中作梗 看两位告命的表情 好像有难言之意 不行 这个头我要帮他们出 两位妹妹 为何姗姗来迟 还有玉儿脸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 你们放心 南宫娘娘在这里 有天大的事情都能给你们做主 宋太妃一言即出 终结哗然 谁这么大胆子 敢殴打娘娘的客人 大家的目光顿时集中的三位客人身上 只见侯夫人欲言又止 侯方玉大肚的一笑 没什么是我马树不惊 自己跌伤的和他人无关 前夫人差差人想说些什么 也被侯方玉一个眼神制止住 只能气鼓鼓的坐在绣堆上不说话了 南宫娘娘见此情景 知道肯定有事 既然侯家人不敢说 那就让随行的太监来说吧 于是 换过船指太监问道 哀家问你 状元脸上的伤究竟是何人所为 那太监是魏忠贤安排在娘娘身边的 属于东场系人嘛 自然不会偏袒任何人 于是 他一五一十的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基本上是不带个人感情的平铺直序 所有听众都会自然而然的感受到刘子光的嚣张跋扈 征禄本身就是不对的 且不说侯尚书的官嫌并不低于刘子光多少 就是论年纪 也是刘子光的叔父辈 更何况 他们是奉了一职进攻的 别人就算再急 也要给他们让路 这件事情上 侯方玉处理的很好 有理有节不强自出头 主动让路给刘子光 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善意 但是刘子光居然毫不领情 不有分说的拿鞭子抽了状元郎 把一张英俊的率脸生生的毁掉了 这不是找茬是什么 可怜侯方玉到了娘娘跟前都不愿意说刘子光半句不是 这人和人的差价就那么大 听了太监的叙述 一帮太妃一分填膺 纷纷斥责起刘子光的无力来 他们并没有受过宋太妃的什么好处 只是看了侯方玉的一张被打伤的帅脸 而触发了泛滥的同情心而已 要知道 侯方玉这种调调的帅哥 不但是少女们的偶像 对于中老年妇女 一样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男公娘娘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勃然大怒 只是淡淡的说 这孩子也推梦浪了些 语气不嫌不淡 好像是个互短的家长 要知道 刘子光和他娘俩的关系可非同一般 可以说 没有刘子光的帮助 娘娘和公主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 娘娘是个明白势力的人 也知道刘子光为什么打人 这桩案子 他是不会帮侯方玉逃回公道的 不过 对于侯方玉为何不敢说 是刘子光打了他 娘娘还是有些好奇 于是开口问道 状元 为何不敢拒实以报 回娘娘 只是些小摩擦吧 郑武侯是国之利刃 脾气大写也是应该的 微臣实在不想因为个人的一点委屈 导致侯爷的形象受到损害 也不愿意因为这样的小事 导致朝廷文武失和 君臣实行 臣虽不财 这点担待还是有的 所以刚才不敢 也不能拒实以报 请娘娘恕臣之罪 侯方玉 撩起红色的状元袍 潇洒地跪下 给娘娘磕头请罪 旁边的太妃们 一个个心疼得不得了 都暗自赞叹 侯方玉的董事和大度 和他比起来 那刘子光 就是一个只会打人的网夫而已 你的一片心意 哀家明白了 你做得很好 哀家很满意 娘娘只字不提 承办打人凶手 刘子光的事情 搞得那帮太妃们很不乐意 不过侯方玉倒不在乎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起码通过这张悲情牌 获得了后宫中大部分人的同情和喜爱 这一场 他赢了 侯方玉心中得意洋洋 脸上却不动绳色 恭敬的回到了自己的袖堆前坐下 一双眼睛滴滴的 在眼前这帮人中扫尸着 搜寻着今天相亲的另一个主角 长公主殿下 朱成也在人群中坐着 他和皇后徐元慧的位子挨得很近 两人年纪相仿 欣赏口味也比较接近 都对侯方玉形象不是很感冒 徐元慧是因为自幼受魏国公影响 喜欢武枪弄棒 骑马射箭 江湖好可 万人敌的大将军才是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虽说现在做了皇后 这点兴趣并未改变 而朱成不喜欢读书人形象 是因为以前受过马文才的刺激 马公子的打扮作派虽然远远不如侯方玉 但是总归是出自一路 让朱成不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过 侯方玉的一张白羽无暇的脸上 被刘子光打出一条伤疤 这一点还是勾起了朱成的同情心 她歪着头问皇后道 这人好端端的一张脸被破了像 以后怎么找媳妇啊 皇后一笑 不妨试的 是鞭子抽的鱼种 过几天就能消的 我小时候被爹地抽的比这还狠些呢 还不是好了 黄姐对壮严这么关心 莫不是 虽然贵为长公主和皇后 小姑娘之间的玩笑话 还是和民间女子别无而知 朱成的脸色微微红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解释什么 旁边坐着的男公娘娘和宋太妃 都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还以为长公主对侯芳玉有了好感呢 其实哪知道 人家公主殿下担心的是打人凶手刘子光 这个冤家 怎么好端端的把人打成这样 如果真影响了侯芳玉娶媳妇 朱成还准备将身边的宫女赐一个过去 好替刘子光弥补一下罪过 当然 这话都是藏在心里 并没有说出来 既然男公娘娘不愿意追究刘子光的责任 众人也不好搬弄什么是非 毕竟刘子光也是朝廷响当当的忠臣 惹毛了他可没好果的事 太妃们在宫里自然不会有什么闪失 宫外那些亲戚可就难说了 保不齐的哪天失火或者遭贼 所以这场风波就此打住 大家都默契的不再提鞭子门事件 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这烂漫的春花上 喊状元郎前来 一来是看看他的身形容貌气质 二来是考量一下他的杂学 能考上状元的自然是才高八斗 有惊天伟地之才 可是有财学并不等于夫妻生活就会和睦 按照太妃们的说法 能找个擅长吟师作对 焚香抚情 逐酒弹唱的风流才子才是最佳 以后 长公主跟着驸马爷游山玩水 到处留下不朽诗篇 那才真的是神仙美眷的惬意生活 太妃们在深宫中生活的久了 自然有些浪漫主义的情绪化 身高一米八二 唇红齿白 面乳肤粉的侯芳语 从外形上已经符合了他们的要求 再加上侯公子的壮业身份和一副好脾气 这些多年不见男人的太妃们 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来了 侯芳玉已经看到了座位上 有长公主和皇后 于是她抖擞精神 主动要求向娘娘们献尸一手 娘娘们自然欣然允诺 只见小侯公子站起身来 高挑的身材 衬上红色的庄园袍 白生生的领子 从园林礼服上露出来 说不出的精神道不明的儒雅 她从袖子里取出一柄折扇 哗啦一声展开 一步三摇在水池边走了几步 便念出一首永春来 一首七言律诗 谈不上多么出色 但是从这样一位翩翩少年口中永送出来 本身就是一种美 而且侯方玉迎出一首之后 又根据御花园中的鲜花 水池 甲山等景物 继续做了三四首诗 最后一篇歌颂春花的绝剧里面 还顺带着恭维了长公主 很隐晦的将长公主比作了御花园中最美的奇葩 诸承认识字 但不懂诗 洪泽湖边的渔民生涯 不容他有这样悠闲的生活情趣 不过 南宫娘娘和其他太妃都听出了侯方玉诗句中的意思 大家的脸上都忍不住样的笑容 看来这位侯公子真是明白人啊 又风雅又多彩 气量也好 简直就没有一处缺点 长公主找一位这样的驸马 绝对是最佳人选 玉花园中其乐融融 前行门外却敬畏森严 十六个大内侍卫守在宫门 严禁任何人进出 急得前来告状的前千亿和侯寻团团转 老尚书的面子被刘子光辱没了 庄元郎的率脸也被抽花了 面对无赖假无耻的郑武侯 老人家只能告狱状了 可是 等了老半天都不见皇上下旨召见 听侍卫说 陛下和郑武侯有要紧的军国大使商议 不许任何人打扰 请继续收听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三集 欢迎收听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三集 两个老臣才不相信朱游孝会和刘子光 商量什么正经事情 因为他们已经听见前清门里传来的机器轰鸣声 没错 此时刘子光正陪着小航帝玩新开发的越野车 高底盘四轮驱动 结构简单耐用的越野车是烽火四轮车的改进版 去掉了所有的装饰品之后的产物 用空心铁管和铁皮焊接的车夹 四个充气橡胶轮子 改良型烧的是纯蒙火油的发动机 前面两个铺着腾垫子的座椅 后面是一个小货舱 能装四个士兵或者是五百斤的货物 前清宫院子里用黄土和砂石堆成了起伏不平的山地 小皇帝驾车 刘子光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 两个人玩得正开心 本来刘子光进宫是想和皇上谈谈关于长公主婚事的问题 可是碰上热情的猪油孝邀请来一同驶新车 一来二去便把这个话题给耽误了 这辆越野车是由猪油孝帮大明军队设计的军用轻型突击车辆 适合在平原戈壁使用 将来打西夏打满清的时候都能用得上 为了设计这辆样车 猪油孝可没少花心思 最近一段时间 朝政都放给魏忠贤和内阁去做了 两人在宫里试车 宫门外的钱千亿和侯寻可气歪了鼻子 猪油孝喜欢这些奇迹赢巧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可是居然为了玩耍而不接见臣子就未免有些过了 钱千亿仗着自己的身份尊宠硬是要往里面闯 钱清门侍卫并不是刘子光的嫡系红衫团 而是大汉将军出身 别看身梁高大 貌似鲁莽 其实心里清楚得很 什么人能得罪 什么人不能得罪 这钱格老就属于不能得罪的系列 钱清门被钱千亿拿着护板砸开 十六个侍卫居然没挡住两个老头子 二人冲进来之后 看到好端端的钱清宫被弄成这副样子都痛苦的摇头叹息 在看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的刘子光 愤怒的心情终于找到了悬泄口 礼部尚书当场就延起了全武行 要为国除奸 打死刘子光这个带坏小皇帝的大奸臣 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了 朱尤孝打小就喜欢摆弄高科技的玩意 刘子光只是起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何罪之友呢 侯寻不能当面斥责皇上 只好拿刘子光开刀 反正他已直沉自居 不怕得罪权贵 五六十岁的糟老头子 当然打不过刘子光 一双手被刘子光抓住动弹不得 刘子光压着火没有还击 要不然十个侯寻都死了八百回了 这边朱尤孝看不下去了 朱炎劝道 侯尚书为何紧抓着镇武侯不放呢 这越野车是镇坐的 和刘青并无干系 有什么你就冲着镇来吧 听到这话 侯寻更加愤怒了 摇着脑袋哀叹道 万无丧志 万无丧志啊 东陵助攻好不容易从奸党手中 帮皇上夺回了天下 又要沦落在这些宁臣手中了 看到火候差不多了 浅浅一叶走了上来 苦见道 陛下乃一国之君 窃窃不可沉迷于声色全骂 刘侯爷 您身为重臣 更应该多劝劝陛下 不能跟着胡闹啊 朱游孝虽然清正 但毕竟是个十七岁的少年 对于年龄 能当自己父亲的钱 侯两位大人 还是很尊重的 听到他们这么一说 顿时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一点没有当皇上的样子 辜负了大家的希望 想到这儿 朱游孝的脸红了 可是刘子光 却不这么认为 他忍不住 出言反驳道 二位大人 此言诧异 皇上身体力行 为进军研制四轮车 怎么能说是声色全马呢 这是为国操劳 为江山设计着想 你们不帮忙也就罢了 怎么可以诬陷皇上 诬陷本侯呢 你 侯寻狠狠狠的瞪了刘子光一眼 怒道 好一个崖尖嘴利的镇武侯 这么一说 你不但无过 还有功了 这乾清功是大明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 不是你们玩泥巴的地方 白弄这些铁皮壳子 就是为国操劳了 凝晨啊 凝晨 皇上数月不离政务 就是守泥的迷惑 刘子光也急了 大声道 这是进军在戈壁滩上使用的战车 不是什么铁皮壳子 皇上体恤士兵日夜沿着战车 为的是大明将士少流血 多打胜仗 这样勤勉的皇帝你还不满意 你到底想怎么样 难道让皇上学你那样 晚上泡在秦怀和尚的画房里 让姑娘嘴对嘴的喂酒喝 就是为国操劳 侯寻老脸一红 顿时欲色 有其父必有其子 侯方欲喜欢流连于花街柳巷 有一半是受父亲影响的 南场番子对刘子光的政敌都加以见识 侯寻昨天晚上 还在秦怀和尚喝酒暇击 喝得烂醉如泥 抽态百出 他以为那是个私人会所 没想到还是被刘子光知道了 这下 脸皮没地方放了 不过 老家伙就是老家伙 几秒钟就缓过来了 哼哼的还想反驳刘子光 那边 皇帝发话了 镇确实是为兵部研发战车 如果你们来就是为了阻止镇 那你们打错主意了 猪游孝本来还觉得有点惭愧 仿佛小孩子没做完作业被大人发现了一样 这会儿听刘子光阵阵有词的一席话 猪游孝顿时感觉到自己的伟大和正确 而且对关键时刻帮自己出头的刘子光更加信赖 你说 都是同殿为尘的人 说话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这帮老头子 说话一个比一个犯贤 人家刘子光咋就这么明事理 说话贴心窝子呢 猪游孝强硬的回答 让钱千亿和侯寻很吃惊 不过 现在再继续纠缠这个问题 已经不明智了 重要的事情还没办呢 钱千亿给侯寻使了个眼色 后者立刻撩袍跪倒道 陛下 朕要告郑武侯行凶打人 猪游孝祈祷 刚才明明是你殴打郑武侯 怎么现在反吴他打人呢 非刚才之事 不把大明律放在眼里 不把黄太妃放在眼里 好了好了 不就是闹点小摩擦吗 又没出人命 我看这样好了 让郑武侯赔些伤药费 此事就算过去了 多大事啊 这点小事也跑来告欲状 我看你们也是闲得发慌了 朱游孝打断侯寻的话道 显然 他对刘子光打人的事情 毫不在意 这场闹局 让朱游孝玩越野车的兴致 一下子劝没了 他幸幸的一个人回宫去了 刘子光目送皇帝离开 转而对侯寻道 令郎何在 本侯去给他赔个不是 刘子光的态度突然转变 让钱千亿和侯寻大感意外 侯寻道 皇上既然下了旨 让郑武侯赔些商药费 那咱们也只好遵旨 我儿赔皇太妃长公主他们赏花去 马上就出来 侯爷有什么赔罪的话 就在这宫里面说吧 刘子光知道 侯寻是怕出了宫门 自己再奏侯方御议的 所以坚持要在皇宫里面赔礼道歉 他自然是无所谓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前千亿觉得皇宫大内这种场合 断不会闹出什么娄子 而且自己不想再和刘侯矛盾中参与过多 于是先行告辞了 刘子光和侯寻 站在皇宫门口 等侯方御他们 两人也不说话 就这样赶等着 不多时 御花园的赏花会散了 侯方御和侯夫人领了不少赏赐 在几个太监的陪护下走了出来 至于前夫人 则被他家唐姐 宋太妃留下许话了 并没有跟着一起走出来 看到拿鞭子抽自己的刘子光 满脸微笑的和父亲站在一起 侯方御心中一领 不过 很快就镇定下来 这毕竟是皇宫内缘 有那么多的太监跟着 刘子光再猖狂 也不敢怎么样 侯夫人看见刘子光这个恶魔 也心中害怕 紧紧抓着儿子的袖子 不敢松手 看了他们二位出来 刘子光笑颖颖上去道 侯夫人 庄元 你们赏麻花了 侯方御被他笑得心中发毛 不敢答话 只是微微点头 刘子光继续说 看见长公主了 殿下对你印象怎么样啊 侯方御还没说话 侯夫人先截查了 南宫娘娘 皇后陛下 公主殿下 都对我儿很是尝试 就不劳侯爷费心了 说完冷冷的看着刘子光 下巴挑起 依夫你能把我们怎么样的表情 哼 赏识 没想到侯公子这么受欢迎啊 看来是我一鞭子打得太轻了 要是再多抽几鞭子 说不定这驸马当场就赏你做了 刘子光抱着膀子讥讽道 全然没有赔礼道歉的意思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想到背后的太监 都是皇太妃左右的人 侯方御的胆子顿时大了起来 威威向前走了两步 以一米八二的高度 俯视着刘子光 用刻意激怒他的语气轻声道 这个驸马 我还就真当定了 用不了多久 朱成就是我床上的人了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 只能让刘子光一个人听见 为的就是逼刘子光当众事态 果不其然 刘子光的火一下被急了起来 不过他并没有出手打人 只是点点头自言自语般说道 很好 然后刘子光抬起头和侯方御对视 侯方御的脾气也上来 傲然和刘子光对视 毫不示弱 你信不信我会杀你全家 刘子光忽然开口道 此言一出 众人大惊失色 这可是在皇宫内院之中 大庭广众之下 当着那么多的御灵军 太监的面 刘子光公然威胁 要杀当朝一品大员全家 实在是非一所思 侯寻愣了一愣 硬是没反应过来 愕然的看着刘子光 侯夫人倒是听明白了 又惊又怒 两眼一黑 当场昏倒 幸亏后面的小太监 及时缠服 要不然摔都摔死了 侯方御是什么人呢 那可是有着暴龙之称的 江南四公子之手 遇到这种强硬的威胁 侯公子只会反弹的更厉害 他自知 打架不是刘子光的对手 但是这种时候 气势是断断不能输的 于是 侯公子一甩额前几缕散发 微眯着眼睛 刻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道 侯某一家 恭候震武侯来杀 脖子软一软 都算姓侯的闹肿 说吧 侯方御回顾道 各位公公 还请做个见证 万一下回娘娘再招侯某进宫寻不见人的话 就请娘娘找侯爷要人 好个侯方御 玩起江湖手段来比刘子光还轻疲 不过 刘子光可不是那种只会放空话吓唬人的街头流氓 堂堂镇武侯 说要杀你全家 就杀你全家 他再一次 逼试着侯方御一字一顿的说道 最好放弃 做驸马的击徒 否则 你和你们全家都会后悔 我说道 做道 侯方御冷冷的哼了一声 并不答话 刘子光转而对送侯家人出来的那帮太监说道 侯公子请你们做个见证 你们可要听仔细了 本侯爷说的话 竟可以一五一十的学给这个太妃那个太妃的 听见没有 一帮太监精若寒蝉 有几个胆小的腿肚子都转睛了 带队的太监是娘娘身边的首领太监 自以为得宠 而且有畏公公的诏意 并不把刘子光放在眼里 况且 这次收了侯家五千两银子的孝季 关键时刻自然要出手帮助 只见他一挥浮沉笑道 郑武侯说笑了 咱们宫里当差的可经不住您这样吓唬 状元一家子可是皇太妃的客人 将来还很有可能是皇亲国戚 您这样恐怕不大适合吧 刘子光上下打亮了那个太监几眼道 皇家的事情 你一个烟奴跟着瞎操什么心 本侯做事 轮得到你一叫去 你哪个工的 叫什么名字 等不等规矩 那太监姓徐 先前去侯府传旨 路上看见刘子光打人 并且报告给南宫娘娘的也是他 作为慈宁宫的首领太监 还是有点为时的 此时却为刘子光这般奚落 徐太监觉得大丢面子 狠狠一跺脚 咱家是慈宁宫伺候南宫娘娘的徐荣 侯爷有什么尖叫 直接去和娘娘说 不用在这里吓唬咱家 说完又对侯尚书一家人道 咱们走 侯芳玉冲刘子光挑衅似的甩了甩下巴 扶着母亲走了 刘子光恶狠狠的目送着他们的背影 冲一旁勾了勾手指 大人有何愤促 一个大内侍卫凑了过来 查查徐太监的底子 南宫娘娘身边必须保持纯净 咱们不安插人 也不能让其他人安插去 刘子光冷冷道 慈宁宫中南宫太妃 宋太妃 前夫人三人 端坐着虚话 谈的自然是侯芳玉和长公主的婚事 古代人婚配 将就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一般没有当事人什么事 所以 这场谈话 是避开朱城进行的 姐姐看状元郎 还满意吗 宋太妃拿起茶杯 轻轻吹拂着 慢条斯理的问道 这孩子 生得好像吗 脾气也不错 才学更是没得说 南宫娘娘点点头 对侯芳玉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 第二百二十四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四集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是才看到殿下 似乎对侯公子的伤情 颇为关心呢 这婚姻大事 总是要他们年轻人 自己相中才好 前夫人脸上 洋溢着笑意 看起来非常开心 她和宋太妃 算是公主的媒人 如果这张婚事成功的话 以后和皇家的关系 就会耿静一层 是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源 姐姐满意的话 不妨及早告诉皇上 让皇上下旨 成全这种好事 长公主过了年 也十八岁了 老大不小的了 要是够快的话 清许姐姐 还能和你一起抱呢 宋太妃 拿着手帕 掩着嘴角 痴痴的笑 仿佛是她亲自嫁人 一般开心 嗯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到时候 少不得你们姐妹俩的谢美酒 男公娘娘 这就替女儿拍了把 只等支会皇上 就正式进入程序 三人又叙了一阵子话 呼听的远远的有人喊道 皇上 驾到 原来 是每日里 例行的皇上 向母妃请安的时间到了 宋太妃和前夫人 赶忙告辞 从偏门出去 回宋太妃的宫殿 继续谈私访话去了 这边 朱游孝给母亲磕了头 问了安 然后母子俩坐在一起说话 男公娘娘 自然将招驸马的事情提了出来 先问皇上 对新科状元侯芳玉 此人印象如何 侯芳玉 是朱游孝清点的状元郎 自然有些印象 皇上点点头说 侯状元不错 品貌才学 都是一等一的 娘娘道 皇儿 看招状元做驸马如何 驸马 朱游孝有些差异 随即醒悟过来 哭笑道 朕倒是把皇姐的终身大事给忘了 这状元哪样都好 就是有个不讲道理的爹爹 今天还不由分说 把朕和刘爱卿骂了一顿 和这样的人做亲家 朕 算了 只要母妃和皇姐满意 朕也同意 待会儿问了皇姐的意思 朕就下旨 让侯家送聘礼和深辰八字进宫来 南宫 娘娘道 你姐姐是个害羞的人 怎么好这样相问 皇儿 只管去坐好了 这边 有我和皇后关照着 你就别操心了 如此最好 朱油笑点点头 招驸马的事情就这样背着朱成悄悄进行着 皇帝的旨意传达到尚书府上 何府欢心鼓 似乎在昨天被刘子光欺负的事情上 扳回了一句 他刘子光再牛逼 也不能真把驸马给宰了 让公主当妄门火寡呀 侯芳玉尤其得意 他最喜欢这种 让对手有苦说不出的感觉 刘子光越是放狠话 越是能显示他的色力内人 他侯芳玉成为当朝驸马以后 就能穿上大红色的麒麟骨子官服 在刘子光跟前大摇大摆的抖威风 只要他再敢炸毛 回去和公主一说 公主再到皇上娘娘那儿一告状 那准有刘子光的好果子吃 目前这件事已经进入正规程序 只要不出披露 这个驸马是坐定了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侯芳玉很本分 连家门都很少出 更别说流连于花街流巷了 最多就是到前个老府上 打探打探风声什么的 世上没有捕头风的墙 虽然南宫娘娘刻意隐瞒着竹城 可是招侯芳玉为驸马的事情 还是传到了长公主的耳朵里 传话的正是皇后娘娘 徐元慧可不是个能守住秘密的人 朱油孝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以后 他第一时间就跑来询问竹城 难道真的相中了侯芳玉 长公主恶然 他什么时候也没表示过 愿意嫁给侯芳玉 事关重大 他赶紧找到母亲 想阻止这件事 可巧前夫人和宋太妃都在场 三个人当着朱成的面 一起夸赞起侯芳玉来 什么年轻英俊 出身名门 年少博学多才多艺 反正在他们嘴里 侯芳玉没有一丁点的缺点 只要嫁了他 以后肯定幸福和谐 生活美满 朱成心里惦记了刘子光 哪里容得下什么侯芳玉 他生性善良 不愿意当众反驳母亲 只是紧咬着嘴唇不松口 就是不答应这桩轻视 宋太妃笑道 公主这是挂念母亲 不愿意嫁 以后出嫁了 经常回宫来看就是了 娘娘给皇上知会一声 不放驸马出京做官就是 前夫人 前夫人也劝道 女人总有嫁人的一天 当初我嫁给我家老爷之前 那几天也是一样的 缠着母亲不愿意出嫁 说要守着父母一辈子的傻话 哎 成了婚就明白了 小夫妻的日子也滋润得很呢 朱成依旧不说话 她是那种外柔内刚性的人 虽然不说话 但绝不表示默认 只能代表她在做无言的抗争 织女莫若母 男公娘娘自然明白女儿心中所想 她寻个来头 将宋太妃前夫人两人请走 然后开始苦口婆心的教育起女儿来 男公太妃选择侯芳玉做驸马 确实是一片酷刑 凭心而论 侯芳玉在任何方面都极其优秀 几乎是完美无瑕的人 能嫁这样的人 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至于长公主心中挂忌的那人 现在已经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了 诸成早已不是洪泽湖边 那个身份低位的瑜伽姑娘 而是尊贵的长公主殿下 作为天子的姐姐 是绝不能嫁给别人当妾的 这事关皇家的体统 朝廷的尊严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长公主听了母亲的苦劝 依旧咬着嘴唇不说话 南宫娘娘叹了一口气道 哎 时间久了 自然就会忘记一切的 为了母亲 为了你弟弟 你就答应这桩轻事吧 朱成沉默良久 一滴晶莹的雷珠从眼角悄悄地滑落 终于无声地点了点头 看到女儿终于妥协 南宫娘娘心里也不好受 叹了一口气 让宫女陪着朱成回到自己宫殿去了 这边再差人叫宋太妃前夫人过来 通知他们这个好消息 得知公主首肯 宋太妃和前夫人当然高兴晚分 两人和南宫娘娘续到了一会儿 便离开了慈宁宫 前夫人乐点点的恢复报喜讯去了 当天正值刘子光入宫当职 他这个领事卫内大臣 肩负着保护大内的众人 每隔几天就要亲自到宫里 彻夜值班 正巧刘子光 也想借这个机会 找到长公主安抚一下 南宫之前 他可是信誓旦旦的 向人家保证过回来就娶他的 可是现在 居然搞成了侯芳玉要做驸马 无论是作为承诺者 还是作为一个男人 刘子光都觉得脸上发烧 说什么要杀人家全家 也只是泄愤而已 堂堂一品大员 哪有那么好杀的 现在只能从源头上入手 向皇上和太妃阐明情况 才能阻止这件事情 刘子光还没来得及去找长公主 就被朱油笑拦下了 非要和他探讨 关于越野车的事 刘子光没办法 只好有一搭 没一搭的陪皇上聊着 转眼 天就黑了 朱油笑让太监预备酒饭 看样子 是想和刘子光常谈了 刘子光心中着急 正想找个借口溜掉 忽然听得朱油笑提起了招驸马的事情 刘晴 你觉得侯芳玉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 有才无德 不堪大任 哦 何以见得 陛下还记得去年郭征郭玉使事件吧 最后闹得沸沸扬扬扬 整个独察院现在见到我都不给好脸色 当然急得 这侯芳玉有什么关系呢 朱油笑微微皱眉 把筷子放下 认真地问道 事关姐姐的终身大事 不由得他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督察院和围臣起冲突是因为郭征 而郭征和围臣冲突是因为一个姓徐的老太 自己跌倒反无长公主状态 而这个姓徐的老太并非随意找人讹诈 而是被侯府的嘉宾侯豹喊来的 专门挑长公主下手 刘子光微微道来 朱油笑的表情变得越来越严肃 在侯豹找人刁难长公主之前一刻中 围臣正陪着长公主微服在德岳楼体察民情 不想碰到江南四公子挑衅 仗着尚书府的权势 不但抢占座位 还企图调戏长公主 剑鱼是微服出访 围臣就没有大打出手 只是用恭敬腰牌把他们吓走了 然后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徐老太当街洒泊的时候 四公子正在旁边的楼上观看 好一个江南四公子 原来是此等样人 朱油笑一拍桌子 把旁边的小太监一个机灵 刘子光并没有指明是侯芳瑜知识的这件事 但是明白人都能听出来 这事绝对和侯芳瑜脱不了干系 为何不早告诉朕 后来因为一系列的事情 徐老太也死了 督察院也闹翻天了 关键的当事人侯豹也不知所踪 没有证据 又事关皇家的体面 此事便作罢了 是微臣的罪过 这件案子很小 而且确实没有证据证明 是侯芳瑜知识的 刘子光也不想为了侯芳瑜 得罪整个东陵系统 没想到 一时的轻敌 就造成了现在的被动局面 此人甚为阴险 皇家嫁了他 肯定不会好 朱油笑自言自语道 刘子光点点头 刚想再说点侯芳瑜的坏话 呼听的前倾门外 云般梦想 几个太监连滚带爬的扑进来 声调都变了 陛下 不好了 长公主出事了 什么 朱油笑和刘子光同时站起来 和温道 朱油笑手中的象牙筷子都掉了 刘子光手中的酒杯虽然没有落地 但是明显也在颤抖 殿下他 满滴的血 死尽了 太监语无伦次 话也说不出个 刘子光也顾不得君臣礼节 抢先跳出去大河岛 快传太医 然后 朝公主的请殿方向 狂奔而去 朱油笑也奔了出来 来不及让人准备不年了 就这样跑着过去 后面一大群太监紧跟着跑 有的不开眼的还拿着披风呼唤着 陛下 小心夜晚风寒 这都什么节骨眼了 还小心个屁的风寒 朱油笑头都不回的狂奔着 刘子光的身形甚快 后宫的近卫们 只看见一道风从前面掠过 根本瞧不见人影 到了公主的请殿外 刘子光才感到自己的心在隐隐作痛 请宫已经乱成一团 宫女太监来回哭喊奔走着 刘子光深吸一口气 一步步走进了公主请宫 朱成静静地躺在凤榻上 惨白的脸上看不到一丝血色 嘴唇都是白色的 一双眼睛闭着 长长的睫毛 仿佛还在颤动 他穿了一件和公主身份很不搭调的 鱼白色布裙 这还是在洪泽县的时候 用刘子光给的银子在几上车布自己做的 是朱成进宫之前最体面的一件衣服 死的时候穿这件衣服或许别有余意 宫殿里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地上全是刺眼的红色 然后是刘子光这样见惯了沙场的英雄汉 都心中不忍 朱成的右手放在窗边 手腕被割出了一道极深的伤口 虽然已经被包扎上了 但是还有阴阴的血迹渗出来 流了这么多血 人肯定是没救了 刘子光站在凤榻前再也忍不住悲伤 一闭上眼睛 昔日的种种情景浮现眼前 洪泽湖盘 美丽聪慧的瑜伽女 小县城桃花树下 一门眺望青山女孩 还有得月楼上 心疼满桌子糕点 要打包带回宫给娘亲和弟弟吃 还有御花园家山亭子里 在自己怀抱里抽气的柔弱女孩 一串英雄泪 从眼角滑落 男儿有泪不清谈 只因味道伤心处 这一切 刘子光真的伤心了 对长公主的死 他要负很大的责任 当东陵党开始策划 驸马事件的时候 他没有挺身而出 加以阻止 当皇太妃召见侯芳玉的时候 他只是色力内刃的威胁 要杀人全家 并未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动 甚至 当皇上发出圣旨 要侯芳玉的身成八字的时候 他还是畏首畏尾的不敢明说 直到皇上提问 才想起说侯芳玉的坏话 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就采取鸵鸟政策 让人家一个弱女子 一肩承担所有的压力 这还是男人吗 这哪点像镇武侯刘子光的左派 难道 为了这些扶民 为了所谓的世俗压力 就能牺牲掉善良的朱成吗 刘子光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 如果能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他甘愿放弃所有的权力和财富 带着朱成远走高飞 可惜 可惜 已经没有如果了 朱油孝紧跟着也到了 金官跑掉了 靴子也丢了一只 气喘吁吁的朱油孝 一看见姐姐这副模样 立刻扯着嗓子大喊道 太医 太医都死哪儿去了 太医的反应也不慢 皇上前脚到 他们后脚就到了 忙不迭地跑进来观察了长公主的伤势 一个个面露难色 为首的医官兜胆道 公主全身的血都流尽了 老朽实在无力回天 还请皇上节哀 胡扯 黄姐明明还有救 她睫毛还动呢 你们这帮废物 要是救不活公主 统统拉出去斩了 朱油孝爆发雷霆之怒 顺手将案子上一兵极其名贵的玉如意 摔在地上摔成了七八片 宫女太监太医们吓得魂飞魄散 顿时跪倒一片 求皇上饶命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225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225集 此时皇太妃和皇后也到了 南宫娘娘听说女儿出事 连衣服都没穿齐 就跑来了 本来想 过几天风风光光 嫁女儿的娘娘 此时却只能看着 女儿的尸体发呆 十年了 十年民间惨淡愁苦的生活 都撑过来了 没想到进宫不到一年 就让公主送了性命 南宫娘娘一口气没上来 当场昏倒在地 皇后和宫女赶紧掐人中拂胸口 好容易一口气上来 八角的把皇太妃抬到另一张榻上 太医们打开药箱又开始工作了 皇太妃昏倒是因为寝宫中人太多了 导致空气流通不畅 这会儿 这会儿闲杂人等都被皇后赶了出去 只留下必要的人照顾娘娘 刘子光依然如同泥塑一样呆立在那里 一只手扶着旁边的铜柱子 没有人发现 侯爷的手指已经深深地抠进了铜柱子里面 两个小宫女拿了一匹白仇过来 轻轻地盖在长公主身上 然后慢慢往上拉 渐渐地就要遮住珠城苍白的面旁了 忽然刘子光大吼一声 住手 宫女吓得一哆嗦 惊诧地回望着两眼通红的侯爷 人还有救 赶紧给我准备东西 听到刘子光的喊叫 宫女太监面面相去 都以为侯爷发颠了的 血都流干了 还怎么救啊 一时间竟然没有人动作 那边朱游笑听见刘子光说 还有救 立刻奔过来咆哮 愣着做什么 赶紧照侯爷说的做 宫女太监 这才如梦初心 按照刘子光的命令 动作了起来 烧热水 准备大盆 洗干净了几个瓶子 上蒸笼消毒 刘子光交代完 抓过朱游笑 说道 皇上 现在急需人出宫一趟 我府上有个医药箱 里面的器材都是必备的 还要有人去南厂衙门 把羊郎中揭开清外 速度越快越好 他们到了之后 长公主还有一些生机 那就快去啊 朕马上派人 不 朕亲自去 朱游笑一转脸吼道 侍卫何在 两个大内侍卫急忙跳进来 听候拆卿 朱游笑把身上的龙蚊玉佩摘下来 丢过去 你们速去镇武侯府 去医药箱 朝静路走 拿着镇子信物 有人阻拦 割杀无论 两个侍卫 揭露牌子迅速的离开 朕亲自驾车出城 朱游笑丢下一句话 就奔出了宫殿 皇宫位于京城东部 距离最近的城门 是正阳门 这座城门 平时一到晚上 都是关的 没有天大的事情 绝不会打开 如果走西面的通缉门和聚宝门 则要经过繁华的秦淮商业区 虽然已是深夜 也是满街车马行人 不好走的 能强行通过正阳门的人 除了刘子光 也就只有朱游笑 换了其他人 还真不行 朱游笑 先从御马间准备马匹台马 直接开了越野车过去 两个侍卫跟随左右 越野车在寂静的皇宫里 发出震耳的轰鸣 风驰电车一般直冲出去 惊得当直与邻军们侧目而须 皇宫里的地面 都是平整的石板扑鸠 汽车开起来速度很快 可是不多时 就要遇到高高的门槛 这时朱游笑就会跳下车 和侍卫们一起把越野车抬过去 幸运的是 这辆车是简易版的 好用的钢铁材料不多 所以四个人就能抬动 出了五门以后 就是一马平川了 左右分别是太庙和设计坛 前面是承天门 出了承天门 就是红武门 然后就是正阳门 这一段路程 全是石板路面 而且没有一个人 越野车开亮两个车灯 呼啸而过 在红武门附近 还遇到东城兵马司的巡接骑兵队 带队的指挥使 正是红杉团的老人鲁英 一年的指挥使生涯 已经使这个贵州厨子磨练成一个合格的军官 看见车上穿龙袍的青年 以及两个眼熟的大内侍卫 鲁英当即命令 骑兵跟随护卫 一辆车 几十匹马 在东城寂静的大街上 狂奔起来 直奔正阳门而去 幸运的是 正阳门的首将 也是个机灵的家伙 他刚刚喝了花酒回来 正走到城门边上 就看见猪游孝一行人过来 猪游孝的龙袍 在城门的电弧灯照耀下 极其信慕 而且 他身后两个大内侍卫 都是四品高级侍卫 专门保护皇上 再加上 东城兵马司的骑兵跟随 首将的酒意 一下子就醒了 快个正开门 猪游孝从驾驶座上站起来 冲守城兵族喊道 鲁英他们也跟着狂喊 快开门 大有这边不开门 那边就要动武的架势 开门 首将在一瞬间就做出了决定 虽然不知道皇上这么着急出城 是什么原因 但是他明白 如果耽误了皇上的事情 自己这颗脑袋立刻就得搬家 至于私自开门的责任 明天让他们找皇上说礼去吧 出了正阳门就是平坦的吐露 非常适合越野车和战马的奔驰 骑兵们已经将松油火把点燃 紧跟着越野车向南场方向狂奔 可是战马毕竟跟不上汽车的速度 很快就被甩在了后边 两个奉命去镇武侯家的大内侍卫 一路翻墙跃迹 怎么进怎么走 怎么快怎么走 有皇上的玉佩在手 倒也没有不实相的人前来阻拦 不多时 他们就出了皇宫 赶到了距离紫禁城不远的镇武侯府 彭静荣在家坐镇 反应速度自然极快 放在书房里的医药箱 被迅速取出 交给侍卫带走 前后连片刻的事件都没有耽误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等医药箱拿到皇宫的时候 朱成已经躺在装满温水的大墓盆里 这是用来恢复体温的最好办法 为了保持水的温度 不时有宫女将热水加进去 将冷掉的水置换出来 宫主的伤口也敷上了上好的精疮药 用绷带包扎起来 刘子光让人准备了参汤 硬生生的往宫主嘴里观 不知道这有没有用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医药箱到了 刘子光赶紧打开箱子 举手从穷子博士那里敲诈来的玻璃针管 换来一个侍卫 让他从自己身上抽血 侍卫毫不含糊 足足抽了满满一针筒的鲜血 要知道 这可是大型针筒 一管子下去 足有四百毫升 不够 再来 刘子光取下捆住右臂的皮条 扎到了左臂上 用右手和牙齿扎紧 继续让侍卫换一个针筒接着抽 抽出来的血 被装进消过毒的瓶子里 然后用橡胶软管和细如牛毛的空心针 扎进珠城的血管里进行输血 生命之拳 一滴滴的注入了公主的血管 但是人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再抽 刘子光斩钉截铁的说 将手臂又伸给了那个临时充当护士的侍卫 侍卫 那侍卫见刘子光的脸上 明显的没有了血色 哪还有胆子在抽 让你抽 你就抽 哪那么多废话 是 侍卫只得将粗大的针筒 再次伸向刘子光的胳膊 愿孽呀 目睹这一幕的皇太妃 皇后 宫女们都黯然累下 郑武侯 这是在拿命救长公主啊 尤其是皇太妃 明明知道女儿的心思 还将她逼到这条绝路上来 现在如何不悔恨晚分 等穷斯博士赶到 长公主体内已经有了三千毫升刘子光的血液在流淌了 按理说 这么多血液不足以使失血过多的伤者恢复健康 不过 刘子光的血液里含氧量特别高 基本已经可以支撑一个人不死了 上帝啊 你居然抽了这么多血还没事 真是太神奇了 穷斯看到四个装血的空瓶子 忍不住发出了惊叹 刘子光无力的笑笑 苍白的嘴唇 已经看不到一丝颜色 你来了就好 我的血不够 还需要继续输血 当然要继续输血 下面的工作交给我好了 穷斯换上消过毒的白袍子 洗了手戴了口罩 全面接管临床工作 但刘子光依然坐在原地关注着 长公主需要很多血液 这很容易办到 大批的宫女侍卫都可以献血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的血都能用 穷斯博士 选那些面色红润的宫女 每人先抽一点血样 和长公主的血进行陪血 如果血腥复合的话 就可以用 整个皇宫都被调动起来 所有的宫女都要献血 宋太妃自然也得到了风声 她赶紧换了衣服 装作很惯心的样子 来到公主请宫 打探消息 到了宫门口 却被侍卫生硬的挽下了 说没有皇太妃的意志 所有人不得靠近 更多的血液 输入了珠城的血管 她苍白的面旁 终于有了一点颜色 渐渐的 眉毛合动了两下 嘴唇张开 微弱的声音说道 马公子 不要 不要 看到长公主苏醒 一帮人呼啦啦全围了过来 然后被猪油啸又轰了回去 只将母亲拂过来探望 众人都不明白 公主口中说的马公子 是何许人也 男公娘娘心里 却明白得很 这是女儿在做噩梦的 想必是梦到了 淮英县的恶公子 马如龙吧 正是这个马如龙 让人烧了他们娘俩 牺牲的草棚 用伪造的借举 逼迫珠城嫁给自己 也正是那一次 朱城认识了刘子光 现在马如龙已经被淋吃了 可是在朱城心里 留下的阴影却依然那么深刻 男公娘娘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让朱城做这个噩梦的罪魁祸首 其实是侯方语 他和马如龙都是一副 斯文败类的打扮 手里还拿着折扇 这种形象 是朱城从心底里就掩误的 诚儿 醒醒 娘在这里 朱城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 缓缓扫视一周 开口道 娘 这是什么地方 听到女儿问这是什么地方 男公太妃哭道 儿啊 这是你家呀 你的寝宫 什么寝宫 娘 你身上的衣裳真好看 是绸子的呢 朱城无力地转动脖子看看旁边 娘 这么多小姐公子围着咱们娘俩做啥 皇姐 他们不是小姐公子 都是你的下人奴婢 你怎么了 不记得这是什么地方了吗 朱尤孝探过头来 关切地问 公子 我不姓黄 我姓曾 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认识 朱城的眼睛里 全是迷茫和疑惑 分明是失去记忆了 失血导致的脑部缺氧 暂时 活着永久性的丧失一部分记忆 穷斯博士 在一旁说道 这 这可如何是好 太妃和皇上赶紧求救 首先 不能让病人受到刺激 如果没猜错的话 殿下是自杀吧 导致他自杀的病因 一定要根除 和这个有关的所有人员 甚至相关的话题 都绝不能在病人面前出现和提及 否则 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穷斯博士 将太妃和皇上 请到一边 叮嘱道 你是说 他会疯吗 男公娘娘吃一顿 继续刺激 导致精神分裂的可能性很高 要是你们找些殿下喜欢的人陪着他说话回忆 才有可能逐步恢复 切记 千万不能让殿下再受刺激 哀家不会再犯错了 吩咐下去 所有宫女太监 一律不准提及驸马 侯方欲此类的字眼 为者 太妃想了想 最终下了决断 为者 杖毙 朱油孝 恶狠狠的帮母亲补充着 所有服侍公主的太监公女们被集合起来 接受这一新规定的教育 人群走开之后 就把坐在后面的刘子光露了出来 他知道朱成苏醒之后 并没有背上去嘘寒闷暖 而是默默的坐在后面 欣慰的笑着 朱成对所处的环境充满陌生和畏惧 那么多穿着考旧衣服的有钱人 围着自己 还有这床 这房子 这家具 都是那么的豪华 出身贫寒的瑜伽女 忽然置身豪华宫殿之中 心情紧张 是理所当然的 朱成畏缩的打量了周围 忽然看见了不远处的刘子光 刘公子 长公主怯生生的喊道 无论记忆如何损伤 刘子光都是他心中最难忘却的人 刘子光失血过多 不过还能坚持 他趁着虚弱的身躯走到窗前 微笑着说 放心 有我在这里 嗯 朱成幸福地点点头 只要刘子光在面前 一切的不安和担心都抛到脑后去了 他看到刘子光面色苍白 关切地问 你哪里不舒服 我去做碗面汤给你吃吧 我没事 你放心休息吧 刘子光轻轻按住要起床干活的朱成 示意他不要乱动 因为加了安神药水的生理盐水 还在滴住 那 那你别走 朱成小声道 说完 苍白的脸上 居然浮起两朵红云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六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六集 我不走 永远都不会走 刘子光握住朱成的手 食指相交 兴事淡淡的安慰着 朱成安心地笑了 药物的作用开始减笑 他握着刘子光的手沉沉睡去 刘子光也不把手抽回 就这样静静地陪坐在一旁 刘青家这是 朱游孝很奇怪 什么时候黄姐和郑武侯这么亲密了 话还没说完 就被皇后一把捏住摇肩 噓 别妨碍黄姐休息 宫里所有的人都被撤走 只留下两个机灵的宫女 在门口停后拆钱 其他人都聚集到了偏殿里 继续商议 医治公主的办法 正商量着 南宫娘娘身边的首领太监徐荣过来兵报 说是宋太妃在宫门外请见 有钥匙商量 南宫娘娘沉饮片刻道 让宋太妃去早早歇着 而且没空管她的钥匙 徐荣应声出去 娘娘又道 慢着 公主这边的事情切莫外传 徐荣再次躬身道 谨遵娘娘口语 尽管娘娘再三交代严禁泄露公主自杀未遂的事情 可是整个皇宫大半夜闹得沸沸扬扬 怎么可能瞒得住别人 只不过流传的版本多有不同 有人说公主遇到刺客了 还有人说公主是自己跌伤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长公主都受了很重的伤 至于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情报通过宋太妃的渠道传到前夫人耳里 而后又传到了尚书府上 这帮人顿时心交起来 长公主一出事 整个婚姻进程就要大受影响 虽然有圣旨在手 但那并不代表长公主就是他们侯家的人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没有人能帮上忙 大家只能坐在家里干着急 皇宫内院的事情 钱千亿和侯巡都不能公然去问 皇宫的出入也比以前严格了许多 想借着打探唐姐的由头进宫 打探消息的办法也行不通了 而那个该死的刘子光 却天天待在皇宫里 听说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回府了 不行 绝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如果这样下去 婚事肯定会被刘子光那似教皇 侯房玉考虑再三 决定孤身进宫 查谈究竟 这个想法刚说出来 就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 且不说皇宫内院 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就是混进去了 又能如何呢 难道还能把公主拐带出来不成 你们放心 我自有分寸 侯房玉 矜持的一笑 对于自己的个人魅力 她还是很有自信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抵挡住自己迷人的微笑 如果她侯房玉下决心追哪个女人 就一定能成功 别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公主了 就是尼安里清心寡欲的尼姑 遇到风流倜傥的侯公子 也只有乖乖投降的份 侯房玉的计划 是要混进皇宫 找到长公主 施展自己的泡妞大法 将生米做成熟饭 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根据上次在御花园赏花的印象来分析 长公主对自己还是很有好感的 不过 还没达到死心塌地的喜欢那种地步 或许是她的欣赏水平 还达不到那个层次吧 侯房玉这样想 她这样洪泽县出来的丫头 自然不能和京城里的大家闺秀相比 乡下丫头喜欢的 可能是那种坏坏的男孩形象 哼 要论坏 我侯房玉可不比别人差 想到这里 侯房玉又是微微一笑 侯夫人对儿子的计划 很不放心 可前夫人对侯房玉的计划 表示支持 说宫里的事情 不用担心 有宋太妃和徐公公罩着呢 万一被发现 事情闹开了也无所谓 毕竟男公娘娘对这个未来女婿还是很喜爱的 就算为了长公主也不会让侯房玉出事 到时候 说自己因为担心公主的病情才混进来探望 说不定还能博取丈母娘的欢心呢 主意打定 众人便开始操办起来 还是走徐公公的路子比较稳妥 徐公公不缺银子 可是有些亲戚需要照顾 侯尚书答应事成之后 帮徐荣的本家侄子谋个肥缺 这才把事情定了下来 虽然皇公的进出检查 比以前严格了许多 但是身为男公娘娘身边的首领太监 徐荣还是有些特权的 这天 他特意选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小太监 跟自己一起出宫办事 然后偷偷上了一辆马车 让小太监和早已等候的侯方玉 互换了衣服 然后 徐荣带着伪装成太监的侯方玉 回宫去了 有徐荣的关照 侯方玉顺利地进入皇宫 他面白无须 装成太监 破绽不大 只是得把那份狂放不济的才子风度 收敛起来 免得被那些虎视眈眈的大内侍卫们发现 侯方玉特地将帽子压低 弯着腰 小心翼翼地跟在徐荣身后 先朝宋太妃住的宫殿走去 在里面徘徘徊了一段时间 一边打探情况 一边等待时机 徐荣毕竟是个太监 没有资格去探望长公主 只有请宋太妃才能将侯方玉带进公主的庆宫 宋太妃到底是前夫人的堂姐 姐妹俩的胆子都很大 略以思索便同意了侯方玉的计划 只是长公主那里 随时有刘子光镇守着 去的时候必须逼个她 真是不成体统 身为公主 居然让个男人守在宫殿里 也就是他们这样的野狐蝉的娘娘和公主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宋太妃对前两天她被挡架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话刚说出口 便觉不妥 笑道 状元莫在意 本宫心直口快 忘了那是你没过门的媳妇了 宋姨 您这说的是哪里话 长公主也就是占了是皇上亲姐姐的身份 要不然就凭她一个乡下丫头 给我做小妾 我得嫌她俗呢 侯方玉故意顺着宋太妃的脾气说话 她知道宋太妃并不喜欢诸城母女 不为别的 就是单纯的嫉妒而已 同样是先皇的妃子 十年前不如她 现在还不如她 甚至还要去屈以奉承 要不是想从她娘俩身上捞点好处 宋太妃才不屑于搭理她们的 不说这个了 待会本宫给你创造机会 能不能迷倒那个小丫头 就看你的本事了 哼 宋姨 你就瞧好吧 不把那小丫头当场推倒 我就不姓宋 侯方玉自信的笑道 又说了一会儿话 一个宫女进来离报 说郑武侯已经离开宫主的秦宫了 事不宜之 宋太妃马上行动起来 换了衣服 让宫女准备了一根千年人参 用锦盒装了 带着一干宫女太监 捧着人参朝宫主秦宫走去 侯方玉就混在宋太妃的队伍当中 宋太妃一行人 缓步来到宫主请宫前 一个太监上前通传 说是宋太妃前来探望宫主了 不多时 里面回话 说快快有请 宋太妃不经意的微微转头 对捧着锦盒的侯方玉望了一眼 后者抱以自信微笑 太妃沉声道 头前带路 两个宫女挑着宫灯 鸟鸟亭亭 引着他们进去了 掌公主的寝宫庭院里 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宋太妃不满的哼了一声 傅妃道 到底是渔村出来的野孩子 就是没规矩 不过脸上依然洋溢着关切的微笑 轻移连步朝前走去 侯方玉端着锦盒 低着头紧跟在后面 忽然 身后的宫门 咣当一声关上 四下里跳出几十名大内侍卫 明晃晃的钢刀闪着寒光 众人一起高呼 拿贼 声音震耳欲聋 把宋太妃吓得一个机灵 不过宋太妃到底是在宫里待过几十年的老人 一瞬间就恢复了镇定 客道 反了你们不成 本宫身边 哪里有贼 拿的就是你身边的贼 随着一声怒吓 驱眼的寝宫大门后 转出一人 穿着红色做蟒袍 不是刘子光 还能使谁 大内侍卫们 如恶狐扑石一般 将宋太妃身边的从人 尽数案犯在地 侯方玉是第一个被制服的 四个侍卫压住他的手脚 还有一个侍卫 提到直接将他的裤子割开 露出侯方玉 笑傲花丛的硕大奔前来 侯爷 发现魏晋深太监一名 好啊 宋太妃 引男人入宫 会乱功维 该当何罪 你自己风流快活也就罢了 把这个男人带到长公主请宫来 使何举行 刘子光 立声鹤奔着 根本没有把宋太妃放在眼里 这是招了人家的道 再说什么都没有用 捉贼拿赃 捉奸成双 一个大男人 打扮成太监模样 跟着自己满皇宫的乱跑 真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本宫 要见南宫娘娘 宋太妃面如死灰 幽气无力的说道 你没有资格见任何人 来人 将他们打入天牢 刘子光板着一张铁脸 丝毫不留情面 你们别碰我 本宫是先皇遗双 你们不能抓我 呸 你个老婊子 先皇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给我带下去 侍卫将宋太妃 先行拖了下去 然后刘子光 走下台阶 来到侯房玉跟前 用靴子剑 挑起侯公子的下巴 逼一刀 脑婊子找的面手 还挺英俊 既然进宫了 就不能让你白来一次 来人 把这小子送进室房 你们放开我 我是当朝状元侯方玉 我是驸马 我是礼部尚书 侯 侯方玉两眼冒火 徒劳的挣扎着 被四个侍卫抬走了 其余的太监宫女 也被勘押了起来 听候审理 南宫娘娘的宫中 徐荣刚踏出房门 就被两个大内侍卫 锁住了脖子 大胆徐荣 私自带外人进宫 还不伏法 皇宫里 有个叫做靖氏房的小机构 专门负责阉割自愿入宫的男子 其实 民间也有类似的营业场所 都是祖传的手艺 不过 论起专业性 还是靖氏房的成功率最高 不但割不死人 还保证不影响以后的小便通常 侯方玉歪歪唧唧的不老实 被侍卫一拳砸晕 等他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洗得干干净净 摆在靖氏房的案板上了 几个笑眯眯的老家伙 手里把玩着奇形怪状的锋利道具 正瞧着自己的 侯方玉被捆成大字形 两腿分开 正露出中间的尾物 这可是侯公子 笑傲花丛 威震情怀良安的本钱 现在就要和主人分离了 不得不说是京城风月界的一大损失 越过那几个拿着刀子 不怀好意的老家伙 看见后面站得正是素敌刘子光 这个可恶的家伙 正抱着膀子 阴沉的坏笑着 侯方玉顿时怒火万丈 高声吼道 谁敢动我 我是新科状元 当朝驸马侯风月 你们想死了吧 呸 你个淫贼到现在还不死心 居然冒充状元 当真该死 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 动手吧 刘子光鄙夷的催了一口 抱着膀子 站在后面继续看大烟活人的把戏 师傅用白布 把侯方玉的下腹部和大腿上部紧紧绑牢 然后用辣椒水洗涤将药手术的部位 主刀上场 拿出一把类似镰刀的钩刀 在火上撩烤了一会儿 一手拿住侯方玉的硕大本钱 一手将钩刀伸到本钱的根部 用力一拉 锋利的刀子将状元狼的传家宝连根切下 刀口整齐显示出了主刀师傅 贤熟的记忆 好 刘子光带头鼓掌 其他几个看热闹的侍卫 也跟着拍着巴掌叫好 主刀师傅得意的四下拱手 哎 见笑 见笑 让各位爷见笑 侯方玉已经疼得昏迷了过去 负责善后的师傅 赶紧上前用一根白蜡针插入状元的尿道 然后用绳子拴紧 伤口敷上草木灰 用浸过冷水的纸覆盖 最后小心的爆炸好 经过这一系列的程序后 侯方玉还不能马上卧床 必须有人搀扶着 在屋子里走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卧床 手术后三天 必须滴水不浸 三天过后 拔掉白蜡针 鸟喷涌而出 即严格成功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刘子光就没有兴趣 在心上下去 他留了三个侍卫 在进食房 让他们看着侯公子 以免他做出过激举动 自己先回去了 至于侯公子的宝贝 被仔细的放进了一个广口玻璃瓶 用药水浸泡着 等到合适的时机 刘子光自会送到侯府上去 让侯尚书也分享一下乐趣 这两天 刘子光并没有拿侯家人开刀 并不代表他把这口恶气忍了 南场的力量被彻底的调动了起来 监视侯府前府 在宋太妃宫里安装了窃听器 徐荣的一举一动 更是在严密的监控之中 既然要报复 就要把所有牵扯到这件事的人都打击到 尤其是这个不甘寂寞的宋太妃 仗着宫外前阁老的关系 牛逼哄哄 这回通过打击宋太妃 也能给钱谦一点提醒 不要试图触摸刘子光的底线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七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七集 侯方玉想通过徐荣混进皇宫 实在是极其愚蠢 有时候 极度自信的人 就喜欢用些纯办法 刘子光在第一时间 就知道了对方的计划 又气又乐 索性让敬尾们故意放水 将侯方玉放了进来 然后关门打钩 其实长公主现在 已经不在皇宫里居住了 刘子光连夜派工兵 在玄武湖中的岛子上 搭建了一个渔村 找了些渔民住进去 然后 趁长公主昏睡的时候 把人挪了过去 因为杨郎中又说了 要让病人在记忆时段 消失以前的环境中生活 对病情大有好处 这牵扯到脑子的事情 娘娘和皇上 哪有不应允的道理 一切事宜 交给了刘子光 全权办理 不管费多大力气 花多少钱 只要能治好长公主的病 都在所不惜 正因为如此 刘子光才会选择 在公主寝宫里拿人 这样 可以坐实送太妃 和侯芳玉的罪名 你一个大男人 装成太监模样 混进公主的进宫 这道理 到哪儿都说不过去 给他安神的罪名 都是成立的 监视徐荣 在宋太妃宫里 安装窃听器这些事情 并没有告诉南宫娘娘和皇上 直到侯芳玉被处理完毕 才告诉皇上 宫里混进了坏人 意图对长公主不轨 已经被警惕性极高的 大内侍卫们情获 现在长公主的地位 和皇上差不多 凡是涉及到她的所有事宜 一律无条件开绿灯 凡是对长公主不利的人和事 一律从快 从重 从严打击 不管是谁 一查到底 刘子光迅速将宋太妃和侯芳玉处理了 就是本着这一铁的原则来办理的 长公主割腕自杀 失去记忆 都是宋太妃宝媒引起的恶果 现在他居然又私自把侯壮元带进宫来 还想混进宫前 这不是嫌长公主的病还不够重吗 还想再刺激一把 还有那个徐荣 居然吃里爬外 私自带人入宫 这都是天大的罪孽 打死他都不亏 即使南宫娘娘脾气再好 这回也动了真气 哀家不管了 一切交给皇上和皇后处置 宫中混进了男人 这案子被皇上交给了内务府处置 也是符合规矩的 因为大内侍卫只有当场处置的权利 并不具备事后执法的职责 内务府接了案子 也没什么好做的了 冒充太监侯方玉 已经成了真正的太监 宋太妃也已经在天牢里住着 徐荣也被 和前千亿侯寻他们关系 一直很好的魏忠贤 也丝毫帮不上忙 即使能帮忙 他也不敢帮 因为事情涉及到长公主 那可是皇上和娘娘 还有镇武侯的心尖子 丝毫的差池 都能葬送掉自己 来之不易的政治前途 尤其是后者最为可怕 自己已经没有小鸡鸡供他割了 那么能割的就只有这颗脑袋了 要依着刘子光的脾气 起码要三尺白铃 刺死宋太妃 再将侯方玉满门朝展 可是最终 心慈手软的男公娘娘 还是忍不住出面干预了 说是为了女儿的病情 不愿在天杀戮 一切从轻发落 经过内务府的调查 混进内宫的男子 确系星科状元侯方玉 并非什么淫贼 混进宫来 主要是为了探视长公主的病情 但是无论理由多么的充分 和令人同情 乔装进宫这条大罪 是洗不干净了 既然状元静身了 就相当于受到了服刑的惩罚 内务府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 等养好了伤 放回家就行 内务府不追究 不代表朝廷不追究 皇上借口侯方玉品行 不减点 多了他的状元头衔 以后永不录用 侯寻教子无方 罚疯一年 宋太妃从天牢里放了出来 不过太妃的头衔被剥夺 沦为普通宫女身份 打发到换衣局干粗活去了 至于拿贼有功的刘子光和众侍卫 各有丰厚的上司 前尚书府上 前千亿和夫人正过府败望 自打侯方玉化妆进宫以后就没了消息 皇宫封锁得极其严密 根本联系不到宋太妃 侯夫人挂念儿子 急得发烧上火 我闯不起 侯寻没办法 只好请前千亿两夫妇过来商议 侯大人多劝劝夫人 玉儿聪明激进 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 一定不会有事的 前夫人劝着 玉儿的本领 我自然知道 可是那毕竟是皇宫内缘 这都一天一夜过去了 怎么还没有音讯传出来呢 侯寻愁眉苦脸的说 别担心 姓许是玉儿已经和公主把生米做成熟饭 住在宫里乐不思蜀了呢 前夫人打趣着 虽然老徐娘 可是风韵又在 拿着手帕捂着嘴 痴痴没笑的样子 很符合侯寻这样中老年帅哥的胃口 当然 侯寻此刻不会有别的想法 他摇摇头道 难说呀 皇宫里发生的事情 一丁点都没有透露出去 即使掌握了锦衣卫的前千亿 也没有能力把手伸进南厂和东厂控制的皇宫 千千亿思索片刻道 回头 我派人去找魏公公 司礼间那边总会有些消息 哈哈哈哈 不用那么麻烦了 本侯来给你们报喜了 随着一声豪爽的大笑 一身红装的刘子光 大踏步的 从大门口方向走了过来 耳朵极其灵敏的他 已经听到了前千亿说的话 人还没到话就接上了 随着刘子光左右是一帮大内侍卫 各个手扶刀柄 傲气冲天 侯府的家丁早被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所以连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 刘子光这尊恶神忽然不请自来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侯寻联想到刘子光 曾经说过的狠话 不由的紧张起来 扭头看看前千亿 一颗狂跳的心 又稍微平静了些 毕竟内阁守魁在这里 他刘子光不敢公开杀人 刘子光也没有动武的意思 他脸上浮现的全是真诚的笑意 大大咧咧走到堂上 惶顾三位老爷夫人 一勾手 手下奉上一个硕大的锦盒 刘子光将锦盒中的广口玻璃瓶拿出来 放在了侯府正堂的八仙桌上 笑眯眯的说 本侯给你们送礼来了 众人狐疑 定睛看去 广口瓶子里 成的是一根硕大的男人洋物 而且是心搁下来没多久 颜色还很鲜艳 令刘子光纳闷的是 最先反应过来的居然是前夫人 这位半老徐娘 惊恶的手帕都掉了 不由自主的惊呼了一声 玉儿 不错 侯府公子 乔装成太监擅闯内功 被竟是防烟了 本侯好心给你们送回来 你们可要好好保管哦 至于阉割的费用嘛 本侯垫付了 哎 侯上说 你别掏银子 同殿为尘 六两银子的交情咱还没有吗 你再掏银子 就是骂我了 刘子光 恶毒的说着 侯巡已经被打击的说不出话来 他老眼昏花 就看见瓶子里黑压压的一坨东西 正想掏出眼镜看个究竟呢 听刘子光这么一说 惊得眼镜也掉了 呆坐在椅子上 说不出话来 刘子光冷笑一声 转而向前夫人说道 前夫人好眼力啊 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侯公子的宝贝 看来 以前经常把玩呢 呵呵 本侯当真佩服的井 本侯第一眼看见的时候 还以为是跟驴边呢 要是其他的问题 前前义一定会摆起内阁守魁的身份 呵斥刘子光一番 可是此时 他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冷冷的看了自己的夫人一眼 一甩袖子 静止走了 哎 前大人也是个苦命的人呢 刘子光望着前千亿愤怒离开的背影 很同情的叹了口气 前夫人手足无措 呆坐了片刻 颜面而去 刘子光闯进来的时候 就有侯府的丫鬟跑进去 禀告了夫人 夫人硬撑着病体走了出来 还没看到桌子上的玻璃瓶 先看到了机智气势的大恶人刘子光 刘子光 你把我儿藏到哪里去了 我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早晨就跟你拼了 玉儿 玉儿他 已经被这个贼死 侯寻一张英俊的老脸上 五官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 他呼的站起 伸手要去拔墙上的家传宝剑 要和刘子光玩命 侯夫人听见丈夫这样说 也惨呼一声 撇开丫鬟的搀扶 挥动着指甲朝刘子光扑过来 刘子光纵身向后一跳 避开两位老人的雷霆一击 变戏法一样从袖子里摸出一个明黄色的卷轴 沉声喝道 皇上有旨 侯寻夫妇听旨 没想到 刘子光还是带着圣旨来的 面对钦差 侯寻夫妇只能强压着满腔的怒火 对仇人跪下 听他宣读圣旨 奉天成运 侯寻伐奉一年 侯氏消去告命品级 割出侯方玉静氏功名 静族家中以观后效 请此 刘子光念完圣旨 将卷轴一合 侯尚说 接旨吧 侯寻满脸悲愤 用力的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着 臣侯寻灵止 显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说完 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 侯尚说 也不要太激动了 你儿子 再过两天就回来 现在伤口还 春天又容易见风 竟是房的师傅们照料的很周到 放心吧 至于你老侯家 吾后的问题 也好解决 这些年 侯公子在外面留下的野种可不老手 随便找一个回来 随便找一个回来就是了 实在不行 不是还有上书大人您吗 瞧您这身子骨 再生一个同样优秀的小侯公子 也不是难事 哈哈 刘子光说吧 带着侍卫们扬长而去 只将背影留给眼睛喷火的侯府众人 三天以后 心同枯搞的侯方语 被一顶小轿抬到了府里 他一回府就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出来 拒绝和任何人说话 就连最要好的冒屁江等人来了 也不愿意接见 甚至连茶饭都吃得很少 从名声远播的江南四公子之手 附设领袖 新科状元 未来的驸马爷 一路狂跌 成为一个无用的阉人 这种巨别 就是神经再坚强的人 也支撑不了 怕儿子寻短见 侯寻夫妇让佣人彻夜守在书房外面监视着 没到吃饭的时间 侯尚书就亲自来劝 拿汉朝时候司马迁的故事来鼓励儿子 希望他身残至尖 振作精神 做出一番大事业 在父亲的鼓励下 侯方语终于拿起了书本 他立志要效仿司马迁写出一本千古流传的名著来 考虑再三 书名定为名史 要记录下大明几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中间善恶 自打上次从侯府出来以后 钱千玉就再也没有和侯寻打过话 人要脸 树要皮 何况是他堂堂的当朝内阁受魁呢 幸运的是 自家夫人和小侯公子的丑事 并没有宣扬出去 这才让钱大人稍微放了点心 钱夫人自知对不起丈夫 很自觉地搬了出去 让一直住在钱家别业里的柳如氏 搬进了府邸 当然 休妻这种有损颜面的事情 是不能做的 细想起来 钱千玉还要感谢柳子光呢 没有他这一闹 自己做梦都不知道 被小侯公子送了一顶绿油油的房间 现在夫人从眼前消失了 长袖善武八面玲珑的柳大家搬进了府里 也算随了钱格老的一个夙愿 私立间大太监魏忠贤的心理很不舒服 柳子光丝毫没有和自己打过招呼 就仗毙了东厂系统的虚荣 这分明是不把他魏公公 不把东厂放在东厂里 看这样子 南厂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压在东厂头上 柳子光当驸马也是板上顶顶的事 是迎人还是策划反击 魏公公陷入了沉思 玄武岛屿 先前是皇家花园 建有雅致精美的小庭院 种着竹子各种珍奇花卉 养着仙鹤天鹅梅花鹿什么的珍奇动物 一夜之间被红山团的工兵推成了平地 建起了茅草棚子 猪圈 牙蛇 花圃改成了菜地 竹林变成了庄稼 就连小码头上的画坊 也变成了破旧的小山伴 一群衣着简朴的渔民被连野拉来 住进这座一夜之间建成了村子 灵狐的一所小茅棚里 身穿电缆布裙的增成 正坐在灶前烧锅 一边拉着风箱 一边往炉堂里递着柴火 白镜的小脸上被锅灰弄得脏兮兮的 不过他的神情非常的愉悦 眉飞色舞的 一边烧锅一边哼着小调 锅里一饭 身旁还有两条肥美的大鱼 等着十段 过一会儿 等他京城卖鱼回来 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了 还有从村里酒铺 沽的二两白酒 给他结结缠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八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八集 曾成行中的那个他 就是自己还没原房的男人 刘子光 现在他们两人已经离开了洪泽湖 搬到了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岛上居住 这里没有官兵 没有水匪 没有财主恶霸 没有磕卷杂水 有的只是心爱的人 和善的邻居 和这一片 毕泊万青的湖泊 当然 这些都是刘子光告诉曾成的 可怜的长公主受过强烈刺激 脑组织又曾经严重缺氧 所有的回忆 都停留在了入宫以前的状态 而且随时都有恶化的可能 稍有不慎 就会变成脑残 所以大家选择了就近的玄武湖 作为疗养场所 这个湖泊 本来就是皇家产业 现在更是警卫森严 绵长的湖岸上 每隔二十步就占了一个警军 严禁先扎人等靠近 湖里的那些渔船 都是特意安排的 渔村里的居民也经过严格培训 怎么说话 怎么办事都有规定 反正是 不能把曾成当作长公主看待 把她看作是一个普通的瑜伽女孩 就可以了 为了治疗女儿的脑病 南宫娘娘也脱下了风袍 换上了金钗布群 住进了渔村 陪着女儿一起过苦日子 他们的新家 是两间茅草屋和一个没有墙的棚子 简陋的木板上 还贴着过年时候买的春联和门身 灶上贴着灶王爷 家里的米缸里 足足成了半缸大米 墙上挂着腊鱼腊肉和干辣椒 躺柜里藏着红色绸子面的心被握 这可是结婚时候要用的 想到即将和心上人澄清 曾成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 饭做熟了 心上人也回来了 穿着短打布衫和草鞋的刘子光 看起来活像个真正的愚名 根据剧本所写 他放弃了官场身份 陪着曾成来到这湖边影局 两人一边耕田一边打鱼 再过几天就该澄清了 这次男人进城卖了鱼 还顺路采购了一些婚礼用的杂物 成成 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刘子光把山板拴在树上 跳上岸来喊道 曾成听见呼唤 急忙从怀里 掏出一面小小的淡圆形镜子 匆忙的照了照 赶紧拿袖子擦干净脸上的锅灰 一面脆生生的达到来了 一面从棚屋里跑出来 蹦蹦跳跳的 到刘子光跟前歪着脑袋踩 嗯 是红头绳吧 成成真聪明 不光有红头绳 还有红盖头 红裙子 红袖鞋呢 刘子光把包袱皮打开 如数家真的 给曾成一样样的数着 这得花多少铜板呀 那半船鱼卖的钱够吗 还是买些布皮针线回来 我自己做合适 咱家的手工又不花钱 曾成明显有些心疼 可是拿着那些礼物 又舍不得撒手 不贵 才花了一吊钱 我每天卖鱼 都能赚四五十文呢 再加上咱家还有三分水田 只要咱俩好好干活 好日子有笨头 刘子光笑呵呵的说着 装贫苦渔民 对他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光要学撒网打鱼 还要学着习惯家里 只有几百个铜板积蓄的窘状 好日子有笨头 这里没有官差睡地 咱们的日子一定能好起来 曾成满怀信心的说着 一低头 看见刘子光脚上的草鞋破了 赶忙跑回棚屋里 拿出一双新的草鞋来说 你看你 新大的草鞋就穿破了 穿着坏鞋干活不得劲 赶紧换上 刘子光接过草鞋换上 忍不住夸赞着 成成 你真好 能娶到你 真是我的福分 呸 谁要嫁给你了 曾成的小脸 红扑扑扑的 嘴上说不愿意嫁 可身子 却情不自禁地向刘子光威了过来 刘子光轻轻将曾成揽进怀里 湖面上万丈霞光 小岛上春风以泥 一对有情人的剪影 被晚霞镶上了一道玫瑰色的边 湖畔的柳枝上 两只喜鹊唧唧喳喳的鸣叫着 远处湖面上 晚霞的渔夫高唱起了悠扬的鱼歌 这一刻 时间仿佛已经停止 整个玄武湖 笼罩在爱的气息之中 刘子光划着山板进城卖鱼 其实是找人商量事情去了 朱游孝和皇后就守在岸上 时刻关注着刀子上的进展 姐姐要嫁给刘子光 这已经是铁定的事了 这个当口 谁敢说半个不择 至于刘子光是有妇之夫的事情 则被大家选择性的遗忘了 很有默契的 谁也不说 当今最要紧的是长公主的脑柄 耽误了这个 谁也吃醉不起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不过公主 毕竟是公主 失去了记忆的她 依然是先皇的女儿 京上的姐姐 京之玉叶的长公主 朝廷上下多少双眼睛盯着 前两天淹了状元郎的事情 已经在京城上流社会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 这是镇武侯下的黑手 为的是夺取驸马的位子 那些石骨不化的权贵们 自然是站在了传统观念一边 明里暗里反对的声音 可真不少 不管世人如何反对 南宫娘娘和皇上 都是铁了心要把公主嫁给刘子光了 公主下架 事件大事 定日子 白仪仗 大雁群臣这些事 必须要清天剑 内务府 红卢寺 礼部等机构的参与 清天剑是些神神叨叨的牛鼻子 内务府都是些羡美油滑的太监 都不怕他们跳出来反对 就是红卢寺和礼部麻烦些 一帮顽固不化的封建礼教味道士 想让他们支持公主嫁给镇武侯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礼部尚书侯寻 那可是刘子光的死对头 抓到了把柄 还不得好好的给仇人添点毒 南宫娘娘经过这次事件 态度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成为刘子光的坚定支持者 以前几次刘子光救助他们娘俩的恩情 虽然深重 但愿不如这次震撼人心 前面只是顺手帮助弱小 花费的本钱不大 这次刘子光可是玩命上的 三千毫升的鲜血 那可是足足一大盆啊 心里但凡稍有点私心杂念 都不会这么舍命 所以 娘娘真的很感动 很欣慰 女儿嫁给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至于种种世俗的智库 就让他们 哪儿凉快 到哪儿歇着去吧 有什么样的母亲 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朱游孝更是双手双脚赞成刘子光 成为他的姐夫 皇后也是坚定了站在刘子光这一边 至于刘子光府里 更是一片强烈的赞同声 彭静荣姐妹甚至住进了湖心岛上的渔村 当起了龙桃演员 以实际行动 刘小猫听到大人们议论 到什么皇宫大内 公主驸马的时候 也眼睛一亮 喵喵乱叫 表示支持 其实 他是想到了御膳房里的各种真羞美味 以为和大内攀上亲戚 就能随便进去吃了 湖心岛上的小日子还在继续 每天曾成在家养鸡喂猪 和邻居小姐妹一起修补渔网 拿红纸剪窗花什么的 刘子光下虎打鱼 娘亲乘着山板 进城帮人将洗衣服 小日子倒也过得滋润 他却不知道 刘子光和娘亲乘船上岸之后 就换了衣服 坐上十六台的大轿子 进了皇宫商量事情去了 四宁宫内 南宫娘娘坐在凤椅上 皇上和皇后陪坐在左右 大家正面色阴沉的 听着礼部尚书侯寻 慷慨激昂的发表的演说 这是余智 这是礼帮月坏的体现 这是大明朝的侄辱 堂堂长公主居然要嫁给一个有妇之夫做妾 简直是荒唐 这样做只会让天下人耻笑 让四海诸国对我中华礼仪失望 从此以后 万国来朝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我大明以礼制天下的传统将成为小饼 陈武侯 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老夫 老夫绝非公报私仇之人 这都是为了我大明的体统啊 够了 南宫娘娘已经很不耐烦了 眉头紧锁 身情极是不快 不过侯寻显然没有住口的意思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娘娘 您就是责罚为臣 为臣也要死见 绝不能让公主下架镇武侯 侯尚说 那依着你的意思呢 朱油孝强压着怒火问 臣个人并没有什么意见 一切当依照祖宗制度来办 无非是从士族梁家中 挑选才学相貌并重的未婚男子 供娘娘和皇上选择 再让青天间分析生辰八字 挑出最合适的男子和公主婚配 这才是正理 侯寻一副义正言辞的嘴脸 让朱油孝看了狠窝心 恨不得一脚踹在她的面门上 那公主本人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皇上冷笑着问 女人家自己挑老公 是何体统 不管是民间女子 还是皇室贵重 都不能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此举万万不妥 侯寻不加思索的回答 不是你的女儿 你当然不心疼 哀家已经听够了 哀家这个女儿 自幼受尽苦难 朱家欠她的 已经太多太多 现在哀家要好好补偿她 谁敢让公主不自在一阵子 哀家就让她不自在一辈子 娘娘是真动怒 能把好脾气的男公娘娘逼到法标 侯尚书也算是千古第一人了 臣宁死也不敢苟同 还请娘娘三思 侯寻是铁了心 要做千古流明的铁骨之臣了 拧着脖子 就是不松口 娘娘气得脸色发黑 话也说不出来 侯寻面色平静 跪在地上 冷冷的看着众人 这次 她是真活出去了 不给刘子光制造点麻烦 绝不罢休 侯尚书 你可能不知道那些欺辱过长公主的人的下场 现在我来告诉你 自从去年以来 一共有352人被斩首 13户被抄家灭门 4人被凌驰 2人被淹 两个支线罢官 一个参将和一个御使 被免职发配 这些都是本侯做的 所以 你不要挑战本侯的耐心和决心 长公主的婚事 你答应 也得这么办 不答应 还得这么办 刘子光 实在忍不住了 站出来向侯寻 发了最后通牒 刘子光的恐吓 如同上次一样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东陵党人的风骨 不是寻常人能理解的 侯寻沉静的看了刘子光一眼 从头上摘下乌纱 慢慢的举起 皇上 郑武侯的话 您也听见了 超品的侯爵 都这样咆哮朝堂 微臣这个执掌礼部的尚书 已经没有再干下去的必要 请皇上 准许微臣 告劳欢乡 朕准了 你下去 朱油笑厌恶的一白手 根本不把侯寻的要挟放在眼里 就不是什么离开了朝廷就无法运转的重要角色 居然还真把自己当回事 刘子光这样的万人敌猛将难找 侯寻这样读过几本书的酸儒 可遍地都是 没了他张屠夫 还吃带毛猪不成 随便找个人 就能把礼部担当起来 朱油笑一时眼色 魏忠贤上前 将侯寻的乌纱接了过来 年纪不大 陈府颇深的魏公公 乐地看刘子光和东陵党起争端 他看得很清楚 这场斗争 必将以刘子光的胜利告终 因为他背后 有娘娘和皇上的力挺 不过即使胜利 也是残生 刘子光的声誉 必将受损 八面玲珑的魏忠贤 一边接过乌纱 一边笑咪咪的说道 侯大人 乌纱咱家先帮你保存着 等皇上气消了 自然会让您官复原职的 侯寻微微向魏忠贤喊手 表示感谢 然后扶在地上 给太妃和皇上磕了三个头 便傲然离开了慈宁宫 外面乌云盖定 一阵阵冷风吹过 掀动侯寻头上花白的头发 侯寻将几背 挺得如同镖枪一般笔直 头也不灰地走了 被侯寻这样一闹 众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其他的大臣更不敢开口了 一个个告退离开 只剩下刘子光和皇上母子 待在宫殿里 沉默了半上 南宫娘娘悠悠道 爱家知道陈儿 割腕前为什么换上以前的衣衫了 她根本就不稀罕公主的身份 在她眼里 皇宫里的生活 还不如湖边自由 既然如此 皇儿 你就下指剥了你姐姐的公主头衔吧 让她快快乐乐的生活 比什么都强 也只有这样做了 朱尤孝叹了一口气 作为皇上 也不能为所欲为 摊上这么一帮子硬骨头的大臣 九五之尊的皇帝 又能如何 还不是要让步 定好了计划 刘子光和南宫娘娘回玄武湖去了 朱尤孝转回前清宫 让内务府起草剥夺长公主身份的文书 曾成和刘子光的婚事不能再拖了 因为结婚这样的大喜事 对她的病情能有显度的疗效 所谓冲喜的道理 既是如此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九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二十九集 侯巡被罢官的事情迅速传遍了京城 作为东陵党的元老级人物 侯巡的活动能力和人脉都很强 年轻的东陵世子们本来就因为侯方玉被烟而憋了一肚子的火 现在 终于找到了宣泽的出口 还有那些疯狗一般的督察院御师们 更是如同发现了肉骨头一样 兴奋的嗷嗷乱叫 连夜写折子 狂参柳子光 次日朝会的时候 所有东陵器官员都站出来为侯巡说请 所有御师都拿出奏折要参柳子光 把朱油笑气的拂袖而去 皇帝躲进了后宫 御师们还不宜不饶 成群结队的跑到前清宫门口跪着 把奏折举过头顶 飞逼着皇上触罚刘子光 五门外也聚集了不少狮子 甚至包括了不少崭新出炉的靖士们 他们都纷纷为侯尚书的不平遭遇 和刘侯爷的蛮横行径而抗议 按照他们的意见 长公主就是一辈子不嫁 也不能嫁给刘子光 在皇家的尊严面前 任何个人的幸福 都是可以牺牲掉的 这次抗议活动烈度并不是很大 毕竟只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情 皇帝家嫁公主而已 又不是清军南下西夏东征 对于前清宫外的大臣和御使们 皇帝迅速做出了反应 让太监宣读了一份圣旨 侯巡保留礼部尚书职位 暂放三个月大驾休养 等病好之后再复职 将长公主朱成的身份为庶名 择日下架镇午后 这样一来 既堵住了御使们的狗嘴 又给了东陵党面子 圣旨一下 官员们信信地离开了前清宫 至于五门外的示威活动 则被一位立部官员镇压了下去 这位名叫石可法的青年官员 是立部主管新官员分配的圆外郎 算是禁使们的顶头上司 他义正言辞地指责禁使们 如今大明朝强敌环顾 还有那么多的土地没有收复 还有那么多的大明子民生活在异族的暴虐统治之下 他们这些禁使不去琢磨怎么为国效力 反而在紫禁城门口 为皇家嫁女这种无关国际名声的事情瞎胡闹 实在是妄读圣贤书 禁什么前来闹事 本来就是为了讨好东陵 为自己的前程搭点搭点 现在既然立部有人出来说话了 那大家也就顺势散了 南厂的帆子多在一旁 已经将前来闹事的禁使名字 统统都记录下来 准备秋后算账 令人吃惊的是 刘子光从山东巡来的孙成宗遗孤季启超 居然也在闹事的人当中 而且摇旗呐喊 俨然是个核心人物 通过这个不大不小的时间 能看出当前的政治格局 东陵党虽然总体还是团结的 但也不是铁板一块 刘子光在文官系统内的势力 依旧单薄 关键时刻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帮着说话 卫公公为人低调 两边都不得罪 但是越低调就越让人不安 二十岁的司礼兼长印太监兼东场提督 能做到八面玲珑也不容易 此人不是大善 就是大恶之人 侯寻的上书位子保住了 皇家的体面也因为公主被建为庶民而保全了 东陵们满意的回去请公了 这次行动的几个主角都受到了东陵内部的褒奖 尤其是孙启超 被赋予反歌一击 慧眼变中间等美名 顺利的和刘子光撇清了关系 被东陵正式接受了 且不管东陵们如何贪官相亲 这边公主的婚事也在紧急筹备之中 既然已经庶民了 那就没有了铺张打扮的必要 所有活动都被局限到了玄武湖中的那个小岛上 参加婚礼的除了皇上一家人 也就是刘子光的一帮兄弟了 沙木河 安东尼 邓肯 李延 吴三桂等人 都带着妻子前来祝贺 红山团的中层将领们也参加了 大家都穿成普通农夫 愚民的模样 提着猪头鸭子鲤鱼肥鸡等礼物 即便封红包也是以铜钱为胆位 饭掉钱就不得了了 湖青岛上人声鼎沸 宾客满门 茅草棚子外贴着红色的双席子 小孩子们兴奋的到处乱窜 村里的空地上摆了几十张八仙桌 糖果瓜子盛在盘子里任由客人取用 两个戴了加笔眼镜的老先生坐在桌子后面拿着毛笔帮来宾上账 某某贺里 铜钱三百文 某某贺里肥鸭一支 一个唱 一个计 煞有解释的 其实 这俩老头 是从户部调来的高级技术官僚 平日里 负责核算 关税 盐税的 那可都是几百万两的来往 现在居然 记着几百文钱的小账 俩老头明显不大适应 总是把三百文 念成三百万两 于村还请了三天三夜的堂会 这可是大明朝最顶尖的西班子 平时王公贵族们想请他们都得提前预约 现在被拉到这样一个怪模怪样的小渔村里 戏子们都满腹疑惑 要知道 他们可是被南场藩子从一位告老的上书家里直接抢来的 而且到了岛上之后 人家就把银子提前付了 整整三千两 比他们戏班子平时的出场费足足高了十倍 人家说了 啥事都不用他们操心 也别管堂会是谁家办的 只管唱好戏就成 不过 机敏的戏班掌柜 还是看出了一点端倪 村子里开流水席 大棚下面掌勺的那几位大厨似曾相识 仔细回忆 原来是在某王府里曾经见过的书子 听说后来这人进宫 当御膳房行政主厨去了 这是贵人的堂会 而且是超级贵人 戏班掌柜心里有了点 哪里还敢有丝毫贷吗 暗地里告诫戏子们 绝对不许偷懒耍华 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 玩命的唱 大棚下面那几位厨子 确实都是御膳房调来的顶级厨师 于家的炉枣 锅碗瓢盆 都是寻常民间货色 原料却都是一等一的商品 御厨们接到指令 饭菜不需要做得过于精美 只要味道好就可以了 以免破坏了于家婚宴的真实性 曾成坐在装饰一新的新房里 有点紧张 有点羞涩 不停地拿淡圆的小镜子找自己 生怕哪里收拾得不够好看 他的新娘装是彭锦荣帮着化的 浓淡相依 更显得美丽的公主 如同出水芙蓉一般 新房上盖的是崭新的大青蛙 这还是昨天刘子光的一帮朋友帮着铺的 外墙上也刷了石灰水 显得很干净 再加上大红喜字和各种精巧的窗花 一股喜气扑面而来 暗家的男人就是能干 曾成喜滋滋的想 要知道 这可是渔村里第一所铺上瓦的房子 外面有锣鼓声从远到近一路响过来 接着是小院子的柴门被扣下 一群粗犷的男人急声喊道 哎 新娘子 开门了 曾成家的瓦屋里 男公娘娘正满面笑容的坐着 老人家今天穿了一件干干净净的布裙 头发用梳子沾了水 梳的水滑 并脚还特地插了一朵小红花 听到女婿上门了 她喜滋滋的站起来 就要去开门 却被一帮大姑娘小媳妇拦住了 吵吵嚷嚷 要新郎官拿红包才开门 新郎官这边早就准备好了红包 一串闪亮的智钱从门缝里塞了进来 大姑娘小媳妇们一阵欢笑 兴奋的嚷着 不够不够 门口的新郎官一阵苦笑 这可不是寻常的智钱 全是造壁局赶工出来的纯金纪念笔 正面是天启通宝 背面是百年好合 总共铸造了九百九十九枚 除了进新娘子家门要用之外 还得分给众位兵旁门 当然不是说给就给 众伴郎轰笑着说 再给可要多背一个新娘子走 众伴娘们齐齐的翠了一口 这才不甘心的将柴门打开 伴郎们簇拥着刘子光一拥而入 新郎官穿了一件红色官服 头上是金翅的五纱帽 胸前披红挂彩 民间俗称结婚为小灯科 是可以暂时余制穿墨流的官服的 更何况 刘子光是货真价实的驸马也 胸前的麒麟补子是金丝所修 帽翅也是春金的 毫不含糊 一帮人拥进院子 到了房门口又再度被拦下 伴娘们只许刘子光一人进入闺房 闺房里 曾成已经披上了红盖头 赤着脚坐在床檐上 刘子光被几个伴娘推进来 蹲在床檐笨手笨脚的 帮曾成穿上红色的袖鞋 摸着曾成精致白净的小脚牙 刘子光忍不住在他脚心挠了弄 新娘子顿时兮兮的叫出声来 身子还一扭一扭的 窗外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原来宾客们都趴在窗户边 公然偷看 穿上绣鞋 新郎官就将新娘子背出了门 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 吹吹打打向自家的房子走去 同在一个小村子里 就没有必要动用花轿了 新郎官背着走就行 出院门不到十丈 就是刘子光和曾成的新房 这也是一座瓦房 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竹里白围城的院子里 已经聚集了客人 小孩子们在大人的腿下面 钻来钻去捉迷藏 还有村里的狗也兴奋的乱窜 堂屋的大门敞开着 门口摆着火盆 刘子光要背着新娘子 从火盆上跨过去 代表将来的日子 红红火火 进院子的时候 早已等候在两边的兵棚们 一起狂洒指前 堂屋的地上摆了两个铺团 中堂上贴了一个大大的双喜 两边是喜庆的对联 条岸上摆着香炉和供品 这是拜堂时候用的道具 即时已到 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前来主持婚礼 在他的主持下 一对新人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然后夫妻对拜 高堂是来不全了 只有南宫娘娘一个人坐在堂上 接受新人的跪拜 其他位置都用牌位代替 儿子的婚礼没摊上参加 嫁女儿可是赶上了 虽然没有公主下嫁时候的隆重礼仪 硕大排场 但娘娘的心情非常的高兴 乐呵呵的喝了一碗新人敬献的糖水 便开始招待起客人了 今天这场婚礼走的是最普通的乡村仪式 连地主家的规格都赶不上 以符合曾城所处的真实环境 所以连新娘子的母亲 接受跪拜之后 也要下堂招待客人 好在南宫娘娘也是过惯了苦日子的人 干起活来一点也不生疏 不过那些客人们 可没有胆子接受娘娘的服饰 大家也就是在曾城面前演戏而已 等新娘子被新郎官用红带子牵进了洞房 娘娘还是娘娘 大臣还是大臣 规矩一点都不乱 娘娘是个善解人意的人 知道自己在这里势必会影响大家的性质 便摆驾回宫去了 留下一帮年轻人在这里玩耍 举行完婚礼 正好是午时 忙活了一上午 大家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村子中央的空地上 一排排长条桌 长条凳 整整齐齐的裂着 鸡鸭鱼肉 流水一样往上送 成潭的美酒堆在旁边 任人取用 席是流水席 菜都是大鱼大肉的硬菜 宾客们 多是贫苦出身的红山团军官 这种调调 正符合他们的审美观点 而朱游孝和徐元慧 则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具有乡土气息的婚宴 皇帝自然不用说 皇后打小也是国公府长大的 哪里见过这样无拘无束的场合 对他们来说 这场婚礼 简直就是一次狂欢节 一次忘记身份的化妆舞会 流水席上 宾客们敞开了猛喝 一边喝一边划拳行李 村里的狗狗们兴奋的在桌子底下乱钻 寻觅着掉在地上的大肉 小孩们更是开心的乱窜 今天村里简直就是糖果的海洋 各种水果蜜饯满天飞 想要多少都管够 既然是流水席 就是吃完一波走一波 接着来的新客人 还坐在这些位子上继续大快多一 新的客人 自然是刘子光手下的嫡系部队 红山团 南场衙门 五城兵马司的小伙子们 轮流带着老婆孩子 坐着渔船到岛上喝喜酒 女眷们另外开喜 在院子里吃吃喝喝 农家结婚 不讲那些俗套 曾城摘了红盖头 陪着姐妹们吃喝 穿着红裙子忙里忙外 小脸红扑扑的 别提多开心了 流水席一直吃到晚上 众人酒足饭饱 围坐在一起听堂会 忽然毫无征兆的 传来三声巨响 湖面上腾起三条火龙 直直的冲上天空 然后在天空中爆炸 发出乌彩缤纷的光芒 赤城红绿 分外摇扰 漫天的梨花 将湖面映照的光彩夺目 岛上的人们不由自主的站起来 嘖嘖称奇 这是公布向刘子光 敬献的合理 整整九十九枚 李花蛋 这是公布下辖兵工厂 生产火箭弹的副产品 在弹头里加入各种化学物质 能在燃烧的时候 发出不同的光彩 这是李花蛋 第一次用于婚庆场合 当然会给人们带来 物与伦比的惊讶 京城各大衙门 都事先收到通知 不必对玄武湖 发生的任何事情 做出反应 倒是老百姓们并不知情 经过短暂的惊恐之后 大家便明白 这不是外敌入侵 也不是兵变造反 而是一种新奇的玩意儿 于是众人便开始兴奋地 围观起这一壮观的景象来 欢迎收听铁骑时代第二百三十集 九十九枚李花蛋 每三枚一组 有三艘渔船释放 在空旷的湖面上 形成的效果极其理想 不停的爆炸声 压过了唐慧的锣鼓索 压过了人们的欢声笑语 不知道什么时候 刘子光已经从酒桌上悄然失踪 拉着曾城 跑到湖岸边看李花 两人平躺在散发着芬芳气息的草地上 抬头看着满天的烟花和行动 你看 那颗星星好亮 傻丫头 那是李花的光芒 刘子光轻轻拍了一下曾城的小脑袋 果然 那颗所谓的星星很快就熄灭了 我不喜欢李花 虽然它们比星星明亮 但不如星星亮得那么持久 那么永恒 刘子光翻了一个身 用胳膊肘撑住地面 拖着腮 看曾城 女孩子大大的眼睛里 闪映着湖上的光辉 却比李花还要明亮 比星星还要永恒 我们俩会像星星那样 活到天荒地老的 郑武侯结婚大喜 朝中大臣 道贺的不多 道不是和刘子光关系不好 而是高攀不上 人家 现在可是皇上的亲姐夫 娘娘的好女婿 堂堂的驸马爷 有人说 长公主的封号 不是给贬去了吗 说这话的人 纯属脑子净水 人家那是以退为进 还看不出来吗 别看这会儿 没了公主封号 保不齐 哪天皇上一高兴 就又把公主封号 给他夹上 再说了 人家是庶民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管是什么身份 一样是皇上的嫡亲包姐 所以 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家伙 意识到镇武侯的地位 在可预见的将来 必将会有更大的提升 甚至 会超过当前风头正见的东陵党们 朝廷官员 尤其是地方官员 有相当一部分 非东陵系统出身 原来的烟党后党当道的时候 他们尚且过着自在的生活 可是政变之后 朝廷的凝聚力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再加上自命不凡的东陵党 把持朝政 这些官员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京畿附近的地方官员 已经换成了东陵党的人 下一步就要拿河南 浙江 两湖两广 云贵的人开刀 他们是整天着着急上火 想造反吧 又没实力 想投靠吧 人家东陵清流 又不甩他们 朝中无人 不好办事啊 说什么都要找个靠山 抛开东陵的人不说 朝中有实力的 就属刘子光和魏忠贤了 九千岁被淋迟 还没三个月 这会儿再走内庭的路线 有点不太失失误 与时俱进的地方官员们 经过认真分析 决定 还是走镇武侯的路子 所以 最近一段时间 侯爷府门外 操外地口音 穿官靴的人特别多 这些人出手打了 撂下银票和名次就走 根本不奢望和侯爷说啥话 刘子光吩咐下人 让他们照单全收 这点银子的担带 他还是有的 而且新成立的招商局 也急需做现银股本 所以 大家落个皆大欢喜 地方官员们 自以为找到了靠山 刘子光得到了急需的影子 不光是地方官员们 经馆里 也有不少人开始 巴结刘子光 他们官职低违 又怕御史说闲话 所以 走了侧面迂回的路子 和公部 五城兵马司 这些镇武侯掌控下的单位 拉起了关系 这些人中 尤其以立部员外郎石可法 最为引人注目 此军公然上了一道折子给皇上 居然对长公主和镇武侯的婚事 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明时人婚陪 允许一夫多妻 多妻并不意味着 每个妻子的身份都是平等的 严格的说 除了正房以外的配偶 根本不配叫妻 只能称作妾 男人可以拥有无数的小妾 但正妻只能有一个 正如皇上 只能有一位皇后 其他的配偶 只能称作为贵妃 妃子 贵人等 寻常世身 意义是如此 但后来出于政治 经济联姻的考虑 贵族男子 可以在正妻的下面 拥有两个平旗 然后依然可以取无数个妾 这一点 和皇帝家 区分贵妃 妃子的出发点 是一样的 就是在配偶的职称上 多设定了一个级别而已 毫无疑问 刘子光属于贵族阶层 可以取一个正妻 两个平旗 石刻法正是针对这一点 发出的见解 刘子光在迎娶彭靖荣的时候 并没有严格的说明 取的是正旗 还是平旗 所以 现在就有一个漏子 可以钻 从法理上解释 就是彭靖荣 可以和朱成 共同做平旗 这样 就享有了平等的地位 而且 避免了所谓公主作妾的尴尬 皇家的体统 得以保存 公主的封号 也可以还回了 石刻法可是东陵党的人 而且一直是作为有前途的青年人才储备 年纪不过三十来岁 就是力不相当当的人物了 为什么会在此刻钻出来帮刘子光说话呢 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解答 原来他在东陵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受到了打击 才转而寻找新的靠山 石刻法的年龄不大 本来是东陵的少壮派 实力派 风头很贱 可是随着侯方育这个更年轻 更有才的选手加入之后 就没有他说话的分了 现在虽然侯方育已经成了阉人 不能再参加政坛角逐了 可依然没有石刻法的机会 因为孙启超 以其独特的身份 接替了侯方育留下的空缺 怅然的石刻法 只好选择改换问题 你东陵不重用我 自然有人重用我 我既然是真经 就不怕不发光 镇武侯这里 就是我将来发光发热的地方 石刻法的投名状 不但解决了长公主身份的难题 而且还得到了刘子光的赏识 经过一番周折 石刻法从吏部中掉出 升了两个挺级 派到山东青州府做支府去了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朝堂之上的这些纷争 刘子光并不在意 反正有皇帝小舅子帮他照着 他现在还处于新婚蜜月之中 待在玄武湖中 那个风光以泥的小岛上 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曾成实在太勤快了 每天早上都不来被窝 早早爬起来到厨房 帮老公做早饭吃 刘子光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一摸旁边已经没了人影 喊了两声后 曾成端着一大盘煮鸭蛋跑过来 送到床前给他吃 怎么做这么多鸭蛋 我吃不了这么多 刘子光诧异的说 鸭蛋不比鸡蛋 兴起比较大 一般用来做卤蛋之类 只有湖边养鸭子的人家 才煮了吃 吃不下也得吃 彭姐姐说了 这些天你身子亏了 要多吃些蛋补补 这样咱们才快有宝宝 说到这儿 曾成的脸不由自主的哄起来了 这些天 刘子光是挺操劳的 每天晚上没什么事 就和曾成一起造人 是耗费了不少精神 不过 给曾成出主意 让他弄些鸭蛋 给刘子光进补的 居然是彭靖荣 这着实让刘子光哭笑不得 看来他们小姐妹俩 关系处得不错 什么私房话都能说 虽然鸭蛋不如鸡蛋好吃 但为了不辜负新婚妻子的一片心意 刘子光还是把这一大盆鸭蛋都给吃了 然后借口说身子补好了 顺势将曾成拉到床上 又轻薄起来 曾成红着脸把他推开 翠道 大白天的也不害臊 家里的米缸都快空了 我刚才把鸭舍里的蛋收了说 你去卖给说鸭蛋的小贩 赶紧换些米来吧 这穷日子过起来还真是不爽 整天要为柴米油盐操劳 不过又增成这样聪慧勤劳的老婆打理 他们的生活已经比在洪泽湖畔的时候强太多了 屋顶上铺了青瓦 圈里养了两头小猪 舍里二三十只鸭子 小渔船也是崭新的 渔网有两具 厨房里有盐有油有腊肉 柜子里还有好几吊钱的积蓄 小日子简直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 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出售鸭蛋和湖鱼 刘子光主外在湖上撒网打鱼 进城卖蛋卖鱼 增成主内 喂猪喂鸭子 缝补鱼网 做饭洗衣服 两人的生活奇乐融融 当然 刘子光并不会真的去打鱼 他撑着小船来到湖中央 跳上一艘伪装成大型鱼船的观传 然后开始处理公务 在他所有的职务里面 南厂提督的工作量是最大的 也是最有实权的 每天都有大量的原始情报 和经过分析后的结果 送到他的案头 由他批准签罚 最近这段时间 天下局势很太平 春天 是休阳生息的季节 就连猎人都不会进山打猎 官府也不会触战凡人 国家之间 也极少发生战争 大明朝的东方 是以往无际的太平洋 些许倭寇不足挂齿 难免由吕宋给撑着场面 一时也没有忧虑 西面的夏国和北面的满清 这两个月来都很老实 军队归宿在城堡里不出来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隔三差五 出兵打草谷 这和明朝增强的国力 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从前那个虎视眈眈 一心想吞并难鸣的满清王朝 在新帝登基以后 已经完全扁了嘴脸 号称要和大明结为兄弟之帮 以后友好相处 互不侵犯 当然 南明要付出每年百万两银子的碎币 据满清的使节说 这个钱不算进贡 而是弟弟打发哥哥的一点小意思 这完完全全 是仿照以前诵经就例吗 铁骨铮铮的东陵们 自然不会答应这个说法 派出干员 怒斥满清使节 满清派出的使节 名叫蒋须 早年父母是锦州附近的汉族农民 后来被满人掳了去 称为褒义 蒋须自幼在满人中长大 一口满语说得非常流利 金钱鼠尾的发型非常标准 他机智聪明 忠心为主的事迹 在满人中间流传甚广 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 是江须的母亲帮主子放羊的时候 偷偷嚎羊毛 想帮小江须编织一件羊毛砍戒 这件事被江须发现以后 他苦苦沉死了三天 最终决定报告给主子 揭发母亲这种损害主子利益的行为 后来母亲被抓走 抽了几十鞭子 活活打死 江须连哭了三天三夜 眼睛都哭出血了 他说 忠孝不能两全 既然作为光荣的八级包衣 就要有包衣的觉悟 个人家的孝道 要服从大义 这件事 让小江须在包衣们中间 站露头角 先帝黄太极 还在包衣们中间 发明了一场学习江须的运动 但是让江须发达起来的 还是另一件事 因为他是包衣的后代 所以没有资格进学堂 但江须非常热爱学习 无论是满汉文化 他都有着强烈的兴趣 不让他进学堂 他就趁放羊的闲暇时 趴在学堂窗户外面的大树上 偷听先生讲课 被路过的范文成发现 叫到学堂里 问了几个问题 其人竟然对大如流 被范先生当场收回关门弟子 带回府上 精心调教 渐渐成为满清年轻一代 大臣中的教教者 虽然他身为汉臣 但从来不和其他汉臣混在一起 而是喜欢和满族人 尤其是上三旗的人混在一起 用娴熟的满语 谈笑风生 金钱鼠尾的发行 比满族人还满族人 让那些留着不伦不类 港台影视剧大病角辫子头的汉人大臣们 自残行贿的很 满清的使团曾经来过好几次 战后一次 天启地大婚一次 现在又是一次 也是规格最高的一次 江须的身份 是大清朝 李布侍郎 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的国事方文 25岁左右的二品大员 在各国均不多见 可是在大清国 他不是头一号 新帝康熙今年才十二岁 他就喜欢用年轻的大臣 不光江须如此年轻 还有明珠 索额图等满族青年才俊 也不过二十出头 自从去年春天 清军被赶到黄河以北之后 两国的实际控制线 就以黄河为戒 谁也没有能力向前迈进了 就在明朝东陵党和刘子光 忙着发动政变 推翻阉党后党统治的时候 遥远的北京 也在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自从瑞卿王 兼摄政王多尔滚死掉之后 清朝的实际统治权 就落在了敖拜的手中 南征失败的参军 依然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靠着这些人马 敖拜取得了顾命大臣的资格 并且将实力最强的郑白旗 吞并到自己名下 成为郑白旗的旗主 打压其他各旗 扶植自己的势力 俨然没有把年幼的康熙帝放在眼里 朝堂之上公然待见 见了皇上不但不下跪 还要求小康熙 喊自己为叔父 小康熙 名为爱心觉罗 玄业 是顺治皇帝弗林的儿子 是皇太极和多尔滚的孙子 当然 他的亲爷爷是瑞亲王 才十一岁的玄业 远比同龄人要聪慧成熟的多 在皇祖母太皇太后大悦儿的教导下 小小年纪的他 熟读诗书 对汉文化 研习的很痛 绝非那些只读过三国演艺的长辈们 可以逼你 欢迎收听铁器时代第二百三十一集 说到对康熙的教育 不能不提到她的祖母 这位完全可以称得上清朝国母的女人 却是一个正宗的蒙古人 姓博尔吉吉特 名布姆布泰 小名大玉儿 是蒙古科尔庆部落贝勒 债桑之女 十三岁的时候 他作为正着联姻的纽带 嫁给了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后京 英明汉 努尔哈赤的儿子 黄太吉为妻 对于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黄太吉 大玉儿当然不会有什么爱情 自打他嫁过来之后 就喜欢上了年龄相仿的小叔子 多尔滚 可是作为政治漩涡中的女人 她没有权利选择爱情 只能忍辱负重 为了丈夫的霸业 牺牲个人的幸福 当然 这并不妨碍他和多尔滚 私下的往来 弗林其实是多尔滚 亲生之子的事情 就是明正 好在人家白山黑水之间的英雄民族 并不在意这些汉族人才 看中的所谓伦常 大玉儿嫁给黄太吉的时候 黄太吉已经娶了他的姑母为妻 后来又娶了他的姐姐海兰珠 可谓是姑侄三人同事一夫 黄太吉当时也太没把大玉儿当一回事 据说当年大明将领红城筹被扶植后 铁骨铮铮 印记得很 敌死不愿意投降 黄太吉把大玉儿送入监房 赔了红城筹一晚 红大人只当是满清送来的玩物 毫不客气的享用了一番 心说 该吃的吃 该玩的玩 投降是万万不行的 此日一早 大玉儿患上黄飞的症状 再次陪着黄太吉前来前向 这回 铁骨铮铮的红城筹 彻底变成了绕枝肉 人家满清实在是太讲究了 黄飞都能送给自己玩 还怕以后对自己不厚道吗 红大人被黄太吉的气量 所深深的折服 当场纳头变败 从此成为满清的忠心走狗 所以说 黄太吉容忍大玉儿和多尔滚的来往 也说明他并不在意这些庸俗的传统 能用自己众多妻子中的一个 笼络住掌握兵权的弟弟 未尝不是好事 后来黄太吉在南征途中猝死 满清陷入一片混乱 黄太吉长子豪格 黄太吉兄戴善 帝多尔滚 阿七格 多多等人都拥有实力 接任皇帝 在这个关键时刻 大玉儿凭着自己的宠贵地位和聪明才智 笼络各方势力 尤其是关键人物多尔滚和戴善 最终获得成功 用力自己和多尔滚的儿子弗林登基 在这个事件中 再次显示了大玉儿顾全大局的境界 他并没有为爱卿盲目地帮助情郎多尔滚成为皇帝 而是让黄太吉名义上的儿子弗林登基 就是为了保证大清的正统性 好在多尔滚也是重情义的人 并不在意皇帝的虚名 当个叔父摄政王也就满意了 在满清的一步步成功中 他逐渐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斗争的漩涡 并展示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华 逐步确立了稳固的地位 并成为清出政坛上的一个一言九鼎的人物 敖拜专权身为皇祖母的大玉儿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他帮孙儿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团队 这个团队全部由年轻的满汉精英组成 江须索额图纳兰明珠等人都是重要成员 第二次南征失败以后 根据多尔滚的移民 敖拜接任了郑白旗的旗主 郑白旗和郑黄香黄两旗一样 都是直属皇族的上三旗 敖拜由此派郑白旗 明正言顺的接管了皇宫的警卫工作 自己担当了顾命大臣 都说权力能使人堕落 敖拜也不例外 掌握了军政大权的他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热血的将军了 而是暴露出专横暴力的本心 七皇帝年幼无知 广直党羽排斥一击 扒揽朝政 俨然是摄政王在出 敖拜出身荣武 对于顺治朝 吸收汉文化变更理智的做法 很不适应 一招全在手便把令来行 凡事都要遵祖制赴九章 并且公然打破顺治四年 不再捆地的禁令 借其地交换之机 扩大全地 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 敖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 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 但大部分人 涉于敖拜淫威不敢作声 敖拜的存在已成为皇帝权威的一个威胁 但敖拜语义已成 措置稍有不当 可能就会激起巨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此时的大鱼儿 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 他悄悄观照信吉的孙子 要他隐忍一切 同时不露痕迹地布置起来 在江须明珠等人的提议下 皇宫里招募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宗室子弟 每天陪康熙读书玩耍 这些少年 闲暇时候就练习布库系 对于少年来说 喜欢玩这种摔跤游戏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 谁也没有多想什么 就在大家 对宫廷布库系习以为常的时候 康熙元年秋季的一天 皇上宣敖拜入宫境界 敖拜自持皇宫警卫 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毫不在意地来到皇帝的御珠邦 早已埋伏在周围的少年们 忽然一拥而上 七手八脚 把他擒住了 等敖拜缓过神来 纵有过人臂力 都已无济于事 敖拜被擒 太皇太后紧急调派封台大营的 郑红旗 郑蓝旗部队入京 和郑皇旗 湘皇旗的人马 一起将京城控制住 没有了敖拜的郑白旗部队 也没有犯上作乱的勇气 太皇太后 也没有追究他们的意思 一场风波 就这样不动一刀一枪的平息了 敖拜集团的覆灭 和太皇太后的英明领导 康熙小皇帝的大智大勇 满汉年轻官员们的忠心辅佐 献祭献策是分不开的 为了表彰这些年轻人 也为了给孙儿构建一个完美高效的官员体系 太皇太后 将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放到了高位上锻炼 江须就是在这个时候 以二十五岁的年纪 出任礼部侍郎 这批年轻人的上位 给北京满清政权 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先进的汉族文化 被吸收利用 满人的优秀传统 也加以保存 汉族的文化 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 文学 经济 科学 种种文明程度 都无法用简陋的通古斯语言 能学习得来 所以 满清统治者 干脆放弃了满语 学习了汉语 满清入诅北京十年以来 大部分满人 都学会了汉语 这种以官外口音 融合了北京附近方言的语言 就形成了满清统治下的官话 和南京的江淮官话 遥相呼应 在这群精英的辅佐下 小康熙 从见如流 减轻了对汉族人民的压迫 除了还要强制 剃发义服之外 尽量做些能消除民族矛盾的事情 比如 允许满汉通婚 启用更多的汉族官员 表彰诸如 岳飞 文天祥这样的汉族英雄 以显示满清统治者的宽宏大度和善解民心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785.com 作为李布侍郎的江须 在这个时期 推出了自己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 他选称 满汉绝非敌人 而是修气与共的兄弟民族 中原农耕文化的汉族人 是温顺的绵羊 是弟弟 游牧文化的北方西方 所谓的达子 是强健彪汉的狼 是哥哥 兄弟之间经常发生点摩擦 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 正是这种哥哥欺负弟弟的行为 锻炼了软弱的汉民族 致使汉文化不至于消亡 这绝对不是侵略 而是输学 一次又一次的输学 从秦汉到五湖乱华 再到蒙古人的铁骑踏遍全国 再到今天 满清入主中原 都是给汉族人输学呢 正是有了这些彪汉民族的输学 华夏文明才得以延续 江途才得以扩大 要是没有哥哥们的帮助 汉人 早就退化成低等民族了 哪还会有这么多的发明创造 文学举著 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 游牧民族的郎文化 谎言的可怕 往往在于他听起来像真的 在满清礼部的大力鼓吹下 这种狼和羊的说法 居然被很多北方读书人所接受 他们天真的以为 如果自己也学到了狼性 救回和统治者平起平缩了 江须的著作 甚至流传到了南明 在世子中 广为流传 这种离经叛道 却又看起来有点歪理的论点 为大家精进乐道 江须 俨然成为一代思想家 正是因为如此 满清朝廷 才会派他担任使节 到南京 商讨义和大事 江须的名声在打 官职在高 也只是一个褒衣 所以 使团里 必须有一个高等级的人物 来撑场面 尤其是皇族最好 所以大育儿挑选了 一位身份尊崇的贝勒爷 担任名义上的政事 这位贝勒爷 名叫玄奇 也是皇太极的孙子 今年才二十出头 在同辈中排行第五 所以 又叫五阿格 五阿格生得一表人才 头脑也算灵活 拉出来 总不至于丢了 爱兴觉罗家的面子 满清使团进入南京的时候 排场弄得很大 玄奇贝勒爷 带领了一干满汉大员 在郑黄旗 萧綦盈的护卫下 招摇过世 满清官员都不作教 骑着高头骏马 穿着蓝色的官袍 头戴黑色的暖帽 萧綦盈的士兵们 一身黄色的布面筒打开甲 帽盔上的黄鹰子顶得老高 好像头上插了一根标枪 弓箭配刀挂在腰间 出于外交礼仪 并没有携带长兵器 这些士兵 相当于满清最精锐的羽灵军 身量武艺都是一流的 派来护卫使团 隐隐中含有显示武力的意思 明朝派出迎接使团的队伍 也不含糊 清一色的大汉将军部队 换上普通禁军的衣甲 簇拥在清国使团两侧 一为保护 二来也是为了显示武力 大汉将军们 虽然没有打过影仗 可是气势很足 平均身高都在一米八五左右 骑着高头大马 威风凛凛 丝毫不差于满清的军队 吴阿格身穿团龙蟒袍走在队伍的前列 南京的天气太热 才四月天就已经热得戴不住帽子了 明朝官员戴的是网眼式的乌纱帽 穿的是薄仇子的官服 自然不觉得深热 可是满清的官员 却不同了 他们一路自北方而来 穿的还是冬季官服 头上也是黑色的暖帽 被春天的阳光一晒 满身都是仇汉 萧綦营的士兵们 均荣严整 谁也不敢乱动 可是贝勒爷 就没那么严肃了 他很随意的将头上的大帽子摘下来 露出一个青皮鸭蛋一样的大光头 后脑勺上留了一块铜钱大小的头发 由这块头皮上引出一束发辫来 这就是所谓的满族标准发型 金钱鼠尾了 看到吴阿格带头 其他的满汉官员也将帽子摘了 骄傲的向南京人民展示他们的丑陋发型 南京城内并没有多少人亲眼见过达子 以前从北方逃难来的贵族们 当时也是望风而逃 没有见识过满清的残忍 再加上 最近明君在山东的战事还算顺利 这种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并不如以前那么强烈 老百姓们看着满清的使团 更像是看北方来的马戏团 满清使团却不这么认为 自豪子他们以为自己的英姿打动了南朝京城的百姓们 以吴阿格为首的文官们 频频微笑着向两边的百姓拱手之意 却遭来一阵虚声 百姓们再无知 也知道这些人是大明的敌人 都不是什么好鸟 吴阿格和江须一行 先来到管义下他 由于两国的外交关系并未确定 所以朱尤孝并不急于接见他们 而是由内阁兵部礼部联合出面 接待满使 鉴于目前两国的交战状态还没解除 兵部安排了大批禁军守在管义周围 既防止满清使节到处乱跑 也阻止百姓盲目的抗议示威 冲击管义的行为 对于这次满清的出时 明朝上下都很重视 因为天下格局又发生了变化 清朝已经平定了蒙古的查哈尔部 抽回了大量的精锐兵力 并且将蒙古科尔庆部落的五万骑兵也拉了回来 实力已经大大增强 新帝登基 乘除腐败 减免赴税 消除民族矛盾 和西夏朝鲜友好通商 已经不是去年那个似乎一触即溃的满清了 现在的形势和南宋时期宋经长期对峙的局面很类似 双方都虎视眈眈的想将对方一口吞下 但是又都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大家心照不宣的整天和谈 谈来谈去的不过是相互摸底拖延时间 等自己的实力继续够了 再开阵仗 礼部负责具体的接待工作 侯巡认为 我堂堂大名礼仪之榜 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都要一礼相待 而且要大礼宽带 才能彰显大国风范 让尔等蛮夷知道天威 所以对玄奇和江须并没有限制其行动 相反还派出礼部官员和随从护卫 任由他们到处游走 吴阿格和江须好不容易到了江南 自然要好好的游玩一下 他们换上方金蓝山 在礼部官员和景一卫的陪同下 游览九富盛名的情怀风光 当然 萧綦莹的官兵 也换上了明朝的服饰 跟随护卫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三十二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三十二集 汉族文化博大精深 满人入关以后 大力的吸收汉文明 管制 礼制 都师从明朝 汉文化最发达的地方 就是江南 作为汉学高手的玄琪和江须 穿上汉族人衫 学着男人模样 拿了把扇子 在手里晃着 倒也有几分江南才子的风云 尤其是玄琪 模样生得俊俏得很 走在秦淮河边一走 引到花楼上的姑娘们一阵阵的尖叫 貌似比当年的江南四公子还少欢迎 有了一阵子 两人觉得和北京八大胡同差不多 有些无趣 于是沿着秦淮河继续向东 出了东水关之后 又是一片建筑物 正是文明侠尔的东陵书院 吴阿格和江须相对一笑 对陪礼的礼部官员说 想进书院参观一下 东陵书院原本位于无锡 创建于北宋郑和元年 当时为北宋理学家 陈浩 陈宇 嫡传高地 知名学者 杨石长期讲学之地 东陵书院 名称来历 与杨石由庐山石所写 东陵道省贤部这首诗有关 后来到了明朝中起 被罢处礼居的顾县城 邪帝允城 及高攀龙 安熙范 刘元贞 叶茂财 史孟林 薛夫教 钱一本等人 为继承杨石讲学一致 共同倡议 捐款重建兴府 并相继主持期间 聚众讲学 每年一大会 每月一小会 会期各三日 在讲习之余 兼获纸臣石壁 采量人物 锐意图形 自称东陵人 因其朝野倾慕 当时海内学者 多以东陵为开幕 影响极大 燕党当权之后 汪法获新 召会全国赎愿 东陵 首授其难 先毁一雍唐 四年 书院被研制 全部拆毁 不许存留 骗娃寸元 东陵 讲学人等 亦被斥为 东陵党 而蒙遭迫害 去年 去年东陵党人 夺取政权之后 前千亿派人 重修东陵书院 无锡原址上 建设一所书院 南京东门外 也建造一所 称为二部 半池 东陵经社 立泽堂 伊庸堂 燕居庙 三公寺 东西长廊 来福斋 道南寺 东陵报公寺 等主要建筑 和无锡的一部 完全一样 而且由于二部 在京城郊外 所以前来就读的学生 比无锡的一部 还要多一些 整日里 充斥着深深学子的身影 书院的大门外 就是秦淮河的小码头 乘着小舟 可以直接游览秦淮 十里烟花地 正适合风流才子们 居住学习 在这里学习的年轻人 都是全国青年学子中的乔楚 无论是才学还是家事 都不比城内国子间的学生们差 如果说国子间是北大的话 那东陵书院就是清华 一行人弃周登岸 五二个仰望着山门旁的对联 一阳顿挫地念叨着 风声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 世事观星 这是东陵十祖顾献成老先生的名列 老先生真乃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江须卖弄地说道 江兄所言极是 本贝勒对东陵的故事也很感兴趣 咱们不妨进去一游吧 五二个一拍手中的折扇说道 陪他们游览南京的礼部官员 就是东陵书院出身 听到满清官员赞扬自己的母校 当然非常开心 再加上侯巡交代过 只要不是牵扯到军事秘密的地方 都可以让他们进去 所以对于五二个的要求 他欣然允诺 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书院 此时正是书院休息的时候 只见满院子的方巾乱晃 众多的年轻人捧着书本摇头晃脑的 迎着走着 看到有官差打扮的人进了书院 书生们并不惊讶 天下人都喜欢到东陵书院来晃悠晃悠 不管是外国王爵还是封疆大力 还是寻常的读书人 只要是尊崇儒家文化的人 那东陵书院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来各把微服私访的官员实在是太平常了 他们根本连接待工作都不屑于做 要知道书院的山长可是当今内阁首魁千千亿 可是这一次的客人有些不同 尤其是前面几个护卫模样的家伙 一身的星山气味 脑袋后面还垂了根辫子 蛮横地推嗓着挡在前面的书生 气焰极其的嚣张 书生们立刻围了上来 将这群来历不明的家伙挡住 只听在人群中爆发出一声质问 你们大明的读书人 就是这样招待友邦贵客的吗 你们哪里是友邦 分明是鸭子 有胆大的书生毫不买账的喊道 随即更多的书生围上来堵住了道路 这时候 陪同的礼部官员和锦衣卫开始出面 轻开了一条道路 让吴阿格和江须走进去 面对不友好的书生 两位清朝高官保持了良好的气量和风度 一边微笑 一边喊手 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进了书院最大的礼堂 这时候 书院的执事已经接到通报赶了过来 想请客人到后堂奉茶 可是吴阿格却说 想和书生们一起交流交流 执事面有难色的看了看陪同的礼部官员 那官员心道 让藩帮人士见识一下东霖精神 未尝不是好事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 吴阿格和江须点了点头 后者微微一笑 在护卫的搀扶下 爬上了礼堂的讲台 大声说道 诸位东霖学子 江顶声应道 还请赐教 接着 更多的人随声附和 江须站在台上 扫视着下面众多年轻的面孔 老一批的东霖书生 大多已经考中了近视 等力部分配去了 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新来的共生秀才 甚至童生 无论在学识还是经验上 都无法和江须对抗 不过这些人 却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想在他们面前大放厥词 也是自找出丑的行为 在正式开讲之前 我想先说两个小故事 江须说着 有护卫找了一张椅子 塞在他屁股下面 又汽了一壶茶 端在旁边 江侍郎 这才正儿八经地开讲 从前有一座山 山的两边 分别是两块草原 草原是一般无二的风美 有一望无际的草场 和清澈的河流 羊群在草原上 过着祥和的生活 忽然有一天 山北边的草原上 来了一群狼 一群靠吃羊为生的狼 从此北草原上 雪光四线 羊群被残忍地捕杀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而山南的草原 没有狼 羊群 依旧过着安详平静的生活 你们说 三年以后 这两块草原 分别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还用说 北边的草原上已经没有羊 光剩下狼了 而狼没有东西吃 也全饿死了 南面的草原依旧如此 原来咋样 还咋样 一个书生 在台下答道 旁人对他的回答都点头称是 深以为然 非也 三年以后 北边的草原依旧生机盎然 草原 河流 羊群 狼群 一切 井井有条 而南面没有狼的草原 已经变成了荒漠 河流干涸 草原沙漠化 羊群没有草吃 全都饿死了 江须眨着脚匣的小眼睛说 一派胡言 没有狼的草原 怎么能变成荒漠 有狼的草原 反而一切井井有条 姓江的 你也太能忽悠了吧 江须傲然一笑 诸位 且听我慢慢道来 这北边的草原上 自从有了狼 羊群的生活 就不那么安逸了 如果不奔跑逃命 就会丧生狼口 所以 体质比较差的羊 就活不长久 能存活下来的羊 都是鸡鸣健康的羊 狼群间接地帮助羊群 改善了体质 同时 也控制了羊群的数量 保护了草原 不被日益壮大的羊群吞没 而难免 没有狼的羊群 就截然相反 羊群日益壮大 丝毫不受节制 羊儿饿了就吃草 渴了就喝水 渐渐的 河流被喝干了 草场也被吃光了 连草根都没剩下 到了最后 羊群不得不全部饿死 原本美丽的大草原 也变成了一片荒漠 你们说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狼 对羊的帮助呢 台下的书生们 被江须的诡辩 暂时迷住了头脑 一时间鸦雀无声 没有人出言反驳 此时 江须干渴一声 正式抛出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 碧人所说的狼 其实就是你们口中的蛮蚁 住在长城外面的游牧民族 这些马背上的民族 像狼一样勇敢 坚韧 富有进取精神 而碧人所说的羊 就是生活在关内 靠种庄稼为生的汉人们 农耕民族的特点 就是自给自足 闭门造车 如果没有适当的刺激 这个民族就会慢慢的萎缩 软弱 衰退下去 所以 上天就会派强悍的游牧民族 进入关内 抢走他们的牲畜粮食 妇女儿童 屠杀他们 奴役他们 这种行为 看似残酷 其实是一种关怀 一种帮助 有了这种帮助 农耕民族才会更加勤奋 更加振作 这段惊世骇俗的话说出来 台下一片哗然 有人大声反驳道 这么说 自古以来的匈奴 突厥 蒙古 还有你们达子 闯进我们的家园 烧杀 强掠 都是帮助我们了 说的不错 事实就是这样的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是上天的两个儿子 勇敢的游牧民族是哥哥 勤劳的农耕民族是弟弟 每当农耕民族软弱下来的时候 上天就会派强悍的哥哥 冲进中原 给阳性化的弟弟输血 让弟弟重新振作起来 如果弟弟实在软弱到扶不起来的时候 强悍的哥哥就会入主中原 帮弟弟统治一段时间 简直一派胡言 大奉厥词 东陵学子们对江须的话很不感冒 已经有人开始退出会场了 江须冷冷一笑道 毕人还以为 东陵书院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 没想到居然如此心胸狭隘 连真话都听不进去了 如果你们能听完我的话 再做反驳 并且有理有据的将毕人驳倒 那江某人 情愿在东陵书院的牌子下面 磕三个响头 江须这么一说 学子们反倒不往外走了 都留下来看他继续表演 江须顿了顿 接着说道 首先我再次重申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绝不是仇敌 而是相辅相成的兄弟 每一次的民族大书学都是相互信的 农耕民族从游牧民族那里学到了勇敢 血性 坚韧 而游牧民族从农耕民族这里学到了勤奋 创造 当然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例如 交涉 淫逸之类的 每当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腐化以后 而农耕民族学到了游牧民族的优点之后 中原大地还是要重新回到农耕民族的手中的 历史上的中原王朝 凡是有所作为的 无一例外受到过游牧民族这种血与火的关怀 甚至更深层次的融合 大唐盛世八百年 李家为什么能长久统治 那是因为 唐朝是鲜卑和汉族共同创造的 李家有狼性 源于游牧民族 唐朝以胖为美 是胡人的影响 和蒙古族一样 是强悍伟大 性格的根源 而宋朝时候的女真 征服北宋 清卢二帝 国库珍宝被掠空 后宫几千加厉 被掠往北国荒原 是因为缺少脊梁 刚强的民族性格 说到宋朝 这个朝代 就是农耕民族统治的典型例子 先前那点狼性 从唐朝到了宋朝 已经消磨殆尽 宋朝的皇帝 把军队交给文官统治 自己整天沉迷于书画丹青 美人唇酒 人民的生活 一落千丈 整个宋朝 就像被羊肯玩的草原一样 面临毁灭 苍天有眼 上天派出了他的大儿子 草原游牧民族 来好好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农耕弟弟 继续给他书学 硬化他的脊梁 让他重新站了起来 所以说 蒙原对华夏民族功不可没 蒙古民族给汉人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最大疆土 是再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书学 蒙原蒙古族对汉族的书学非常有效及时 可悲的是 身为哥哥的蒙古人 自己却被汉人的农耕文明给软化得最厉害 以至于不得不退回草原 你们大明的太祖皇帝和成祖皇帝 身处于蒙古狼交战的第一线 锻炼出了狼性 徐达 长玉春都是蒙古书学的杰作 明朝汉民族的复兴 要感谢蒙古民族的慷慨献血 感谢郎图腾在中华大地上的又一次复活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三十三集 欢迎收听 不过明朝最终还是没能征服北渊 甚至有位皇帝还被人升福了去 这是因为 受学者总是弱于献学者 而且这些蒙古学在诸家子孙的身体里 越来越少 到了后来 甚至能败给了农民造反的乌合之众 这时候 上天再次派出了强悍的狼哥哥给弟弟输血 不过主角不是蒙古人了 而是同样崇拜狼图腾的北方游牧渔猎民族 伟大的后京 说到这里 我想再次阐明我的观点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或者直接说满族和汉族 大清和大明 非但不是仇人 而且是狄青的兄弟 汉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天崇拜 来源于草原文明的藤格里崇拜 是炎黄祖先从草原带到中原的原始崇拜 所以 游牧崇拜和汉族崇拜 不仅不冲突 而且感情清净 容易接受 汉文化中 如学又遗留下来的游牧精神 像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扑符合草原游牧民族的狼图腾精神 而且 儒家维护的天子 即腾格里之子 即使中原人崇拜的龙图腾 即使也是源自于游牧民族的狼图腾 你们没发现龙的眼睛和狼眼睛是一样的吗 严格的说 我大清也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 而是游牧和渔猎并重的民族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崇拜狼 热爱狼 从狼的身上学习如何生存 如何战争 我们甚至做的比真正的腾格里之子还要好 均不见 我们已经能够向蒙古人输血了吗 至于大明 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享受过被我们输血的好处 去年的山东之战 贵国小有斩获 难道不是将士们身体里的狼性在起作用吗 这都要感谢草原 感谢草原狼 感谢草原人 感谢腾格里和大清 东陵书院的学生们 主攻的是八股文 平日里就对各种地理历史自然等学科极其陌生 这等歪理邪说更是闻所为闻 一时之间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反驳 虽然觉得江须满口胡言 但就是找不出究竟哪里出了岔子 又该从何处反驳 礼部官员没有想到 江须能在这个时候抛出他的狼图腾观点 而且是在东陵书院之中 更想不到的是堂堂东陵书院上千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驳斥这种观点 真是击杀旁人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嘻嘻嘞嘞嘞的春雨 会堂里人满为患 大家都在低声议论的江须惊世骇俗的观点 忽然一声炸雷般的怒吼响起 什么狗屁书学 老子三天两头去给你家女眷书经 你愿不愿意 站出来说话的是一个渔夫打扮的年轻人 头上戴着斗笠 赤脚穿着草鞋 白色棉布衣服外缠着一条马迪 雕后还悬了一个鱼篓 江须扫视一眼 哑然失笑 我还以为是东陵学子如此不讲礼貌大放厥词呢 原来是位渔夫 真没想到 东陵书院江河日下 连渔夫都能登堂入室了 听到江须的讽刺 礼部官员和东陵执视 有点抹不开面子 东陵书院是个严肃的学术机构 怎么能让人随随便便就闯进来呢 礼部官员一挥手 两个锦衣卫就扑了上去 众学子见有人出头 刚想听听这人的见解呢 没成想官兵竟然要将此人赶出去 一个个的都不一了 一边围堵着锦衣卫 一边起哄 那汉子 继续吧 骂得痛快 渔夫自然不是真正的渔夫 而是没换下渔夫行头的镇武侯爷 他从湖里出来 正准备进宫找皇帝小舅子 续道续道 没成想 在路上看见一位老熟人 这才一路尾随下来 说是熟人 其实也不是 原来是五阿哥玄奇 长得很像港台明星 古巨鸡 而古巨鸡 一直是刘子光最讨厌的明星 一看见那张故作潇洒的娃娃脸 就让人不由自主的涌起一股 想拿鞋底抽人的冲动 镇武侯是堂堂的侯爷 五阿哥也不是可以随意欺负的寻常小民 所以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刘子光带了几个侍卫 一路跟了过来 一直尾随进东陵书院 正好听见江须的一阵歪里邪说 于是刘子光按捺不住站出来 驳斥这种荒谬的观点 他也不去管那个长得古巨鸡脸的五阿哥了 现在的第一任务是博岛将须 替汉人正名 那两个锦衣卫都是百户身份 武功高强的很 如果真想抓捕刘子光 再多的学生也拦不住 可是这两人 却发现那个渔夫身旁几个不起眼的变装汉子 正是南场的千户 能带着千户 当随位的人 除了南场提督刘子光之外 不会有第二个人 当下他俩便停住了脚步 装作被学生阻拦 不能前进的样子 他们只是协助礼部 又不是直接归礼部管辖 自然不会去出震武侯的眉头 成蒙大家看得起 那我就上台和这位大师辩论一番 刘子光是何等人 自然丝毫不处这种人多眼杂的场合 他从容的从学生们中间走过 来到讲台前纵身一跳就上了讲台 动作潇洒利落 当即迎起一片叫好声 将须定睛一看 也大吃一惊 这人的精神劲 是装不出来的 有人穿上龙袍 也不像太子 有人穿着乞丐服 也气宇昂轩 刘子光就属于后者 长期以来的沙发决断 让他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一种比拟天下的英雄乞丐 以江须的眼力 不会看不出来 敢问这位小哥 高姓大名 有何功名在身 敢与我大清国李布侍郎 一较长短高下 江须的随从站出来问道 没等刘子光回答 江须说道 书院之中 不将尊卑高低 只叫学问长短 这位小哥 有什么高论 尽管发来 江大师 果然名家风范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不过在下是个打鱼的 待会儿说话可能粗俗些 还请大师原谅泽个 江须醒道 你要真是个打鱼的 那我就是杀猪的了 东陵书院毕竟是南明最知名的学府 有个别喜欢打扮另类的狂生 也是很有可能的 当下 他摆出一派虚怀弱骨的超人模样 微笑着 但讲 无妨 先说说你刚才提到的所谓腾个礼吧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怎么就成了咱们汉人和游牧民族共同的原始崇拜了呢 当五千年前我们汉人的夏商周时代时 你们所谓的草原文化还影子都没有呢 何谈来源于草原文明 这样说还不如说你爹是你养的呢 还龙图腾源自于狼图腾 你也太能掰了 你家的龙和狼长得一样呢 你知道龙是怎么来的吗 我告诉你吧 龙起源于原谷的原始图腾崇拜 是以蛇或鳄鱼等动物为图腾的部落 经过了战争和联姻 融合了以其他各种动物为图腾的部落后 产生的综合图腾 龙 脚四路 头四驢 俄四蛇 俯四肾 灵四里 爪四鹰 掌四虎 耳四牛 他既能在空中飞舞 又能与水中畅游 春秋时候的龙 秦汉时候的龙 唐宋时候的龙 直到今天 咱们大明朝龙袍上绣的龙 都不相同 这说明 龙是一种渐进的文化 一种炎黄子孙延续的民族象征 已经摆脱了原始民族图腾的意义 而你所说的狼图腾 还是最低级最原始的动物崇拜 根本和龙图腾 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你还好意思 拿狼图腾 往我们龙身上靠 真是一点也不害臊 刘子孙延续这番话 通俗易懂 言之糟糟 既讲清楚了两个民族图腾的差别 又阐述了龙的来历 让那些只知道死读八股文的学生们 眼界打开 顿时一片掌声响起 刘子光伸手四下压了压 接着说道 还有 江大师所说的游牧民族是狼 是哥哥 农耕民族是羊 是弟弟 狼哥哥要隔三差五的给羊弟弟输血 这话我怎么听怎么别扭 简直就不是人话吗 难道农耕民族可以创造出自己的生存空间 而无需对外扩张就是羊 游牧民族因为无法创造出足以养活自己的文明 他们为了生存 只能去掠夺和破坏农耕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 这样就能称之为狼 你们所谓的输血 就是掠夺完了农耕民族的文明成果 然后拖着抢来的财宝回到草原 给人类留下一片废墟 如此而已 居然被你美化成如此伟大的行为 有这么无耻的行径吗 草原民族是兄 华夏民族是弟 用什么来划分的 划分的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看谁创造了更先进的文明 如果以武力作为划分的标准 那么你旁边那个留着猪尾巴发型的车肘汉子 就可以做你叔叔 因为你肯定打不过他 有这个道理吗 江须冷笑着点点头 刚要反驳 却被信头正浓的刘子光一把按回了座位 现在他说的正爽 哪容将须插嘴 在冷兵器时代 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比农耕民族更占优势 也不是什么秘密 华夏民族打不过游牧民族 也不是绝对的 游牧民族也经常被华夏民族打败 这本属于军事范畴 跟文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况且游牧民族只有文化而没有文明 如果说所谓的腾格里之父是慈爱的话 怎么这些民族到了中原就只会野蛮的杀人 一杀就是几千万 雪流成河 狮堆如山 鸡犬不留 人烟罕见 世界上有这样的慈爱吗 刚才你说的 女真征服北宋 青鲁二帝 国库珍宝被掠空 后宫几千加厉 被掠往北国荒原 是因为缺少脊梁 刚强的民族性格 那么我想请问你 如何解释女真铁骑 在南宋初期被以岳飞为代表的汉族军队打得屁滚尿流 不仅是岳飞 还有韩世忠 刘奇 张俊 吴灵 吴界 哪个不是汉民族的脊梁 还有北方旧地上强大的反经力量 在没有强大力量支持的恶劣情况下 坚持抗战 宁死不屈 还有后期的于允文 孟拱 于界等民族英雄 他们哪个不是 然后咱们再反过来 看看你们所谓的有狼性的民族 且不说契丹 消灭于女真 女真消灭于蒙古 只说蒙古 蒙古后期 蒙元皇帝弃城北逃 其祖宗宗庙丢个干干净净 连皇太孙买的里八次都被汉民军所服 大批的蒙古族官员向大明投降 其中还有大量的蒙古王公贵族 你们的民族脊梁刚强体现在哪里 你们难道不是一个软骨头民族吗 元顺帝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民军决意死战 或许你又会说 是汉民族的娇奢淫义 孵化了狼哥哥 消磨了他们的斗志 那么我想请问 你们满清这才入关不到十年 那又为何败得那么惨 你们顺治皇帝 被我们大明的名将 刘侯爷吓得回京后就死了 你们的瑞王爷 也在逃亡过程中被活捉 你们的二十万南征大军像丧家之犬一样 灰溜溜的败催到黄河以北 这又是为什么呢 哼 我忘了 你总是有理由的 你们会说你们输血给了镇武侯 他才能如此勇武的打得你们屁滚尿流 打得你们千里遥远的跑来南京起降 好 台下爆发出一阵贺彩 书生们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大快人心的博士 刚才的阴郁心情一扫而光 不约而同的为这位不知名的渔夫鼓起掌握 刘子光望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不仅心潮澎湃 这些年轻人还没有被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毁掉 如果教育得当的话 未尝不是民族振兴的力量 他顿了顿 等掌声悉数下来 接着说 一个民族伟大于否 要看这个民族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一是科学技术 二是先进的思想文化 至于战斗力如何 那只能代表野蛮的程度 虽然游牧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原 但是他们没有创造文明的能力 以及是以落后的文化来统治中原的 所以游牧民族为了巩固在中原的统治 就必须以汉治汉 汉族在游牧民族王朝的人口比例 是占绝对多数的 如果不以以汉治汉 必然得不到汉民族的认同 史实俱在 容不得你有半点否认 无论是北魏还是蒙元还是满清 你们无论如何瞧不起汉族 怎样对汉族进行屠杀 但是军事巩固其政权之后 必然要汉化 不汉化 不吸引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政权 就不能让其统治下的汉民族 对异族政权有认同感 一个没有文明的民族通过武力征服了另一个有着高级文明的民族 一方面是对高级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一方面又必须依赖高级文明来统治高级文明的地区 这是历史的必然 请继续收听铁器时代第234集 欢迎收听铁器时代第234集 刘子光接着说 正是你口中这个所谓不争气的弟弟 发明了纸张 印刷术 火药 纸南针 钟表 炼铁 野铁水牌 浑天仪 地洞仪 楼车 陶瓷 针酒同仁 实境未直至 世道坐标系 雕板印刷术 朱蒜 纸币 钱庄 还有许多许多 而你们狼哥哥除了骑马射箭屠城之外 还会做什么 别的不说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用蛮语把我刚才的话写出来 你能吗 你不能 听说你们的康熙皇帝从小就要读汉书 这也难怪 你们满足 哪有什么书啊 除了一本三国演义 还被皇太极兄弟几个翻得像烂纸卷一样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一个不会创造文明的民族 肯定要被人类文明发展潮流所淘汰 这是历史的必然 一个低级文明在通过武力战胜一个高级文明之后 不是被高级文明所同化 就必然会被高级文明所驱逐 随着文明的日益先进 野蛮民族必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不管是蒙古草原的狼哥哥 还是辽和平原的狼哥哥 在咱们大明军队的钢铁洪流下 必将化为粉尘 谢谢大家 在下的话 讲完了 掌声 连绵不断的掌声 东陵的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虽然刘子光用了很多先进的词汇 他们还是听懂了 经刘子光这一解释 他们才明白中原文明的先进性和伟大性 一种民族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很多书生把巴掌都拍红了 没有人注意到 江须已经悄悄的下台 拉着五阿哥 灰溜溜的从后门走了 别人忘了 刘子光可没忘 刚才江须说过 有人能驳倒他 就会在东陵书院的牌匾下面 磕三个响头的话 他得意洋洋的接受了学生们的致敬 平平挥手之间回头看见 正看见江须的身影消失在后门 赶忙大喊书生们将他拦住 书生们一拥而上 将江须一盖人等围了起来 刘子光跳下讲台走过去质问 江大师 怎么这么快就急着要走 你不磕头了 江须道 是才有紧急公务 这才不告而别 以免影响了阁下的演讲 还请阁下留下姓名 改日咱们再聚首 今天这个辩论到此为止吧 那不行 要么你上台接着和我说 要么到牌匾下面去磕三个响头 要不然 就算我放你 这些学生也不会放你走的 刘子光才不买账 江须的论点论据 都是极不合理和幼稚的 不管他怎么狡辩 都不是刘子光的对手 而刘子光恰恰就喜欢 痛打落水沟 这个当口 当然不会轻易的把江须放走 今天本来想出个风头 没想到居然搞得下不来台 江须有些气恼了 摆出大清朝礼部侍郎的派头 对陪同的明朝官员道 我等可是来商谈国事的 如果被这些学生损伤了 你可吃醉不起 本官倒也罢了 这里还有一位尊贵的贝勒爷呢 万一两国因此再起刀兵 你能承担吗 礼部官员胆子比较小 听江须这么一说 也害怕 招呼景一卫 保护满清客人 可是锦衣卫出功不出力 眼看着那些学生 就要抓着江大人和贝勒爷了 几个一直隐忍着的哥舌哈 终于出手了 施展纯熟的摔跤技术 一个过间 就把一名书生摔到了墙角 鸭子打人了 书生们愤怒的吼着 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 只能干吼两声 面对手按刀把子 气焰嚣张的哥舌哈 书生们怒目而视 毫不退步 眼看着 就要爆发一场流血冲突 刘子光一时眼色 隐藏在人群中的南场帆子 终于动手了 这几个帆子 都是后期招募的武林高手 精通内家全 或许战场之上用处不大 但贴身净战时 威力无比 三下两下 就将几个哥舌哈的胳膊腿给卸了 丢在墙角里 任凭愤怒的学生殴打 而江须 则被众人揪到东陵书院的牌匾下面 强制的磕了三个香头 额头都磕中了 场面非常混乱 东陵直视 乐得亲人受辱 根本不加干涉 只有陪同的礼部官员 鸡的乱蹦 也无济于事 刘子光在人群中 搜索着那位长着古巨鸡脸型的阿哥 可怎么也找不到了 原来五二哥 见势不妙 已经抢先 滑脚溜了 事情闹得差不多的时候 东陵直视 这才出面直指 让人请了跌打狼中来 给遍体鳞伤的江侍郎 和哥士哈门 看病 然后 找到刘子光 一居长公道 先生 世外高人 谈吐时间少有 可否请教先生高姓大名 师辰何处 如果先生首肯 还请到书院任职 刘子光道 我只是一个打鱼的而已 念过几本旧书 些许学问不足挂齿 又怎么能登上东陵书院的大雅之堂呢 直视赞叹 刘子光果然是影视级别的 料他不愿轻易出山 便又问道 不知先生在何处吹吊 学生们早晚也好去请教 刘子光哈哈一笑 我在玄武湖打鱼 说完 丢下木凳口呆的指使 扬长而去 玄武湖 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寻常渔民根本进不去 谁都知道 玄武湖是黄庄 而且已经被赐给了长公主居住 而长公主则下架给了镇武侯刘子光 能有这么大谱 拽得二五八万四的 不肯屈尊来东陵任职 这人不是镇武侯 还能是谁 人说镇武侯是个不识字的莽夫 在我看绝非如此 当真是小银银银鱼也 中银银鱼室 大银鱼朝啊 直视望着刘子光的背影感慨着 清国的使团 依然没有见到大明的皇帝 在两国的外交关系没有确定以前 明朝绝不会让他们进攻进攻 所谓的外交关系 其实就是和亲戚关系之类差不多 最主流的是藩属 例如 高丽 安南这样的小国 就是大明的藩属 就是说 他们的国王是大明皇帝的臣子 使臣进京是要行跪拜大礼的 而大明的使臣去他们国家时 他们的国王要穿着全套的礼服迎来宋王 自古以来 中原政权从来都是万国来朝的局面 从来都是当老大的时候多 只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被北方的金国打得非常狼狈 两国的关系 无论哪位才子定位为书职关系 有一段时间还沦落成博职关系 后来国力增强才上升为兄弟之邦 现在明朝的实力并不弱于清朝 所以说话的时候 低气很足 按照内阁一般人的意思 这次两国的关系最低也要定位成书职关系 这就和满清人要求的兄弟关系 有着比较大的出入 一时半会儿是谈不拢了 不过不要紧 还有其他事可以谈 两国的军事分界线确定 交换战俘等诸多事宜都可以谈 和谈的场所设在五军都督府里 民国一方的谈判人员 由兵部尚书 五军都督府又都督原重换大头 镇午后刘子光为父 吴三桂和一些兵部官员为辅 两国人隔着一张长条桌子坐着 亲国人是一水的蓝段子官府 黑色暖帽上插着花铃 民国人是一色的红袍乌纱玉带 房子外面站着一排郑黄旗 萧綦颖和一排明朝警军 精卫分明 壁垒森严 之所以让刘子光参加会谈 是因为他曾经在对满清的战争中屡历起功 有他在场 满清人自然不敢嚣张 不过这次前来和谈的清国世界 基本以年轻人为主 很少有参加过南征战役的老将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火 看着那帮小子的眼神就嚣张得很 好像根本不把曾经活着过他们瑞亲王的刘子光 放在眼里 会谈开始以后 五二个玄奇看见刘子光 正是昨天在东陵书院 让他们丢人的那个渔夫 眼中金光一射 随即和江戌耳语了几句 江戌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也对吴阿哥 带到长城以外去 然后才能正式休战 确定国与国的关系 这个条件自然被满清使团一口拒绝 他们开出的条件是按照现在的实际军事分界线 划分国界 交换战俘 开边通商 让狼把吃到嘴底的肉吐出来 这是对狼的极大侮辱 别说大青不会答应 就是蒙古草原上那十万剑儿 也不会答应的 江戌面露 笔薄的神情道 他这也是在威胁对方 暗示几方 还有蒙古军的强力后援 如果不答应这个条件 将来恶仗 还有得打 吃了我的 就要吐出来 拿了我的 就要还回来 我管你是狼是狗 你要战便战 派什么老师子的和谈使团 真是不知所谓 刘子光一拍桌子怒道 和谈刚开始就处于谈崩的边缘 这也是双方早已预料的 两个长期兵戎相见的国家 哪有那么容易做到一起谈判的 不 炒归炒 谈归谈 至少表面功夫都要做到 刘少宝 莫要动气 一切从长计 袁崇焕 迷 袁大人 也是个强硬的主战派 去年山东战场上一半的功劳都被刘子光捞去 袁崇焕 一直心存接地 就想在收复河北京市的战争中建功立业 名存千古 所以 他根本不止止刘子光的不礼貌行为 只是跟着何悉你 你要战便战 反正一场战争下来 倒霉的总是你们汉人的百姓 我大清皇帝也是一片慈悲心肠 不想世间再凭空多些孤儿寡母 这才派遣我们前来和谈 你以为咱们满人真的怕了你们吗 武阿哥玄奇也一拍桌子 毫不示弱地和刘子光对视 现在是在武军都督府里 警卫森严的正规外交场合 不像昨天在东陵书院那么失控 所以玄奇的胆子也大了些 居然敢和刘子光叫完 不怕 不怕你们巴巴的跑南京来做什么 还说什么慈悲心肠 昨天还说自己是狼 今天怎么这狼改吃斋了 真是天大的笑话 刘子光冷笑一声 把身子缩到宽大的太师椅当中 庞若无人的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只精品中华 身后自由侍卫帮着把烟点着 他就这样在谈判桌上喷云土 把对面的人气得一个个脸色发青 狼的牙齿磨凸了也是狼 羊长出锋利的鸡脚已然是羊 现在的民国就是会用鸡脚的羊 但是不管羊怎么厉害 都不会是狼的对手 本贝勒不才 冤合贵国最厉害的杨勇士讨教几招 还望赐教 五二个玄奇 不知道哪根筋大错了 居然公然向刘子光挑战 刘子光哑然失笑 真是想来什么就来什么 想打这个盗版古剧机 他就主动把脸凑上来了 当下笑道 这可是你说的 要不要立个生死文书啊 贝勒爷 您万惊之躯 怎可轻易处长 奴才愿意替您接刘侯爷的招数 一个暖帽上插了一根蓝铃的清国武士 跳出来嚷着 尔康 这里没你事 赶紧退下 五二个历声喝道 不过 那名叫尔康的家伙 还是挺身而出 挡在了玄奇的面前 高大魁梧的身材 如同一面铁墙 棱角分明的面旁 如刀砍腐销 端的是一条浩瀚 你什么人 有什么资格和侯爷过招 不等刘子光说话 他身后的侍卫早就跳出来质问了 我乃大清巴图鲁 玉四黄麻卦 三界满汉八旗布库系总冠军 进攻五品蓝陵侍卫 施尔康 不知道 有没有资格 施尔康话还没说完 就被侍卫打断了 你当然没有资格 一个小小的侍卫 就敢挑战大明一等侯 太子少保 你懂不懂规矩 你还知道准备吗 无妨 切磋武艺吗 不管官职大小 不过本侯不懂不酷系的规则 就让我们红山团中精通摔跤的好手陪你玩玩吧 刘子光道 被叫来和施尔康对阵的 是红山团的骑兵总队长扎姆河 这位出身查哈尔部落的蒙古汉子 不但是马术剑术的好手 甩脚也很有一套 听说能和三界满汉八级总冠军较量 自然非常高兴 听到命令就兴冲冲的赶了过来 一场好端端的和谈演变成了比武大会 不过双方的高级官员并不在意 好像都憋着一股劲儿 想让对方难看死 武军都督府里掰开了场子 双方的人员围成了一个大圈 施尔康和扎姆河换上了脚衣 在一片叫好声中逗了起来 请继续收听铁器时代第二百三十五集 欢迎收听铁器时代第二百三十五集 一连斗了三场都是扎姆河献胜 最终施尔康潇洒地承认失败 并给胜利者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清朝使团成员们神情沮丧 明朝官员们沾沾自喜 天朝人就是好面子 赢了比赛以后 看满清人也顺眼了一点 转眼到了中午 都督府里摆了酒饭供众人食用 吃饭的时候 扎姆河凑近刘子光说 老四 那个满人的武功端是厉害 我能感觉到他在关键时候留了手 要不然我也不能三盘都赢 满蒙汉八旗总冠军的名头 可不是盖的 你得小心耍花样啊 刘子光顿时心生警惕 满人的狡猾和无所不用其极 他是另教过的 使团故意示弱 肯定有什么阴谋 当下他就发出命令 严密监控清国使团的一切活动 并且对家里 衙门里那几只燕鼠也加强监视 他们接触的所有人都要严密的盘查 下午继续开始会谈 这种会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马拉松时的艰苦谈判 唇枪舌剑不是武将们的特长 很快 会谈的主角就换成了双方的文官 你来我往的理论起来 而五二个刘子光他们都撤离了会场休息去了 满清使团居住的管役里自然安装了无数的窃听器 精通满语的监听员们日夜不停地挂着耳机 听着里面的动静 不过收获很少 使团很注意保密工作 从来不在房间里谈机密的事情 这也难怪 身在科技发达的民国京城 万事都要小心 谁也不敢保证隔墙无耳 使团的人自从上次在东陵书院出丑以后 就再也没有出过管役的大门 至于家里 衙门里那几个寒雪儿介绍的山东籍雇佣工 更是老实八角 别说到处串联了 就连机密公文摆在他们眼前都不去看一眼 看来他们是埋藏最深的一批人 这次行动或许不需要他们的参与 但是这依然不能让刘子光放心 亲人越是老实 就意味着有更大的阴谋 从武军都督府里出来 刘子光顺便回了一趟家 这一段时间 他一直住在玄武湖 家里被李湘军刘小猫闹成什么样子 还不知道 结果回家一看 非但没有天下打乱 还平添了很多值钱的玩意儿 摆在后堂里琳琅满目的 都是些精美的铠甲兵器 样样都不是凡品 尤其是一柄骨香骨色的铜剑 看起来是战国时候的产物 花纹精美 韧口锋利 原先的剑桩已经没有了 新配的剑鞘和剑饼蝉丝 也是相当的讲究 盘金错银 很是豪华 这是日升昌胡大掌柜送来的礼物 让小的问侯爷喜欢不喜欢 管家拿着李丹恭恭敬敬的说 刘子光用手指试了试剑刃 点点头道 不错 我很满意 自从他当了伯爵以后 家里的陈舍就开始注意格调了 作为武将 一些骨兵器 就是伯骨架上最好的陈列品 胡逸敏经常弄些 价值不菲的刀剑送给他 刘子光也是一直来者不拒 谁叫他们关系好呢 那这些呢 刘子光将宝剑放回锦盒 又拿起一件重量极轻的连环锁子甲 问道 回侯爷 这是淮南矿的梅家送来的燕林宝甲 据说世间仅此一件 不但刀枪重量也只有寻常盔甲的三成不刀 断的是件难得的宝物 还有这把日本名将打造的窝刀 是最先楼陈静南送来的 说是替他们家小主子送给侯爷把玩的 还有这根宋朝的把王枪 管家拿着目录如数家珍地给刘子光一一介绍着 听着刘子光不住的点头 这些都是既有收藏价值又有使用价值的珍惜兵器 非常合他的背恐 不过奇怪的是 这一批礼物来得过于密集 好像最近文物跳楼打减价一样 刘子光并没有将这件事过于放在心上 在府里转了转 又去了日升昌找胡大掌柜商讨事情 自从吕送回来以后 招商局的事情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这个实体所需要资金非常巨大 单凭几个人是拼凑不起来的 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进行融资 而日升昌作为最有钱的商号 又是刘子光的战略合作伙伴 自然是第一优先考虑的对象了 对于刘子光的不请自道 胡大掌柜表现得很开心 他俩有段日子没见面 看起来胡大掌柜又憔悴了许多 虽然只是个二十一岁的大姑娘 可是整天需要她劳心费力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再多的滋不平 也不能缓解这种辛劳对如花美貌的吞噬 再加上胡大掌柜自幼就涉足各种阴谋盘算之中 所以和同年级的女孩比起来 她明显成熟文重很多 一派女强人的模样 听到郑武侯来访 胡一鸣用最快的时间从书房来到了会客厅 能看出临来之前 女孩子匆忙的补了妆 脸上的粉还没完全铺开 大掌柜可要爱惜身体哦 大明朝的经济命脉可掌握在你手里 你要是有个小病小灾的 那日升昌还不乱套 那户部还不乱套 刘子光调侃着说 不过 他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日升昌相当于大明中央银行的角色 发行钞票 储备金银 异地兑换 信用担保等业务 遍布全国 而这么庞大的金融业务 全靠胡家和朝廷的良好关系 以及他们强大的实力 但日升昌 毕竟是一个私人钱庄 如果他的经营者出了状况 那在大明金融界的影响 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 侯爷说笑了 小女子只是个钱庄里不过算盘的 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对了 侯爷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日登门拜访 所谓哪庄呢 胡大小姐微笑着应付道 还不是上次跟你说的招商局的事 这件事情牵扯的方面太多太杂 招商局要有船队 有军队 有商队 有港口码头 有海外屋主的地方 要建造城池 移民过去更慌 人多了 人多了就需要管理者 要在局下面设立案查司 审理明事案件 还要设立部政司 管理百姓 将来规模大了 甚至还要设立 辅县一级的衙门 招商局的主要目的是赚钱 海外的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西洋诸国设立的东印度公司 就和我说的招商局差不多 有兵舰 有步骑兵 还有城墙和地方官 咱们是后起之秀 经验没人家丰富 所以才要一开始就做大做强 让他们无力竞争 刘子光娓娓道来 上次他已经将一个粗略的一项书 交给了胡一鸣 不知道这段时间 胡大掌柜有没有认真考虑过 说来说去 就是官商家屯田 这么大的项目 没有朝廷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 即使以你我的实力也不行 要知道 这牵扯得太广了 简直就是海外另立新国 皇上不会答应 内阁也不会答应的 正因为如此 招商局才要吸引更多的人入谷 皇上 后妃 亲王 公侯 可以入谷 大臣 地方士绅 其他商号也可以入谷 古今可以是现银 也可以是食物 比如皇上可以直接下旨 将广州的港口赐给招商局使用 坐价三十万两 古今还可以是老五 比如某个船队提供给招商局十艘千料大船 配备足够的水手 也可以坐价的 这一切都得从长计议 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完成的 如果事情办成了 那就是千秋公典 中原从此富裕太平 再也不会受饥荒之苦 因为咱们有足够的殖民地 可以提供粮食 你要知道 南洋的土地可是神奇的很 种粮食一年三熟 瓜果蔬菜撒了种子就不用管 绝对是块宝地啊 说到这儿 刘子光顿了顿 端起乡名品了一口 继续道 大掌柜最担心的问题 也容易解决 昨日本侯进宫面圣 已将这事告诉皇上 皇上说了 只要能赚钱 怎么干都行 胡一鸣听完 唯唯一笑 我就知道 你一定有办法 所以具体的章程 已经让师爷给你列出来了 你好好看看 觉得行 咱们就干 说着 让侍女用朱漆盘子 捧过来一本现状书 刘子光拿过来一看 不禁赞叹日升昌的效率和高水准 按照刘子光提出的初步设想 人家已经整理出了具体的招商局募集资金的章程以及红利分配的方案 十几个师爷足足忙了十几天才拿出这么一个方案 招商局的成立 招商局的成立是一件很大的事 因为涉及的资金人员物资过于繁杂 所以规矩定的也很细致 总股本定为一千万两银子 每一万两作为一个基本单位 也就是说 一万两银子就能买到零点一股招商局的股份 如果低于一万两就不能交易了 这也限制了原始股东们的准入门槛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招商局的股东的 股东要求必须是身家清白的官员事身 而且不能是外国人 就这样苛刻的规定之下 恐怕招商局的股份发售还是要排起长龙的 毕竟这是个发财的路子 根据日声长专门的宣传人员编辑过的招股书 将招商局的前景描写得花一般 股东每年的红利至少能翻三番 这样的好事哪儿找去 到时候有钱的财主官员们一定会强迫头 所以招股书里还规定了认购时候的具体事宜 股东们申购之前需要先排队零号 然后每十个人一组竞拍一股招商局的股票 以此防止股票被个别人大量囤积 至于人里物里的干股 则由招商局筹备会委托日声昌进行验资 根据实际的数额进行核算 当然不是说拿什么都能来入股的 您老人家弄一千头牛过来 这人招商局也不稀罕他 筹备阶段需要的只有码头 船只 有经验的人员等 这一项实物资产占总股本的三成 其他的都用现银来结算 除了募集股份 招商局还准备发行债券 债券和股票不同之处 在于他的稳定性 但缺点也是稳定性 每年按照固定的利率支付利息 招商局的生意好坏 和他们没有关系 招商局最大的股东 毫无疑问是皇上 然后才能轮到刘子光这个级别的全臣 其他的各部大臣各省都府和各地的富商 如果想要申购股份 都得走刘子光或者日升昌的路子 因为招商局的股票和债券销售工作 都是通过日升昌进行的 而招商局的创始人 就是刘子光本人 这两个关系都是绕不开的 招商局的创始人是刘子光 但董事长的位子肯定是当今皇上 执行具体事务的局最高长官 由董事会选出 任期三年可以连任 这个位置的人选 肯定是多方争夺的焦点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由刘子光或者其手下的干将担任 由日升昌的协助 募集工作肯定能超额完成 估计溢价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加在一起 肯定能超过三千万两 从民间抽取这么大一笔庞大的资金 对于任何人 任何国家来说 都是一件大事 即使见多了大场面的胡一鸣也很关注 大量的欠营集中起来 势必在短时间内造成社会流动资金的缺乏 从而引起物价的波动和民心的混乱 所以 招股工作必须秘密进行 吸取那些常年不流通的银子 而且银子到手之后就要赶紧投入运营 招募人马购买船只 总之 要尽快把银子花出去 这才能稳定社会 对于胡大掌柜的高深见解 刘子光很是佩服 表示招股工作 交给日升昌 自己非常放心 需要多少比例的佣金 大家都好商量 胡一鸣也不客套 开出一价发行额 五成归自己的价码 刘子光眉头都眉皱 就答应了 有钱大家赚吗 等招商局开办起来 大批的船只开往南美 澳洲 非洲 就会有更多的物资和经营 流到大明来 各地丰树的殖民地 将为大明提供充足的营养 早晚有一天 大明能够成为一天到晚 旗帜飘扬在阳光下的日不落帝国 这一切都依赖于招商局的成立 和吕宋的密切合作 而这两件事 都是自己一手造就的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刘子光首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然后改变了一帮奴隶兄弟的命运 现在他要改变的是全天下汉人的命运 只有这样才不愧于心 不愧于上天给他的后资 招商局的事就拜托给大厂贵了 本侯该去打鱼了 谈完了正事 刘子光拱手告别 胡大掌贵自然知道 刘子光所说的打鱼是什么意思 当下笑道 哼 侯爷现在也是驸马了 和皇上都是一家人 以后咱们日升昌 可要依靠你这座大山了 不过侯爷也不能冷落着荣妹妹哦 我这里正好有几幅苏东坡手写的词 你拿回去给荣妹欣赏吧 哦 苏氏的手术 那可值大钱了 还有你送我的战国铜剑 看起来也价值不菲 大掌柜总是送些贵重的礼物 弄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礼了 这样吧 回头我让手下送你五十条长火冲 武装武装 你们钱装押运队吧 刘子光毫不客气的 将卷周家在搁着窝里说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 第二百三十六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 第二百三十六集 哼 些许意思不成敬意 我就喜欢收集这些玩意儿 自己喜欢买 更喜欢拿来送人 我经手的可都是真品 绝不艳品 放在家里既能欣赏 又能保值 你们以后 要买古玩玉器字画什么的 可以叫我去帮帮看 看到刘子光频频点头 胡一鸣又得意的说 最近一段时间 我的斩获可不少 铜顶 玉器 兵器 字画 都收了不少 而且都是低价 有空你叫荣妹到我这儿来看看 保准她流连忘返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低价古玩涌过来 而且都是货真价实的真品 不瞒你说 光我那里收到的骨盔甲兵器就有一堆 刘子光 纳闷的说 是这样的 北边民不聊生 有些人就干起了摸金校尉的勾当 这一批涌到江南的文物里面 有一半多是陪葬品 还有一部分 是梁上君子的杰作 再有就是人家的传家之宝 活不下去 才低价贱卖的 要知道 乱世的文物是卖不上价的 咱们这可是占了大便宜了 胡一鸣唯唯道来 解了刘子光心中的疑惑 原来如此啊 那胡大掌柜你要多买点 这些都是咱们汉人的文化遗产 买下来就等于抢救性的保护 这种行为本侯支持 盗墓的银城 虽然见不得光 可是这些珍贵的文物 与其烂在墓里 还不如发掘出来 供人们收藏欣赏 北面满清同志的地域 居然沦落到 倒卖陪葬品和家传宝的局面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满清的根基已经不稳了 正事谈完 刘子光抱着苏东坡的真迹坐在回玄武湖的轿子里 顺手打开 欣赏着古人的莫保 想着想着 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 这么多文物 涌到江南 定然会引发一场收藏热潮 那么说 至少会有巨量的银子流到北方去 这样一来 就等于增强了满清的国力 这件事还是有蹊跷 必须下大力气追查 轿子走到大市场 钱庄云集的地方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吵吵嚷嚷 按照刘子光现在的评级 本不应该管这些事情小事了 可是人群中传来一句话 让他动了怒 你们武城兵马司算什么东西 就是南厂的番子来了 爷们儿也不怕 这一句嚣张的话语 是个粗壮的汉子喊出来的 声音高亢游力 中气十足 看来自己那帮手下遇到扎手的角色了 武城兵马司是刘子光的嫡系 这支部队相当于京城武警总队 负责巡逻补盗 维持治安的工作 虽然是个肥柴 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来的 京城有权有势的人实在太多了 什么都一查到底 不知道会得罪多少大佬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又怕京城治安恶化 都指挥是李延的乌纱帽 戴得不安的 所以刘子光一直让他们小心从事 看人下跌了 小小不然也就算了 名分极大 直接转交给南厂处理 争取长久的保住这个重要衙门的话语权 可是这次遇到的麻烦可真不小 敢和武城兵马司叫板也就罢了 还把南厂拿出来说事 就显得过于狂妄 当下刘子光冷哼一声 对轿旁的侍卫道 过去瞧瞧 现如今刘子光在京城里行走 已经不用八台大轿全赴一丈 他嫌那个太招有 而且速度也慢 所以都是普通的四台轿子 或者骑马 侍卫带的也不多 十来个而已 大内侍卫和南厂帆子各占一半 光这幅独特的阵扎 就可以在京城横着走了 机灵点的人 一看就知道是镇武侯的大家 果然 等刘子光的轿子抬过去之后 一帮正在推推嗓嗓的人群都停下了 刘子光钻出轿子抬眼望去 原来是一帮穿着官靴的汉子 正和武城兵马司的官兵们对峙 中间加了一个穿团花香云纱袍子的小老头 地点是一处日升昌票号的门口 刚才谁说南厂帆子来了也不怕的 站出来让本侯瞧瞧 那帮刚才还神起火线的汉子 顿时泄了气 恭恭敬敬的回道 侯爷 小子们一时口快说错了话 只是这帮军汉实在无力 偏听票号老板的一面之词 应要锁我们回去 这才起了争执 哼 有话好好说嘛 你们是哪个呀们的 为何要在这票号门口姿势 回侯爷 小子们都是雨林右卫的百户 到钱庄来 对些散碎银子时 没成想票号掌柜说咱们的银票是假的 这可出了奇了 明明是正儿八经的日升昌银票 怎么就成假的呢 这老家伙不再要没收银票 还喊来了兵马司的兄弟要拿我们 怎么说我们也是堂堂的雨林卫呀 哪能说拿就拿 那带头的雨林卫百户声音越说越低 到后来已经不敢抬头看镇武侯了 要知道按照他们的评级 武城兵马司是有资格捉纳他们 并不存在什么为止的问题 刘子光倒不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 让他震惊的是银票居然有假的 这可是天大的事 到处充斥的假银票 可以轻松回到日升昌 乃至大明朝的经济体系 早晨的损害不可估量 把银票拿来我看看 票号的掌柜赶忙屁颠屁颠的跑过来 乘上来五张印刷精美的银票 面额都是十两 这种面值是流通最广泛的一种 大致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半个月的薪水 一般数额的商品交易 常规的物资采买 甚至军队军饷的下发 都能用到这种面值的银票 日升昌发行的银票 一共有三种 十两 五十两 一百两 这三种面值的银票 都是无济明的 只在印刷手段上 加以各种防伪措施 基本作为现银 流通使用 在全国范围内的日升昌票号 可以随意兑换银定和银员 简单的说 它们的作用和钞票 是一模一样的 至于十两以下的交易 则不用银票 而直接用现银和铜钱 因为印刷一张银票的成本不低 而且散碎银子便携性很强 基本不需要银票来定替 而一百两以上的数额 则用记名的本票来替代 分别为五百两 一千两 一万两 三种 印刷更加精细 除了标注数字以外 还在背面 加盖了申请本票方的 硬件和签名 转让本票的时候 需要到专门的票号窗口 去办理背书 这也是日升昌 严密金融体系的一个体现 小额的是现银交易 大额的是本票交易 只有中间那一种中等数额的银票 才是流通环节中最薄弱的一环 最怕的就是出现尾超 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拿在刘子光手上的那五张十两面值的银票 看起来很真 但确确实实是尾超 刘子光招手 让票号掌柜过来 说道 明明是真银票 怎么说是假的呢 还不赶紧把银子给人家对了 掌柜的迟疑的看着刘子光 侯爷 这 刘子光不动声色 掌柜的到底是日升昌培训出来的干练之才 当即改口道 是是 小的这就给他们几位爷对银子 几个雨淋位的百户 拿到了白花花的现银 千恩万谢的给镇武侯磕了头才离去 当然 磕头是因为侯爷没有治他们乱说话 当街闹事的罪名 而不是替他们讨回了应得的银子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几张银票明明就是真的 几个百户拿着银子 去秦淮河潇洒了 十两银票在达官贵人眼里不算什么大数字 可在寻常百姓低级军官眼里还是满值钱的 以至于他们消费钱 总喜欢到票号把银票对成散碎的银钉和铜板 这些花销起来才顺手核算 刘子光拿着五张假银票眉头紧锁 他走下轿 进了票号的后堂 把掌柜的叫来 开门见山的问道 这样的假银票还有多少 回后眼 最近一段时间收了四五百两这样的假票 刚开始伙计还没注意 后来账方二次清查的时候才发现 这批假票做得太精细了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哦 胡大掌柜知道这件事吗 大掌柜已经知道了 很是关注 他交代我们 一定要将持有假票的人身份搞清楚 必要的时候 可以知会巡逻的兵马司兄弟 所以今天才闹这么一出 然后也分心了 小的真是该死 好了 这事本猴自有分寸 从明天开始 南厂会派番子票号里职守 有拿假票的 你们就暗示一下 我们自会处理 安排完了票号的事 刘子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伟超的源头 可能是谋取利益的犯罪集团 也可能是怀有更大野心的敌国 无论是哪一种都非常可怕 因为此刻他手里捏着的假银票 做的确实太像真的了 甚至连抄纸的厚薄手感都一样 唯一区别的是某些部位的花纹和原版的稍有差距 但却是同样的惊喜 谁要能印刷出这样的尾钞 无异于掌握了金山 大量的尾钞横行面试 不但会造成银子的损失 更可怕的是会造成雪崩一样的连锁反应 导致民众对日升昌的其他金融产品的怀疑 这也是刚才刘子光不动声色 让票号掌柜把银子对给那几个家伙的原因 现在不是打草金蛇的时候 南厂藩子已经去跟踪他们几个了 从使用者入手是一方面 从日升昌内部审查也是一个方面 没有内贼是不可能掌握银票所用的纸张的秘密的 刘子光感觉冥冥之中 一张大网朝自己撒了过来 未必是真刀真枪的暗杀 但却比真刀真枪还可怕 最近的事情发生的太蹊跷 而且这些事情都直指大明朝的金融体系 一般人都不知道金融风暴的可怕性 但刘子光可明白得很 一旦作为大明央行的日升昌发生信用危机 这场风波甚至比满清的十万大军入侵还要可怕 这种经济战争不是南厂的管辖范围 日升昌也不是朝廷的衙门 所以不会有太多的人关注 选择这个点对民国进行打击 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一定是个高手 让孙刚派干员彻查此事 牵扯到任何级别的官员 绝不姑息 这是刘子光让手下带给南厂大党头的话 具体的真纪工作 刘子光不会指手画脚 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跃及指挥 另一个方面是他确实没有那个时间 作为大明帝国的宫廷敬畏大臣 和反间谍机关的头目 刘子光的日程应该排得很满才对 可事实上太阳偏西的时候 他就回家了 再不处理任何公务 在玄武湖那个美丽的小岛上 和爱妻曾城共进晚膳 共赏日落 然后轻轻握握 直到次日清晨 才再次以打鱼的名义出岛办公 事实上 肩膀上责任重大的人 都很难将工作和生活区分开 刘子光也不例外 虽然没人打扰他 可是今天的事情 让他实在没心情万恶 饭桌上不免有些打尿 相公 我今天给你打了半斤白酒 红烧了一条大鱼 还宰了只鸭子 给你弄了这么多好菜 你知道为什么吗 曾城一边拿着桃子的小酒壶给刘子光倒酒 一边细声慢语的说 为什么 今天你生日 不是 那是咱家的鸭子又下双黄蛋了 什么呀 再乱说人家不理你了 那我真猜不出 你赶紧说吧 刘子光有些心不在焉 脑子里总想着伪钞的事情 端起酒杯向唇边送去 我有了 曾城用蚊子一般细小的声音说道 一双小手捏着衣角 小脸飞红 啥是好看 叮当一声 酒杯落地 刘子光目瞪口呆 我 我要当爹了 老实说 刘子光还没有做好当爹的准备 虽然他的年龄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算不上青葱少年了 和他一般二十五六岁的男子早就结婚生子了 孩子大的都有十岁了 他现在才当上准爸爸 算是很晚了 但刘子光 但刘子光依然有些慌乱 抑制不住的兴奋 涌上心头 转移转 转眼又是一阵悲疮 远隔万里时空的父母 不知道怎么样 年迈的他们 如果知道快要做爷爷奶奶了 还不知道高兴成啥样 什么时候知道的 要不要请郎中过来看看 刘子光关切地坐在曾成的身边 伸手去摸曾成的肚子 却被他满脸通红地推开 早呢 瞎摸什么 哦 也是 咱们成婚也不过一个多月 没想到你这肚子这么争气 不行 明儿我把咱们的小猪卖了 换钱买点好吃的 别 小猪还在整标 现在卖了怪可惜的 再说 现在还早呢 再过一个月找郎中看也不迟 这哪行啊 明儿我就进城 找几个郎中来看 小猪不卖也行 我多打些鱼卖就行了 刘子光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 看来今晚是要失眠了 四日 刘子光一大早就进宫 向皇太妃和皇上报告了这个消息 把他们高兴的什么事 派了太医去给公主把脉 而且开始立即张罗吻婆奶妈这些人员 通知完宫里 刘子光又回府上宣布了这一喜讯 从湖兴岛搬回侯业府居住的彭敬荣 非常高兴 虽然不是自己有了身孕 但怎么都是老刘家有了后代 身为刘子光的夫人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只有彭敬威有些郁闷 人家连孩子都有了 可自己还得喊姐夫呢 不知道哪天才能从小姨子上升到夫人的高度 家里特殊议员刘小猫 瞪着一双杏核眼 蹲在梁头上 看着大家手无足蹈 说孩子什么的 打了个无聊的哈欠 烂洋洋的睡觉去了 这些事情 显然对他来说 太高深了些 请继续收听铁气时代第二百三十七集 欢迎收听铁气时代第二百三十七集 快有孩子了 咱们家得开源节流 赚点奶粉钱 刘子光说 你还真以为你是个渔夫了 家里的银子够你养活上千个孩子的 彭敬荣说 再后的家底子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 不光是公主的孩子 还有你们的孩子 将来都要给他们留点钱才行 现在朝廷要成立招商局了 内部招股已经开始 一万两银子起 你们有私房钱可以拿出来 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有了一张股票在手 今后的吃喝都不用愁了 要是以铁厂的名义入股也可以 还能用铁器冲敌古金呢 刘子光向几位娘子和准娘子解释着 嗯 以前听你提过的 我这有五六万两银子私房钱 你都拿去买股票吧 以铁厂的名义入股是个大事 回头要和其他人商量一下 我估摸着 五六十万两还是能拿得出来的 彭静荣是个明白人 自然知道招商局是个赚钱的行当 又是自家老公操办的事 哪有不支持的道理 还我还我 我也有三万多两银子零花钱压岁钱呢 彭静威也跟着瞎启哄 他一溜烟跑回了自己的闺房 转眼就抱着个钱枪子回来 拿出一大塔银票 给刘子光看 姐夫 这些都是我支持你的 回头分红利的时候 可要多分我一点 什么支持姐夫的 这是姐夫照顾你的 别人到处打通关节都买不到半股呢 那我不管 反正银子都给你了 到时候你分我什么都行 哪怕从南洋带回来的鱼虾海鸟也行 彭静威和姐姐不同 他图的不是丰厚的回报 而是纯粹图个热闹 谁也没有注意到 两头上的刘小猫已经醒了 耳朵支愣着听下面的人说什么股票分红的事情 一双信和眼 盯着彭静威手中花花绿绿的银票 若有所思起来 昨天 那几个使用伪钞的雨林卫官军 离开之后 便被南场番子秘密逮捕了 经过一番审问 得知银票是一个经常往军营里送猪肉米 在赌博的时候输给他们的 番子们连夜出洞 将那名商人抓来拷问 追究伪钞的来源 可是任凭他们怎么拷打 商人就是想不起这几张银票的来路 因为做买卖的人交际广泛 赢钱来往很多 十两面值又不是什么大叔 让人根本无从回忆 番子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条线索 将这名商人所有的往来客户都统计了出来 还有他经常去了酒楼 妓院 赌场 都列出单子 挨个插房 银票是流转的东西 尤其十两面值的这种更是市面上使用最多的 想查到源头实在太难了 正当番子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 这天中午 一个人拿着十两银票到日升昌兑换碎银 被逮个正着 这人不是军官 而是寻常百姓 他手中的尾巢来历非常清楚 正是刚才从赌场赢回来的 这人光顾的赌场 是京城相当有名的所在 也是刘子光曾经横行过的地方 乱世家人连锁店的小乱化房 现在的小乱 虽然不如当初那么金贵了 可依然是闻名狭耳的小金窟 每天进进出出的赌本 总有一二十万两 客人更是三角九流样样都有 如果这里是伟钞的源头 那可就影响太广泛了 每天不知有多少假银票流转到民间 经过再次提审 先前那个商人也证实自己确实经常光顾小乱 每次玩的彩头都不是很大 百石两的样子 那几张尾巢很可能就是从小乱的经营筹码兑换处拿来的 有两个证人的证言就足以确定嫌疑对象 南场藩子们立即调动人马赶赴小乱 没想到 在小乱的铸伯地却遭到了武装对抗 一帮绑大腰圆的汉子护着画坊 严禁任何人靠近 藩子们仗着自己的身份 并没有过于兴师动众 只动用了一个二十人的小队 面对百名好手的阻拦 他们一时间也没了对策 南场藩子是以孙刚招募的江湖人士为主体的 部分前东场的人马和小部分红山团的人马为伏组成 特场在于侦查审讯 而不是武装对抗 更何况眼下拦在小乱面前的这些人 并不是登仙之辈 其中好些人都穿着官靴 京城的水太深了 带队藩子不敢造次 急派人通知大党头孙刚 孙刚带人赶过来的时候 正遇到对方的援军也到了 一看还是熟人 以前在紫光车行干过的锦衣卫千户许三匹 三匹 这怎么回事 这些人什么来头 敢和我们南场叫板 孙刚很有些不满意的问道 顺手摸出一只中华 摔给了许三匹 孙哥 船上的人都是公子王孙 镇武侯来了 都要给他们几分薄面的 今儿他们中有个人过寿 把画坊包了 自然不会有咱们南场要办的人在里面 一兄弟看 还是带弟兄们撤了 明儿再来办这个案子 许三匹以前是跟孙刚混的 现如今的官职 也不如孙刚高 自然不敢在他面前拖大 先帮孙刚把烟点着 然后自己才点烟 甩了火柴 很无奈的解释着 到底是哪家的公子这么大谱 居然把你们锦衣卫都调来了 他的面子是有了 那我们南场的面子可丢了 这可是侯爷交办的一等一的大事 除了漏子 谁也吃醉不起 三匹你也别劝我 有什么话 让他们跟镇武侯说去 孙刚有些闹 南场成立以来就没吃过瘪 即使面对当年横行无忌的东场 也是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从来没闹中过 现在居然被一帮人 以过生日为由 肚在外面 这如何不让人气闹 来人 给我把飞虎队调来 孙刚把抽了半截的烟头一扔 大声喝领道 飞虎队是南场隶属的特别行动队 专门对付巨捕的汉飞 由精通城市作战的武林高手 配备先进的火冲 火箭筒 弓弩 刀剑组成 人数不多 但战斗力相当强悍 在他们的活力打击下 把在小乱外面的这些人一秒钟内就会变成肉饼 许三皮悲哀的摇了摇头 这孙大党头和郑武侯还真是一个脾气 遇事一点不处 根本不管对方是谁就硬上 如果今天真把小乱给轰了 那可是给郑武侯添了大麻烦 身为朋友 他不得不全 大党头稍安勿躁 我来告诉你里面都是什么人 许三皮揽过孙刚的肩膀 示意他到乙旁说话 可是被孙刚很不给面子的把手拨开 有什么话当面说 那我就不隐瞒了 现在这话讽之中做了两位国公 两位侯爷还有一帮宗室子弟 个儿顶个儿都是在京城横着走的角色 你觉得还能进去查吗 许三皮这话不无道理 虽然南厂权力很大 但是根据最新修订的大名律 厂位系统在任何情况下 不得对二品以上的大员 进行侦察活动 这是东陵当政以后 实施的一项很得人心的政策 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明朝特务政治的顽疾 大臣们不用在担心半夜里被厂位毫无原因的补去了 厂位也因此将精力从无谓的内耗中解脱出来 去对付更加严峻的敌国特务行动 伯爵以上就是超品 远比二品高 刘子光也不过就是一个新晋的侯爵 现如今画坊之中光国公爷就做了俩 还有俩和刘子光一样级别的侯爷 这小乱还当真查不得 可是厂都大人交代过 此案关系重大 无论牵扯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 孙刚一市井泼皮出身 对于什么公啊侯啊的 天生缺乏尊敬和畏惧 你说谁谁是天下第一高手 他可能害怕 你要说谁谁的官大 那纯粹是自找难看 在孙大挡头心目中 除了皇帝老子 官最大的就是他们家侯爷 闪开 谁拦我灭谁 徐三皮无奈 只得下令锦衣为后退 南场的飞虎队 端着喇叭口火冲慢慢压了上来 但是那群打手不为所动 依旧傲慢的挡在码头上 孙刚宁笑了一下 将右手举了起来 只要他的手挥下去 那么这群打手将在瞬间变成一堆喷血的尸体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呼听的一声宝贺 住手 谁再敢往前一步 你们的兄弟就人头落地 孙刚回头一看 顿时大惊失色 原来外围的南场帆子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家全部活捉了 一个个钢刀架在脖子上被推了过来 抓他们的人是一帮净状汉子 手上青筋暴露 眉目冷峻超然 一看就是高手 犯了你们了 敢扣拿管柴 当真没有王法了吗 孙刚觉得很稀吗 这世界怎么了 南场帆子都抓 今天要不把他们灭了 以后就真没脸出来混了 要造反的是你 英国公是你能动的吗 那帮人为首的一个掏出腰牌给孙刚看 原来 而且是千户级别的高级军官 英国公是欲赐单书铁卷的功臣 即使有罪也不能捉了 孙哥 你要三思啊 这回是咱们南场利亏 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 英国公的后台硬着呢 许三匹苦口婆心的劝道 他总归在南场混过一段时间 而且这段工作经历 对他在锦衣卫里面的前程也很有帮助 所以 平心而论 他是站在南场一边的 孙刚歪着头 看了小乱画坊一会儿 转身就走 飞虎队信性的将火冲收起 整队准备撤离现场 许三匹也松了一口气 一场让他为难的火拼 终于被制止住了 虽然为以后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不过 这就不关他的事了 眼看此事就要收尾 可是有横处之间 画坊上 忽然走出几个人 扶着二楼的栏杆 朝这边看了过来 指指点点的 似乎在嘲笑南场 孙刚抬眼望去 那几个人 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 白白净净 营养很良好的样子 身上的衣服 却很奇怪 都是满清的马挂 他们中个头最高 也最壮的一个家伙 居然把手指塞进嘴里 冲这边打了一个呼声 高声喊道 傻逼 进来搜查 然后一帮人 哈哈大笑 笑得是前仰后合 孙刚恶狠狠的瞪过去 想记住这帮人的模样 这又触怒了那帮少年 冲着孙大挡头直喊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眼睛抠出来 当抛彩 南场的兄弟 那受过这样的折辱 一个个恨得牙根痒 不过 碍于由兄弟被人家控制住 也不便发作 只得忍气吞声的往后撤去 随着飞虎队的撤离 那帮锦衣卫的神色放松了许多 架在南场翻在脖子上的钢刀 或多或少放低了一点 孙刚眼角扫过这些人 忽然大吼一声 动手 一阵火冲响起 青拿南场翻字的锦衣卫们 几乎在一瞬间都被抱了头 不知道从哪里射出来的铅弹 掀翻了他们的脑壳 鲜血脑浆四剑 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 南场众人趁着这个机会忽然发难 原本松散的队形变成了尖锐的气息 飞虎队员手中的喇叭口火冲 朝着码头上的打手们倾泻着暴雨一般的散弹 然后抽刀杀了过去 许三皮贺令自己的手下不许动手 全部站在原底不动 南场倒也没有为难他们 孙刚从许三皮面前走过的时候 冷冷的说了一声谢 南场飞虎队出动的时候 总要在周围布置若干举击手的 加成加腾线的枪管和特制的小口径千弹 能保证准确命中目标的头部 狙击手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 一击必中 所以孙刚才有信心玩这么一手欲擒故纵 什么锦衣卫 什么英国公 这都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他只知道如果这样灰溜溜的回去 一定会被镇武侯狠狠的责骂 无论什么时候 南场的面子不能丢 这才是最重要的 杀几个锦衣卫和打手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不把那个英国公宰掉 就不会给侯爷添麻烦 骤然俱变让小乱上的人惊慌失措 南场帆子蜂拥而入 贺令所有人双手抱头蹲下 胆肝反抗的当场格杀 那几个穿着清朝服装的少年 被飞虎队用枪托砸倒在地 明晃晃的刀刃压在脖子上 稍微动一动就要见血 孙刚悠然走了过来 问道 刚才谁要抠我的眼珠当炮彩的 你有种 感动我 被按在地上的高大少年竟然笑了起来 满脸的横肉随着狂笑而抖动 有能耐就在这别走 看我能不能抠你的眼珠子 说话的这个少年就是英国公了 作为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后代 年纪轻轻的世袭英国公张俊 确实有傲慢资本 她的姐姐是魏国公的夫人 她的表姐是当今皇后 她自己是由单书铁卷的国公 只要不犯叛国谋逆的大罪 干什么坏事都不会受惩罚 而且她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自小受到逆案 毫无约束的成长历程 造成了她这种无法无天的性格 以前爹爹在的时候 好歹还有人能管束一点 后来老英国公在奉天殿大火中丧生 世袭了爵位的张俊 可就成了爷吗 再加上她确实聪明 一帮年龄差不多的小绝业 宗室子弟 总喜欢跟他一块玩 这些人的玩法 和江南四公子那些人又不一样 档次高了很多 他们出来玩 都是包整座妓院酒楼 或者直接买下来 气度和排场都不同凡向 并且为了彰显他们的与众不同 这些家伙 总喜欢弄些奇装衣服来穿 弄些珍奇的好吃的好玩的享用 力求和社会主流不同 所以他们的小团体 私下被称作非主流会馆 请继续收听铁器时代第238集 欢迎收听铁器时代 第238集 把小宫也看好了 别让他乱动他 碰到了刀刃 孙刚根本不理睬张俊的威胁 他要查的是韦超的案子 只要在小乱发现韦超 今天闯的这些乱子都不是问题 大党头 没发现目标 大党头 到处都搜遍了 没有咱要的东西 听到手下的汇报 孙刚的心越来越凉 今天杀了不少锦衣卫和国公府的护卫 如果不能查出点问题 可就麻烦了 就是刘子光出面 也帮不了他 撤 孙刚当机立断 下了命令 一帮人匆忙撤离小乱 却发现码头已经被大队人马包围了 有禁军 有锦衣卫 还有各个府上的武师 把小乱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 老大 怎么办 打吧 手下满不在乎的文孙刚 这帮南场帆子也是蛮横惯了 丝毫没有意识到今天的祸事之大 刚才的事情就已经惹了大麻烦 好在是对方先动手 还能讲下道理 如果再火拼一场 就结实不过去了 即使打赢了 也给南场 给侯爷带来了无尽的是非 所以孙刚毅然决定投降 派几个会谁的兄弟 偷偷去报告侯爷 咱们脚先 刚才还夸你有种啊 怎么这就怂了 躺在地上的英国公张俊笑道 长满青春痘的邪恶脸上 充满了复仇的欲望 刘子光这些天 一直在武军都督府忙着谈判的事情 满清那帮人 也只有他出面 才能压得住 说来也怪 只要刘子光在场 青石就很老实 只要他一不在 武阿哥他们就开始刺毛 为了大明的面子 刘子光只好每天被拖在这里 大把宝贵时间 耗费在和青石的春枪舌战之中 以至于刘子光怀疑 这是清国人的计策 故意把他困在这里 不能去忙别的事情 孙刚闹出乱子以后 刘子光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就收到了消息 他立刻终止了谈判 起码赶赴出示地点 根本没等孙刚派出报信的人 找到他 人就已经到了地方 小乱的码头上 南场藩子们正鱼贯从船上下来 手中的兵器 依旧有意无意的 瞄着包围他们的士兵们 孙刚朗声道 有什么事 我担着 别为难我的兄弟们 统统放下武器 举手投降 锦衣卫们看到满地同僚的尸体 早已怒火万丈 手把刀柄都捏出水来了 自从去年夏天政变成功以来 京城里就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官差火兵事件 这南场的人未免太猖狂点 锦衣卫说杀就杀 国公爷说抓就抓 他们眼里 还有人吗 孙刚本来还想缴械投降 大实话笑的 可是看到这种局面 他可不敢把兄弟们的性命赔上 他高声答道 锦衣卫还管不到咱们南场 想让我们缴械 除非厂都大人亲自下令 就凭你们几个 休想 孙刚口中的你们几个 可不是孤孤单单的几个人 而是黑压压一片上千名锦衣卫 枪弓硬弩瞄准了这区区百人的南场队伍 飞虎队们毫不示弱 他们中的骨干力量都是红山团出身 见惯了刀光剑影的大场面 他们迅速缩成一个圆形 针锋相对的举起喇叭口火冲 瞄准了锦衣卫 如同一只很难下嘴的刺猬 南场和锦衣卫都是京城里有权有势的执法机关 南场是最近乐器的新贵 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精干彪悍 装备先进 朝廷上的话语权也大 而锦衣卫历史悠久 职业庞大 人缘众多 也不是好欺负的 他们的对峙立刻震动了京城 不知道多少人正赶了过来 刘子光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他一身的盘龙绣巾大红剑袖 骑着红马远远的奔过来 如同一团烈火 到了境前 翻身下马 僵身往后一扔 分开众人就往里走 包围圈的外围都是些寻常的警衣卫 他们看见刘子光的猛袍 不敢阻拦 纷纷让开一条道路 把他放了进去 刘子光手扶刀柄 大咧咧走进来 看也不看遍布周围的强弓硬弩 眉头略皱 鹤问道 这里谁管事 小爷我管事 你又是哪根葱 一个穿着克隆版满足服装的少年站出来说道 他的发型也很独特 脑袋后面系了好几个小辫子 身形略壮 眼神肆无忌惮 似乎根本不认识大名鼎鼎的镇武侯 这里的锦衣卫 谁说了算 刘子光根本不理睬那少年 抬高的声音问道 卑职锦衣卫千户 求武 见过镇武后 回禀侯爷 这里说话算数的是国公爷 一个面色幽黑不苟言笑的汉子站出来答话 态度不卑不亢 说着将眼神投向了刚才那个说话的壮士少年 那少年就是英国公张俊 他对刚才刘子光的怠慢很是激恼 此刻挺起了胸膛 抱着膀子 用一股少年人特有的张狂劲 瞧着刘子光 他身后的六七个少年 也抱着膀子 斜眼看着刘子光 气眼非常嚣张 刘子光还不清楚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人胆敢和南场作对 这让他很不舒坦 眼前这个奇装异服的少年很面生 这小子居然能调动这么多的锦衣未来 不知道有什么来头 你是国公 哪个府的 刘子光上下打量了张俊 眼神中带着明显的不屑 好像浏览着一本极其幼稚的小人书 这是世袭一等英国公张小爷 你是哪个衙门的 什么品级 见了国公爷 怎么不跪拜 张俊身后一个瘦弱的少年 神气火显的说道 我是刘子光 刘子光冷冷的抱出了自己的名头 没想到这个充满血腥气味的名字 并没有在少年们中间引起什么轰动 张俊微微皱了下眉 回头问道 谁认识这个姓刘的 这小子怎么拽得个二五八万似的 少年们都不屑的摇头 表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只有一个胖乎乎的娃娃脸少年 似乎想起了什么 听我爹说 这刘子光是新晋封侯的爆发户 去年还是个白丁呢 哈哈 少年们爆发出一阵狂笑 作为世袭的勋贵子弟 他们最瞧不起的就是爆发户 而且这帮孩子自以为非主流 对朝廷发生的大事从不关心 什么战争啊 政变了 都和他们没关系 只有够拽够另类的事情 他们才会关心 诸如 故意穿满足衣服 留怪异的发型等 等他们笑完了 那瘦弱的少年才抹了抹笑了流泪的眼睛 对刘子光说 是侯爷吧 你可知道咱们是什么身份 这位爷刚才说过了 是一等英国公 还有这位爷是成国公 还有这位是广平侯 他又指了指那个娃娃脸的胖孩子 这位是郑国将军家的公子 真正的皇亲国戚 而我是世袭富阳侯 在场的哪一个不比你绝位高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拽 刘子光冷冷问道 说完了 少年没料的刘子光的反应这么冷淡 有些恼羞成怒 说完了 怎么样 说完了 就该我说了 你们这些权贵子弟 不好好在家读书 跑出来惹是生非 居然敢调动军队和南长执法力量对抗 该当何罪 今天在场的 谁也别想走 还有你们这些锦衣卫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还不赶紧把弓箭放下 刘子光怒道 一股肃杀之气 从身上散发出来 让那群少年 不由自主的打了个韩战 被指是锦衣卫中 专死保护各公侯府安全的前护 今天这个事情 是你们南长的部队 非要拘拿几位小公爷 被劝阻之后 居然打开杀戒 还打伤了小公爷 提督大人请看 这码头上的血还在呢 朝廷的制度规定 二平以上的大员 就不能随意处置 何况这些超平的公侯 按律 这些南长藩子 心通造反 应该被缴械擎拿 大人不但不处分手下 还倒打一耙 非要擒拿小公爷 那卑职 也只有奋力一搏了 就是把这千八条姓名 留在这里 也要给冤死的兄弟们 讨一个公道 秋武 依旧是一张毫无表情的黑脸 对刘子光的威胁 置若亡文 看来京城内 对南长和镇武侯不感冒的人 还是大有人在的 那帮小公爷不晓得 刘子光的厉害 求武可是知道的 真打起来 这一千锦衣卫 未必是人家的对手 既然镇武侯过来了 那说明红山团 和五城兵马司的人马 已经在路上 人家镇武侯 是皇上的姐夫 想怎么闹都成 可自己 只是个小小的 锦衣卫军官 不管事情发生到了什么地步 吃亏的 总是自己 不过 职责所在 也确实是已无退路 现在只能硬撑着 等那帮小公侯的靠山来了 事情就好办了 这帮少年的身份 确实高不可攀 张俊的祖先 是成祖皇帝的大将张宇 在禁难之役的时候 为了保护主公 吸引了敌人的攻击 最后光荣战死 被称为禁难第一功臣 其子孙 世袭英国公 赐有单属铁卷 非谋逆大罪 不得追究 说白了 人家是有免死牌的 所以才这么嚣张 那个瘦瘦的少年 名叫朱顺 祖上朱能 同样是禁难功臣 被封为成国公的就是 其余的人 是富阳侯和广平侯的后人 这两位一等侯 最早也是驸马都尉出身 公主的后人 自然比寻常人高人一等 就是那个娃娃脸的小胖孩 他爷爷也是个郡王 他爹是郑国将军 是货真价实的皇亲 张俊和朱顺的父亲 都死在奉天殿事变中 所以年纪轻轻的他们 便世袭做了国公 虽然家里直系亲属 都在朝廷担任高官 但是这些勋贵之家 通过长期的内部通婚 能掌握的政治力量 也非同小可 比如说 张俊的姐姐 就是当朝武军都督府 左都督为国公的夫人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而张俊的母亲和魏国公的母亲 还是同宝姐妹 这就是说 张俊本人也是当朝皇后的仪表弟 正儿八经的表国就 朱顺也不简单 他母亲和张俊的母亲 是表姐妹 他还有一个姐姐 最近被选进宫里做妃子 说起来也算是个国就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攀根错节 一两句话 根本说不清楚 总之是 人脉极其盛光 所以他们才会看不起 刘子光这个根基最前的爆发户 少年们 自以为自己一方的人马众多 根本不惧怕刘子光 反而叫嚣着 让秋武赶紧动手 秋千货 你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拿下就是了 有什么事情 咱们兄弟担着 张俊大大咧咧的说 秋武虽然是个一根精 但他也知道刘子光的力 自然不会轻易下令放街 刘子光也知道 今天杀了那么多人 不好收场 刚才说要逮捕这些少年和锦衣卫 也是色力内刃 吓唬人的 只要能把孙刚这一百多号人 安全的带出去就好 有什么问题 灰头怎么都好解决 藩子们紧握火虫 向外走去 锦衣卫们紧张地望着自己的长官 不敢后退 秋武脸上的汗都下来了 如果刘子光不在这里 他还有胆子下令火平 可是出了名的杀神刘子光 已经到了现场 真动起舞来 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锦衣卫们扣着弓弦的手 已经累了 望着步步紧逼着对手中的火虫 他们的心在砸鼓 这种武器 一喷就是一大片 可比弓箭力还多了 可是锦衣卫们 同样也是铁骨铮铮的汗子 看着同僚的尸体就躺在附近 他们哪有后退的道理 眼看着双方越靠越近 一场厮杀在所难免 千军一发之急 呼见远处一群战马奔来 骑士都是禁军辅色 前头一人高喊道 全都住手 大都督驾到 大明朝有好多的都督 提督 但是大都督只有一个 那就是魏国公兼国舅爷 徐增授 这位昔日郁郁不得志的孝陵位指挥使 现在已经是堂堂的武军都督府佐都督了 相当于全大明的兵马总指挥 兵部尚书也在他之下 地位相当的高 徐增授 是世袭的魏国公 祖上是著名的徐达 那可是跟着太祖皇帝打天下的老人了 这个国公的韩景良 一点都不比什么英国公 陈国公来的差 而且魏国公 也是从龙有功的大臣 朱游孝当上货真价实的皇帝 由他一份大功 魏国公既不是东陵党的人 也不是刘子光派系 他代表的是广大贵族的礼 京城里这些公侯王爵宗室子弟 都把他当作最大的靠山 性格豪爽的他 也甘愿保护这些后生晚辈 所以一听说几个小兄弟出事 他立刻带人马赶了过来 徐增兽的电马 风驰电掣一般 带着一股静风来到跟前 一个利索的动作滚南下马 愤怒的嚷道 统统把刀枪放下 魏国公徐增兽 身为武军都督府的头号人物 又是皇上大舅哥 在京城绝对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他的到来 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自以为靠山来了 而球武和刘子光都知道他来了 这个仗自然打不下来 双方都有台阶下 当然不是坏事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三十九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三十九集 徐公爷是大都督 掌管天下兵马 虽然南厂和锦衣卫都不是他管辖的部门 可是国公爷的资历和名气摆在那里 谁都得卖他个面子 重量级的调停人到来 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紧握的兵器暂时放了下来 徐增兽紧锁眉头走过来 张俊他们顿时兴奋起来 大喊着 姐夫 这些人杀了我的护卫 赶紧帮我把他们干掉 住嘴 徐增兽回头怒骂了一句 转而对刘子光抱拳道 小孩子不懂事 朕午后未见怪 今儿个不妨先放他们回去 日后兄弟已经严加关教 姐夫 你是不是喝多了 明明是咱们人多 怎么让他放过我们 我们放过他才是 张俊很不解的问 住嘴 徐增兽再次怒斥 魏国公看起来是个粗鲁的汉子 其实心思稀得很 而且他非常了解刘子光 知道南长 不会随随便便找这些少年的麻烦 而这些表弟小舅子们的习性 他更清楚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要不仗着身份高 早不知被应天府拿完了多少回了 张俊他们不满的撇撇嘴 但也不敢说什么 徐增兽又对锦衣卫带队的求武道 邱将军 还不把你的人马撤开 天子脚下调动大队人马和集市场对抗 谁给你的胆子 你这是一下反上 知不知道 你有几个脑袋能担着 一连串的发问将求武问得无言以对 指着满地的尸体辩解着 大怒怒 兄弟们无缘无故折损了这么多 好了 有什么问题 本宫会和齐大人交涉 现在让你的人马撤开 求武官之低违 能挺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既然有人愿意出头帮自己解释 那他也就不再坚持了 下令让手下们散开 放难场的人过去 刘子光带着重帆子从容的离开 还笑呵呵的和徐增兽拱手道别 走过求武面前的时候 刘子光特意看了一眼这个愣头青的前呼 点头道 小子 有种 也不知道是夸他还是威胁他 一场危机暂时化解 可是后续的麻烦还有很多 首先是南厂杀死了那么多的锦衣卫 还无故扣押几位公侯 这种以下犯上无法无天的行为 遭到了锦衣卫和督察院的强力弹劾 张军 朱顺两位年轻的国公都是家里的独苗 从小娇生惯养 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回家以后天油加醋的给娘亲告状 一帮告命夫人可坐不住了 以英国功夫为中心 大家汇集了起来 商讨怎么被儿子讨回公道 老爷死得早 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就已经很可怜了 现在又有人跳出来欺负咱们 这让我们母子怎么活呀 富阳侯家的老夫人 哭天汗地地叫嚷着 说是老夫人 其实才三四十岁 这帮夫人年纪都差不多 平时闲得没事 老夫人经常凑在一起打牌 他们中最有活动能力的 当属英国功夫人张元氏 隐隐是这一帮人的头领 是啊 以前太后和九千岁在的时候 朝里都对咱们客客气气的 如今可好了 一个新鲜的侯爵 就能踩在国公的鼻子上拉屎 当真以为咱们是好相遇的吗 李元氏气横横地说 昨儿儿子回府之后 把身上的鞋影子给他看了 气得他连晚上的眼窝都没喝下去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提督南场怎么了 郑武侯又怎么了 咱们家的单书铁卷 可是成祖皇帝亲自的 就是今天也不能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别说孩子们没惹出什么乱子 就是惹出了乱子 不是还有我们这帮告命夫人吗 哪里轮得到他们南场来教训 当朝最近的章程 二平以上的大员就不能随意抓捕了 何况这些公侯 我看着姓刘的 分明是想把咱们这些老功臣都拉下马 他好把持朝政 哼 这样的家伙和以前的九千岁 有什么不一样呢 李元氏说话很大胆 思维方式也比较独特 别的夫人都觉得他说话很有章程 便七嘴八舌的附和道 姐姐 你说该怎么办 咱们就怎么办 姐妹们回家给老爷们多吹吹枕头风 让他们上述弹劾姓刘的 我还就不信了 满朝文武一起弹劾他 圣上还能偏袒他 李元氏咬牙切齿的说 姐姐不要忘了 姓刘的可是驸马 光这一条他就够牛的 一位夫人谨慎的提醒 什么驸马不驸马呢 长公主的封号已经夺了 朝廷有给他驸马都尉的贤吗 根本不算 如果说他和皇家沾亲带故的话 那我们家郡哥还是皇上的表小舅子呢 咱一点也不比他差 李元氏不屑的说 是啊 我们家也有进宫当妃子的 谁怕谁 回头就让我们家老爷参他一本 其实我们老爷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正好借这次机会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 一个爆发户有什么拽的 刘子光纵容手下杀伤大批锦衣卫 以及擅自抓捕英国公 成国公等人的行为 在朝廷上 引发了轩然大波 为了安抚手下 刑部尚书 兼锦衣卫都指挥使齐振明 撕开了脸 弹劾刘子光 以前两人的那点交情 随着这次事件而烟消云散 阎官们更是不遗余理的上书 把刘子光说成了目无王法 嚣张跋扈的新一代奸臣 至于南厂为什么要和锦衣卫冲突 又为什么会抓捕几位小公侯 则被大家选择性的遗忘了 正所谓 狮子多了不咬人 弹劾多了也不在了 南厂需要发展 这就势必和职能相差不多的锦衣卫 以及东厂发生碰撞 这次的事件只是开始而已 以后的冲突还有很多 浴室有理有街有度 是南厂驻人行事的标准 这次的事件 刘子光并没有怪罪任何人 同伴被人挟持 当然要以牙还牙 遇到不配合的权贵子弟 该打的还是要打 只是这次没能在小乱上搜出尾钞 是件遗憾的事情 如果能查出英国公他们犯罪的证据 就是单输铁券也帮不了他 朱油孝一如既往的将这些折子流中不发 刘子光的为人他信得过 不过 英国公成国公夫人不断的进宫给皇后吹风 也够朱油孝头疼的 毕竟那是皇后的姨母 一点面子不给也不好 刘青 朕听皇后说了 他那个表弟就是个十足的顽固子弟 该教训的还是要教训 不过 英国公家就这么一根毒苗 要是没犯什么大罪过 该放还是要放一放 既然皇上都说话了 刘子光也不好再坚持什么 更何况 这件事情本来自己就没吃亏 只是伪钞的事情 不得不稍微停顿一下 招商局的筹备工作 在紧锣密捕的进行之中 作为最大的股东 朱油孝从内躺中 拿出了二百万粮现银入股 又轻称招商局三个字 作为招商的金子招牌 另外 朱油孝下令 广州 泉州 宁波三地的港口 为招商局单独建造深水位的码头 这一笔固定资产 作价一百五十万两 作为长公主的股份 皇姐出嫁 力求节俭 我这个当弟弟的 没给她筹备什么嫁妆 这三个港口 就全当皇姐的陪嫁 朱油孝 这样对刘子光说 刘子光自然是惊喜万分 三个两港 外加无期限的使用权限 才坐价一百五十万两 不但让招商局占了便宜 更多的是给自己的照顾 曾成的嫁妆 那不就是给自己的吗 这皇帝小舅子还真够慷慨 铁厂和江南造船厂作为独立的商号 也分别拿出五十万两入股 刘子光个人投资一百万两 这样一来 直接或间接掌握在刘子光手中的股份 就达到了三百五十万两 占总股本的三成五 加上皇上的那份 不会轻易转让的股份 这就有五成五之多 怎么也不用担心招商局的董事大权落到别处 剩下的四成五股份 通过内部招股的方式在京城进行 彭静荣他们又拿出了几万几万的私房银票 来买些散碎的股票 就是李湘君小妹妹都能拿出刘子光给的千八两银子来凑个热闹 只有刘小猫 没钱买股票 眼巴巴的趴在梁头上 看着大家兴奋的拿着银票数来数去 信合眼里充满了迷惑 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不知从什么渠道传出了日升昌十两银票 有大量伪造的信息 老百姓们一大早就拿着银票到日升昌票号的门口来排队 等着兑换现银 票号开门的时间不是很早 所以门口的人越来越多 路过的行人好奇 就问他们为何排队 得到回答以后 便急匆匆的赶回家中 搜捡自己家里有没有十两面值的银票 十两的银票 是民间流传最广的一种 寻常百姓累死累活一个月 也就能混个十两银子 谁家要有张十两银票都当宝贝一样藏着掖着 生怕被贼偷走 就是富人们也离不开这种银票 日常消费用不到百两以上的大面值 十两就是最常规的支付方式 现在有谣言说 十两票有大量伪造 这不得不是老百姓们惊恐万分 万一自家珍藏的银票是假的 那可就倒了大霉了 谁也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大量的人员用到日升昌去兑换鲜银 陈颠颠的银子在手 总比银票安心些 谣言这个东西就像是雪球 越滚越大 等到了日升昌开门的时间 想出来卸门版的小伙计 看到满街的人流 吓得不敢开门了 赶紧报告掌柜 掌柜的也不敢怠慢 派人非报胡大掌柜 票号自然是不敢再开张 因为一开张就会被汹涌的人流几垮 到时候损失可就不可估量了 票号不开门 反而更加刺激了满心不安的百姓 他们更怀疑手中的银票是假的 满心惶恐和不安的百姓们 并不去想是谁伪造了这些假票 而是抱怨票号为什么不开门 愤怒的情绪下 一些百姓开始砸票号砸门 高声叫喊着 让里面的人开门 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自然引起了五成兵马司的注意 李延早就下过命令 票号属于重点保护对象 可是文迅赶来的百十名巡逻士兵 面对满街的人山人海的百姓 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而且百姓的队伍还在壮大 日升昌在京城的三家分号 无一例外受到了冲击 关键时刻 胡大掌柜毅然下令 开门对银子 为了平息谣言 所有的银票 不管真假 一律兑换 五成兵马司的人 负责维护治安 插队起哄的 一律揪出来压作 同时 从京城的银库 调拨大批现银 运到票号里 应付兑换 看到最前面的人 领到了雪白的细丝银钉 后面的人潮 稍微平静了一些 可这并不能缓解他们的忧虑 只有白花花 沉甸甸的银子拿在手里 才能真正放心 随着人流的缓缓移动 大批银票被收回 相应的银子被发放出去 可是京城的银库存银 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大额兑换 导致库存不多 仅有的几十万两 眼看着就要发放殆尽 票号的伙计们 急得满头大汗 尽量拖延兑换银子的时间 等着掌柜的拿出对策 前段时间 由于京城涌入了大批的北方文物 而这些倒抖的家伙 只收现银 不要银票 所以 很多欲购买文物的达官贵人们 都对付了手上的大额本票 京城的银库 由此空了一半 合肥那边的总库 还没来得及运银子过来 就爆发了这场击对事件 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胡一鸣坐镇京城的日升昌 面色平静如水 一派大家风范 伙计们看到大掌柜如此震惊 紧张的心情不由的平息了下来 其实 胡大掌柜心里也很紧张 这次的时间 如果处理不当 势必影响日升昌的信誉 没了信誉 还开什么票号 现在局面已经失控 再怎么辟谣 也缓解不了民众的恐慌 能让老百姓放心的 只有银子 无穷无尽的银子 银库已经见底了 外面排队的人 还是不见少 收回的十两面值的银票里面 有接近三成都是伟钞 可是为了不影响日升昌的信誉 他们只好咬着牙 把这些伟钞都给收了回来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影响将更加恶劣 那些拿了伟钞的老百姓 是无罪的 他们才不管是谁制造了伟钞 只要不给银子 他们就会发疯 大掌柜 小的看见有几个熟面孔 来了好几次了 每次都拿着几百两的银票 根据您的指示 怎么没有轻举妄动 很好 一下去吧 胡大掌柜 不动声色的点点头 日升昌不是吃素的 养了那么多高手 就是在这个时候用 挤兑 是人为煽动的这一点 毋庸置疑 百姓们中间夹杂了捣乱的坏人 也是肯定的 日升昌的保安人员 已经盯住了几个可疑的围巢持有者 等他们落了单 就擒住考文 力求尽快将幕后指使者揪出来 南厂和户部的人到了没有 胡大掌柜问道 这种时候啊 能指望得上的 自然是盟友刘子光和自己的亲叔叔了 这种大规模的事件 肯定有幕后的黑手 需要南厂这样的强力朝廷机关出手 大规模的挤兑 光靠日升昌的力量应付不过来 还需要户部的银库进行支持 回大掌柜 户部的二太爷派人送了信过来 手下呈上一封书信 胡一鸣抽出一看 不由的眉头紧锁 这是他的叔叔 户部尚书胡雪斋的信 信上说 他已经无力调动户部银库了 石拳被两个侍郎拿去 还有一堆玉石整天顶着他 实在没办法帮忙 这也难怪 胡雪斋本来就不怎么合适当官 出任户部尚书 只是政变以后分赃的结果 但东民党已不满意户部财权 继续掌握在外人手里 所以 一直明立案例打压 架空胡雪斋 割裂户部和日升昌的关系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240集 欢迎收听 铁器时代第240集 二太爷让咱们不要慌 有户部给咱们做后盾 天塌下来都不怕 胡一鸣将信叠好放起来 从容的对下面几个满头大汉的掌柜说 大家听了大掌柜的话 心情烧定 纷纷出去应付百姓去了 忙碌了一阵子后 午休时间到了 票号的伙计 正打算上门板的时候 等待了几个时辰 刚排到跟前的老百姓们急 抓住伙计 不让他们关门 非要等自己的银票 对出来才行 有一个人闹 就会带动许多人闹 更何况 还有别有用心的人 藏在人群里高喊 日升昌没银子了 咱们的银票都变成废纸了 富老乡亲们 快冲进去墙 有那情绪激动的百姓受了蛊惑 便开始捡了地上的杂物 向票号杂取 还有人一起高呼 换我们银子 场面一度失控 在上万名百姓的冲击下 坚固的票号楼房 似乎已支撑不了多久 隔着被杂物砸得乱响的琉璃窗 胡一银一脸遮不住的忧虑 这是个针对日升昌的连环局 自己怎么就没看透呢 维护治安的五成兵马司士兵 已经被百姓冲得七零八落 组织不起有效的防线了 眼瞅着百姓们就要冲进票号了 呼听一阵嘹亮和响边 一队马车远远的赶了过来 看到银车到来 老百姓们自发的分开一条道路 以便车辆顺利进入票号 大掌柜 这看起来不像是咱们家的银车呀 有人在胡一银面前呼一的说 这确实不是真正的日升昌鸭银车 而是南厂的战车改装而成 宽阔的铁皮车厢上 盖子大敞着 露出里面山一样的营地 每辆车都装得满满当当 好像运煤一般 银车的橡胶冲气咕噜 被沉重的负担压得都憋了 拉车的三颗剑马也走得不快 显示出银车里着实有些货色 管他是谁的银车呢 放进来再说 胡一银眉头一跳道 其实他已经看到了 为首的马车上坐的正是换了贬装的刘子光 马车到了票号门口 刘子光大喊 存银子了 掌柜的快出来接待 胡一银没想到刘子光用这种方式来帮自己 真是太及时了 这么多的银子 肯定给那些排队的百姓造成了心理暗示 日生昌的信誉和实力还是可靠的 对外宣布 中午咱们不休了 谁要银子都给 绝不含糊 胡一银估摸着 这一批银车 骑马送来了几十万辆 能缓解到晚上了 到时候 合肥方面把库银运来 就能解决这场危机了 大掌柜果然好魄力啊 只不过 我这几车水货银子 可支撑不了那么久 刘子光已经进入了票号的后堂 他一早就得到了消息 整个上午都在布置任务 力求抓到伪超案的幕后主持者 现在 亲自带了银车过来 一方面是为了救急 一方面是为了和胡大掌柜探讨一下案情 你带来多少银子 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只有每辆车上虚眼的那一层 里面装的都是铁块 咱们南场和红山团是最支持日升昌的了 但凡经济往来都喜欢用银票 所以家里的存银很少啊 实在拿不出手 只有用这一招障眼法了 希望能稳定下明星 原来你也是营养落枪头啊 胡一铭不无失望的说 不管怎么说 几大车银子的到来 给外面的百姓们极大的心理安慰 他们不再担心领不到银子 队伍开始变得有秩序起来 趁这个机会 胡一铭赶紧和刘子光商讨几对策来 库里的银子还能维持半天 其实京城银库的存量还是可以的 只是没料到挤兑得这么厉害 里面又掺杂了大量的伪钞 但是为支付这些伪钞 就多花了十几万两 现在 伪钞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 偏偏还不能不负 只要承认有伪钞的存在 那日升昌的信誉就完了 没有一年半载 修复不过来 胡大掌柜说 尽量多筹集些银子吧 我会派人帮助追查伪钞的源头 这不是简单的针对你们家票号的行为 而是打击整个大明经济的准军事行动 我会上报给内阁和皇上的 你放心好了 刘子光宽慰着 那阁是指望不上了 他们眼巴巴的盼着日升昌垮台了 鸟尽攻藏了 现在咱们日升昌已经不是可以利用的对象 而是影响他们捞钱的绊脚石 胡一鸣哀叹了一声 可不是吗 现在东陵党把持了朝政 已经不再需要日升昌的财政支援 日升昌的死活 他们才不管 几个多次兑现伪钞的家伙 被押到了票号的后堂 由南场番子提审 根据他们交代 每次都有个神秘的人把伪钞交给他们 由他们去兑换现银 然后抽两成给他们 这种单线联系的解脱方式 很难追查到源头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刚开始的时候 老百姓们只拿着十两的银票兑付 渐渐的 演变成更大面额的银票 也加入到兑付的行列中 一百两的 五十两的票子 出现在票号的柜台上 更大面值的本票 也开始零星出现 已经由京城的富商联系票号 要求对付手中掌握的大批银票 这种行为 无疑于雪上加霜 本来就不宽裕的现银 根本没有办法支付这么巨量的票据 京城虽然不是江南那样贸易发达 但却是个极大的消费性和积累性城市 大批的银票汇集在这里 并不占用流通市值 日升昌的存银 支持市面上流通的银票 还麻麻糊糊 如果支付其京城富商们积攒 多年的大额本票来 那可就真是一筹莫展了 无论如何都要撑下去 我已经发信给合肥总库了 紧急调拨一百万两现银过来 敞开了供应 只要把头两天应付下来 就能换过劲了 咱们日升昌可不是轻易能打垮的 我有三个办法 一是开源 二是分流 三是解读 开源就是加大现银的兑付量 咱们来者不拒 分流就是把那些挤兑的人分出去 比如现在就公开发售招商局的股份 不接受现银 只接受银票 截赌 就是一方面威胁那些富商 不要来凑热 一方面把伪超的源头堵上 很好 你这倒是提醒了我 百姓们发疯似的挤兑还不就是怕银票变成废纸吗 我可以提高利息 给年期一成的高息 还怕他们不存钱吗 京城上空出现了两艘庞大的飞艇 在人流密集的区域上空 缓缓的飞行着 飞艇上吹下两条宽大的红绸布 上面用大黑字写着 招商局 继日公开发售股份 一千两起售 为方便核算 只接受日升昌银票 以及本票 唱听网 聆听世间万象 感受人间冷暖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785.com 招商局是个稳赚不赔的皇家产业 被京城的经济学家们欲为当代最赚钱的商口 只要拿住了一股招商局股票 子孙后代不用愁 原先是一万两一股 还要排队零号限制发售 现在降低了门槛 寻常的英识之家也能买得起了 而且 人家只接受银票 这不由的 让在日升昌门口排队的人们心思大动 有不少排在队伍末段的人 眼看今天排不上 心想还不如去招商局发售新谷的地方 壮壮大运 于是 人群三三两两的散去 叫上三轮车 按照飞艇上标注的发售地点赶了过去 那些拿着大额本票的富人们 更是对招商局的股票大感兴趣 他们不再急着对付现营 而是一方面派出家人去招商局筹备出排队 一方面开始联络熟人朋友 看能不能多买些股票 招商局的门槛降到了一千两 还是有大量的老百姓买不起 而且老百姓家里没有余钱 根本不具备投资的条件 他们还是专注于将手上的银票兑换成现银 不过 票号门口打出的大幅广告 不可避免的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年息一成的存款利率算是很高了 一百两银子存进去 明年就能拿一百一十两 于是精打细算的中产阶级们开始动起了脑筋 银子放在家里是不会生效的 还不如存在票号里吃利息 存单不必赢票 是记名的票据 而且有指印和图章 不怕票号赖账 想到这里 一部分人改变了主意 情愿将手中的银票换成一年期的存单 而不是支取现银的 票号的屋顶上 一个穿着香云纱金钱文袍子的伙计 拿着大喇叭高声喊道 大家不要急 每个人都有份 咱们票号有的是银子 明天来也是一样的 队伍中有人高声回忆 别听他胡扯 日升汤就要快倒闭了 大家赶紧兑银子 晚一晚手上的银票就变废值了 老百姓是愚昧的 盲从的 听到有人蛊惑 心里又开始盘算 不管怎么说 还是现银拿在手上最放心 于是又是一股人流涌了过去 穿着便装 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南场帆子 冷眼瞅着那些齐哄的家伙 这些人是暗藏的满清间谍 早就上了南场黑名单的 只是一般情况下不出来闹事而已 现在看来 这场几队事件中不可避免的有满清军机处的阴影录照 武城兵马司的全部人员都调动起来 在日升昌票号门口围成了人墙 用刀枪保护兑换工作的平稳进行 而此时刘子光已经进宫面胜去了 他要说服皇上开放户部银库为日升昌救急 这也没有办法呀 朱游孝两手一摊 无奈的说 这种牵扯到具体证悟的事情 皇上也没有发言权 内阁说不行就不行 那帮阁佬不是不知道今天的几队事件 可是他们说日升昌只是一家民间票号 朝廷没有救世的责任 更不应该干扰这种正常的经济活动 如果这个头一开 以后什么商铺出现状况都要互不出面 那样很不利于大明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刘子光没辙 只好再想办法 刚想告辞离开 朱游孝说了 朕的那堂自己还能做主 库里好像还有些陈年的大钉子 估摸着也有几十万两 倾家可以拿去救急 内库中有个专门的金银库 存放着皇家的家底子 这些五十亿百两一枚的大钉子 常年累月的搁在库房里都养化了 橙色却是极好的 刘子光领了皇命 带人紧急去提银子 刘子光带了一大群大内侍卫来到内库 却发现库房的大铁门紧闭 硕大的铁锁上秀极斑斑 管理库房的官吏不知去向 人呢 快给我找来 刘子光大发雷霆 票号的现影已经不足了 如果再不能得到补充 老百姓又要闹事 武力镇压是万万不行的 那样正好找了满清间谍的道 他们除了想引发金融动荡以外 制造民间对立情绪也是目的之一 好不容易把库房小力找来 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竟然说没有戴公公的首例 不能开库 戴公公是刘子光的老熟人了 以前在器数宴机器厂拍卖的时候 曾经去监督过 两下里还曾闹过一些不愉快 刘子光知道 这是内务府的规矩 也不想为难这个小力 便强压住怒气 让他们赶紧去把戴衣招来 戴公公不在 你们改天再来吧 这是戴衣房里小太监 对刘子光的回话 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太监 显然不认识大名鼎鼎的战武侯 把他们当作寻常的侍卫 戴衣去哪了 他不在 要是总在吧 本侯奉皇命 开库取营 谁敢怠慢 刘子光真火了 那么多的银钻 就是隔着一道铁门不能去用 这种心情实在让人上火 戴公公日理万机 谁知道在哪忙呢 你们是奉了皇命 咱们又何尝不是呢 这可是皇家的内堂 少了一分一毫也不行的 有什么事 改天再说吧 今天没空 小太监年岁不大 说话却很有一套 颇有代意的风范 啪的一声 小太监脸上多了五道手指印 一个大内侍卫收回巴掌 恶狠狠的说 什么狗屁戴公公 误了侯爷大事 你们谁也逃不了干系 快叫钥匙 小太监捂着脸惊恐万分 忽然又兴奋起来 望着刘子光他们身后高喊 表外公 这些人骂你呢 是谁说咱家是狗屁戴公公的 一个难听的公鸭嗓 在众人背后响起 自从上次南宫太妃的管事 徐公公出事以后 司力间就和大内侍卫毛上了 彼此总是互相看不顺眼 愁着一切机会打压对方 戴义身为四平首领太监 又兼着东厂的柴使 是魏忠贤的重要助手 现在负责内裤的管理工作 权责相当重大 所以不免多了些傲气和利器 这回听到有人赶在他的名会前 惯以狗屁二字 顿时气不大意出来 阴阳怪气的质问起来 大内侍卫们才不率他 有郑武侯在这儿 还能容得下他一个烟奴成威风 众人抱着膀子 冷眼看着戴义 等看他的笑 刘子光心中烦躁 没心情也没时间训斥戴义 只是开门见山的说道 皇上口运 开库房取五十万两银定 你赶紧拿钥匙开门 请继续收听 铁器时代第二百四十一集 请继续收听